辛勤的小蜜蜂每天耐力劳作 可有手好闲的蜂王却要把他赶走 只因闻到小蜜蜂身上有香味 还有他的体型在不断变大 这些都是产卵的前兆 自私的蜂王害怕自己会被取而代之 便将小蜜蜂赶了出去 出来后小蜜蜂决定自立门户 于是他来到了男人的农场 男人仅仅只是给予了他新鲜的花朵 小蜜蜂却是每天用辛勤的劳作为回报 甚至还为他生了很多蜜蜂幼子 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只肉食性蜜蜂 不仅会用毒针猎杀食物 更是会将它们吃掉 但他不会对这个男人动手 只因男人是他唯一的人类朋友 男人名叫朴士俊 在没有遇到他们之前还是一名毕业英介生 可就在他买菜回去的时候 却意外进入了这黑塔之中 没人知道这些黑塔的来历 但他们却出现在全球各地 除了受到邀请没有人可以强制进入 当然还有另一种办法 那就是冒险者通关后获得的奖励 就是这种黄金门票 也因此他的价格被炒到了60万一张 作为出道的社畜自然是不可能有钱买 所以朴士俊看见传送门就往里冲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好运来了 殊不知这个传送门是黑塔的一个漏洞 但朴士俊的到来管理者也有所察觉 所以他需要尽快将漏洞修复 而另一边 此刻的朴士俊还是兴高采烈 可下一秒他却突然愣住 因为他所在的不是冒险者说的广场 而是来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天坑之中 唯一的洞口也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任凭他如何呼喊也没有得到回应 倒过了一天没有一点进诊 反倒是肚子开始不停地叫我 好在刚才在超市里买的食物也一同带进来 看着为数不多的食物 他小心翼翼将它们摆放整齐 在填饱肚子之后 朴士俊也不知道要被困多久 他的这点东西维持不了几天 必须要在吃完之前找到出路才行 否则必然被饿死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刚才吃剩下的苹果种子 朴士俊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自己自自 随后他便将苹果埋到土里 再将为数不多的大葱掰成几个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飞了 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声音传来 当他抬头看去 居然发现了一条飞龙 朴士俊凝起被吓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却发现已经是两天后 随后他下意识靠到一棵植物身上 可当他回过神岸 这里怎么会有树 没想到他前两天种下的葱居然长了两米多高 就连一旁的苹果和番茄都长出了幼苗 正常的植物不可能生长得这么快 看来是高塔的力量影响了他们 为了不干扰到小幼苗的生长 朴士俊打算先将大葱收集起来 而他也对这大葱味道非常好奇 随即便尝了一口 下一刻直接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人间清醒 没想到大葱也落出了新高度 原来改变的不仅仅是生长速度 辣味的基因也加强了许多 等朴士俊缓过神来 他对这个洞穴所在的楼层也非常好奇 说不定是顶级玩家都无法达到的高度 就在这十几滴水打在他的脸上 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当他抬头看去 没想到是一只兔子 紧接着兔子一跃而起 直接把朴士俊当落脚点 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把他都惊呆了 看起来他不是一只寻常的兔子 而兔子也对地上的大葱很感兴趣 随即指着一旁的大葱巴吉巴吉地示意朴士俊 看着兔子的动作 朴士俊也知道兔子是在问他可不可以吃一点 没想到兔子也爱吃大葱 随后一人一兔坐在一起啃起来 而朴士俊让他多吃一点 毕竟他的生长速度太快了 一转眼的功夫又长高了这么多 就在这时一旁的兔子在嗶嗶嗶地叫着 这让朴士俊感到非常奇怪 随后又有一只兔子从上面跳下 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 朴士俊便明白他们是一对夫妻 兔子对此也给予了肯定 而两只兔子好像是有目的而来 他们想跟朴士俊一起住在这 看着小兔子弱小又无助的表情 眼睛里充满了满满的期待 实在是让人难以拒绝 而朴士俊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不过也不能白吃白吃 可没等他说完要求兔子就扑到了身上 对朴士俊的收留表示感谢 随后他们便开始辛勤地劳作起来 一只负责给幼苗浇水 一只则负责收剪大葱 而朴士俊也没想到兔子居然能自带农具 兔子先生的洒水壶能源源不断出水 兔子太太的裙子好像自带空间模仿 能拿出剪刀铁锹之类的工具 有了他们的帮忙后 农婆一下子就被做完了 而他也注意到 小番茄成长得比之前的要快上许多 看来是兔子对植物生长提供了帮助 一旁的兔子夫妇正一脸紧张地看着朴士俊 原来是他们误以为朴士俊不满意他们的工作 因为刚才他有说过不能白吃白吃 随后朴士俊对他们的劳动成果给予了合格 在得到肯定后兔子夫妇十分开心 就在这时他们开始讨论起来 随后向一旁的空地跑去 在选择了一块风水保地后 兔子先生便开始工作起来 片刻之后 待兔子太太挂上花环 一间温馨的房子就此诞生 这可把兔子累得够强 朴士俊也对他的能力表示认可 可就在这时 喜提新居的兔子太太一脸娇羞地看着兔子先生 随即示意他进房聊聊 这可把兔子先生吓一跳 现在是大白天不好吧 可太太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把就将他拖走了 而朴士俊只能含泪祝福 有谁懂单身狗的痛苦 不过这也是万幸的事情 不然一个人在洞穴也是非常无聊的 就在这时他的背后突然冒出了一股黑烟 朴士俊因此疼地跳了起来 胖得他在地上疯狂打滚 当他回头看去发现竟然是塑料瓶发出来了 塑料瓶的折射将阳光汇聚成了一个底 恰好落在他的身上 朴士俊回过神来却是大吃一惊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 不过我们并没有放弃希望 没错 这就是荒野求生的第一节课 如何在野外生活 可经过几次尝试 朴士俊都没能成功 看来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就在这时兔子夫妇的房门被推开 兔子先生一脸憔悴地走了出来 却看见朴士俊趴在地上对着叶子吹起 他随即上前示意要帮忙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随后兔子在下面负责吹起 朴士俊则站起来重新汇集阳光 下一瞬火苗燃起来了 见此朴士俊很是兴奋 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吃熟食了 那么接下来 就让兔子夫妇尝尝人类的美食 经过一段时间的烘烤大葱终于完成了 等到把外面烧焦的部分去除 此刻的大葱变得很是香甜脆爽 经过炭火的烘烤大葱 犹如糖果一般香甜 就感觉口中有一匹脱疆的野马 在大地上奔驰 随后兔子夫妇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 只是简单的两口 就让他们被人类的食物征服 而这也是朴士俊来到黑毯市的第一份熟食 第二天一早他便醒了过来 吃饱喝足后 朴士俊利用火焰做出了火把 他要将这些火把用来照亮整个洞序 可途中他却发现了水中的大鱼 看着落在地面挣扎的鱼儿 朴士俊显得很是意外 之前他并没有在这里看到 可能是因为太暗的缘故 而获得鱼的第一时间 朴士俊就迫不及待地坐起烧头 不一会他大口地养在了烤鱼上 那久违的肉味让朴士俊连连称赞 但没想到的是一旁的兔子夫妇竟然也想吃 虽然感到很是诧异 可他还是拿给了兔子们尝尝味道 随后的生活中 他还掌握了一些规律 在这里每隔30天就会有日食 届时天空会出现一轮蓝月 伴随着的还有一些未知的怪物在动头 由于手机和电脑的电量不足 因此朴士俊就用传统的方法计时 现在也正是他被困此处的第61天 而不久之后兔子夫妇还生下了许多的小兔子 这些小兔崽子很是喜欢朴士俊 他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兔子的甘地 但调皮的小兔子让兔子夫妇累得够强 于是朴士俊就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 得到同意后 他就带着一群小兔子去看他的菜 现在种下的小番茄已经成功开花了 好在他每天都会来人工受负 可长时间下来朴士俊也有些累的受不了 如果能有蜜蜂飞到这里就好 这时的小兔子也学着朴士俊拨弄着番茄花 但仅仅是掉下来的一点点花 就使得小兔子打了一个喷嚏 安抚完调皮的兔子后 朴士俊惊喜地发现 番茄藤上竟然出现了果实 这让他开心地又唱又体 两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第二天一早朴士俊的第一件事 却是给自己穿上了一身大葱防寒服 因为新一轮的日食马上就要开始 做好准备的他随即就和兔子夫妇告别 等到晚上洞外便有着许多的怪物乱黄 而朴士俊则是双目无神地坐在洞内 外面实在吵得他难以入睡 为了不让外面的怪物发现自己 朴士俊还提前将那些会散发味道的东西藏起来 但等待蓝月结束的过程确实太过折磨 本以为再坚持坚持就能度过日子 他却听到了洞外传来的巨大响声 就在朴士俊抬头望向洞外时 一只巨大的红熊也在死死地盯着洞口 看着眼前的晴天巨瘦 朴士俊的心跳不由地加快了几倍 好在红熊似乎还没有发现洞内笑容 见状朴士俊便想躲到洞穴的更深处去 却不想下一秒包包中的番茄和水不慎掉在了地上 他本以为声音很小无法吸引红熊 却不想对方已经趴在了洞口 这一幕也将朴士俊吓得魂飞魄散 而红熊也在洞外疯狂地咆哮着 一副要将他吃下去的模样 惊吓过度的他随即就晕了过去 等到白天的时候 小兔子们就来准备叫朴士俊 见他一直睡得很死 兔子先生就强行给朴士俊开机 被兔子狠狠打了一巴掌 他也就从梦中惊醒 这时的朴士俊还有些神志不清 见状兔子先生就示意他蓝月已经结束了 再次回想着昨晚的经历 朴士俊差点以为自己要死 他身上的大蒜外衣也不在 此刻正冷地浑身颤动 另一边的兔子太太则是找到了昨天掩盖住的火种 等到兔子夫妇将火升起来后 朴士俊这才暖和了许多不一会的时间 兔子太太就把烤好的鱼地了上来 饿了很久的他随即美美地吃着烤 昨晚朴士俊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活着 不过想那么多也没有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好好吃饭 然后活下去 就在这时 兔子先生兴奋地跑过来 他对着朴士俊一一地叫着 看到这一幕的他很是疑惑 随即便跟着兔子先生来到了菜园 此时的小番茄已经长大成熟 浑身散发着晶莹的光芒 健壮的朴士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才短短一天 小番茄就长大了这么多 虽然小番茄很是漂亮新鲜 可让他意外的是 番茄居然是蓝色的 就在朴士俊考虑是否成熟的时候 他的眼前却出现了系统的提示 原来是他达成了收获蓝月气息果实的成就 紧接着系统上显示黑塔的管理者正注视着朴士俊 而上面赫然表明 朴士俊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由于黑塔管理者的失误 健壮的朴士俊立即对着系统大喊 朴士俊的强烈反抗 也许是对他有所愧疚 下一秒塔的管理者就为朴士俊完成了觉醒 这代表着他即将正式成为黑塔中的觉醒者 朴士俊很期待自己获得什么职业 最好是他喜欢的魔法师 但当黑塔的管理者决定好后 朴士俊便直接愣住 原来他觉醒成了S级的黑塔农夫 虽然眼前的这些职业特性看起来很有用 可农夫这个职业他简直无法接受 心中不爽的他当即就要将小番茄摔在地上 但看到下方的小兔子 朴士俊便停了下来 因为这是他们一起努力的劳动成功 望着兔子一家害怕的模样 朴士俊这才平复了心情 再次看向手中的蓝色小番茄 他明白自己不该要拿它发现 因为这是他们努力很久才种出来 也许当一个农夫也挺不错 随即朴士俊便招呼着兔子们一起去种 这是他手中的小番茄生出了一轮光圈 看着上面的介绍 朴士俊这才明白 这颗小番茄并不简单 它不仅十分好吃 还有永久提高魔力和减肥的奇象 现在的朴士俊也反应过来 小番茄竟然是一件道具 虽然只能提高0.05魔力值 但这已经让它不够意外了 与此同时 黑塔的管理者却在死死地盯着朴士俊的菜园 看着菜园中新鲜的小番茄 它的肚子更是止不住的狂叫 而菜园里的朴士俊则是感谢着小兔们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 菜园也很难发展到现在 不过他们的欢声笑语还没有结束 系统的提示便再次传来 上面派发了一个任务给朴士俊 任务的要求却是将蓝色番茄上交给塔的管理者 奖励是一个职业技能 拒绝的代价则是死亡 看着不给就要死的提示 朴士俊一时间也被吓得浑身发抖 虽然说是一个任务 但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在威胁 可想着拒绝的代价 朴士俊还是将番茄献给了塔的管理者 下一秒小番茄便直接消失 而他的任务也成功完成了 刚刚上面还写了任务奖励一个职业技能 所以朴士俊很想知道是什么 打开之后他获得了一级的播种技能 这平凡的技能让朴士俊一阵沉默 但他的职业是黑塔农夫 貌似给播种也是合情合理 好在终归是觉醒了职业 因此接下来朴士俊补鱼也能获得经验值 水潭里的鱼很多 不过他不打算一次性抓完升级 而是决定吃多少抓多少 将鱼全部考树后 朴士俊就大声地呼喊着小兔崽子 闻生的小兔子也是全部跑过来 把兔子幼崽的分完后 最大的两条则是拿给兔子夫妇补身体 觉醒职业的他现在也看到了兔子夫妇的身份 他们的原名叫农夫小白兔 比起战斗 他们更擅长的是种田 朴士俊猜测他们应该是失去了农场 所以才流浪到了这里 如果他也能听懂兔子语就好 至少那样可以聊聊天 吃完东西 朴士俊就兴致勃勃地站起身 今天是他们农场的重要日子 兔子夫妇也是开心地回应了朴士俊 此刻他们的菜园中 小番茄已然成为了饱满的大番茄 望着颜色正常的番茄 朴士俊的眼中充满了期待 小兔子们和他此时的心情一模一样 努力了这么久 现在终于到了采摘的时候 在兔子们的期待下 朴士俊颤抖地伸出了手 随即他就摘下了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颗番茄 而且摘下成熟的魔力小番茄 朴士俊还能获得十点的经验值 不过其比蓝色小番茄的效果要差了一些 食用不再永久增加魔力 而是暂时性地获得 好在其可以叠加十层 健壮的朴士俊看向了别的小番茄 他好奇其余的是否也全部也 果然如他所想 成熟的魔力小番茄都是一致的 但踩到未成熟的小番茄 就只能获得较低的等级经验值 无法同步获得职业经验 测试完的朴士俊就明白 只有成熟的小番茄才是道具 未成熟的就是普通食物 很快朴士俊就摘取了一堆的成熟番茄 它的等级也提升了四级 忙完朴士俊迫不及待地准备品尝番茄 不过一旁的兔子一家却对此表示不满 健壮的朴士俊急忙和小兔子们道歉 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他不该一个人独享 看到朴士俊主动递上了番茄 兔子先生这才笑了消气 将番茄分好后 朴士俊他们便开始享受这份美食 番茄的鲜嫩汁水让兔子们十分开心 朴士俊也果断将番茄丢进了嘴巴里面 细细地咀嚼下 那股酸酸甜甜的蔬果味 让他感觉就像身处夏日的烟火中一般 望着流下了眼泪的朴士俊 兔子夫妇纷纷摇头 对他的行为感到不解 品尝完番茄 小兔子们就开始继续劳作 他们用大葱给番茄搭了一个储存点 健壮的朴士俊则是很欣慰 因为小兔崽子们已经懂得帮助大人 而他今天也很是辛苦 随即朴士俊就戴上了资质眼罩准备入睡 但还没等他彻底睡着 黑塔就再次发送了附加任务 本次任务需要上交100克番茄 不过朴士俊并不想领婚 翻身就继续呼呼大睡 健壮的黑塔管理者便疯狂地提示 这使得朴士俊不得不醒过来 拿完小番茄的黑塔管理者便满足地离开 朴士俊则是埋怨地打开任务奖定 而他完成获得的是采收剂名 这能让快要成熟的果实 自动成熟至最佳状态 本来朴士俊还以为又拿到了一个痛苦剂名 但等他第二天继续干活的时候却发现 对于农夫的他来说采收简直就是神迹 那些还未成熟的番茄 被他触摸后 就会自动转化成了魔力小番茄 这样朴士俊就不需要等番茄成熟 采摘的速度也会变快很多 就在他和小兔子准备休息时 他的管理者又发放了一个任务 上交200颗魔力小番茄 并且没有任何奖励 虽然朴士俊早就预料到对方会来 可没想到这一次连奖励都没有 想着对方给了一个实用技能 朴士俊就再次送上了番茄 但旁边的兔子先生却很不明 在那之后 管理者需要的番茄数量一次比一次高 而且根本不知道收敛 发送任务的次数更是越来越频繁 直到数量涨到上交500颗小番茄时 朴士俊愣住了 他没想到对方竟然贪心到这种程度 而这一次 朴士俊果断地拒绝上交魔力小番茄 听到他的回答 塔的管理者却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这是朴士俊第一次反抗管理者的任务 贪心的黑塔管理者 不仅白调我们的劳动果实 甚至还不给任何奖励 这让朴士俊很是生气 我们也得维持生计啊 毕竟一窝兔崽子的饭量可不行 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可塔的管理者表示 那是朴士俊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并让他速速献上魔力小番茄 文言朴士俊十分生气 这可是我辛苦劳作了好几天才收获的果实 而管理者认为他是在小提大子的 朴士俊心里的唯一一点希望就此换灭 这一次他选择了拒绝 随后扭头就走 直接无视了对方发的信息 见此管理开始慌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朴士俊只管自己的事情 对管理者的信息选择性无视 尽管他说要干掉朴士俊 但朴士俊也丝毫不在意 他并不想把果实分给这个不劳而获的骄傲 可管理者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他必须要无条件服从管理者的命令 朴士俊轻叹一声 正因为如此 他才不愿意给 强行把我拉进来不说 还对我倾注心血的成果不予认可 再加上几乎不给奖励 推你还是塔的管理者 我看你就是一个非心雇主 听到朴士俊的话 管理者犹如晴天霹雳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么说 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难道是我做错了吗 随后傲娇的巨龙只能小心翼翼地说着报警 可还没说完 就从水晶球看到了朴士俊在偷吃小番茄 见状他感到十分愤怒 并大声催促朴朴士俊赶快完成任务 不然就把他干掉 朴士俊偷瞄了一眼 这次就先给你五颗吧 剩下的再扁 因为一旁的兔崽子都为此打起来 下一瞬番茄就被他收走了 并傲娇地表示这次暂且放命 但下不为例 随即就开心地离开了 原来刚才管理的小声道歉 朴士俊已经听到了 所以他才打算献上一些 通过这些行为他推出塔的管理者 说不定是一个单纯到极点的家务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晚上 今天是第九十一天 也就是第三次蓝月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朴士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仅弄了一件披风 还做了一副耳罩 再加上吃小番茄提升魔力 想必对灌兽的咆哮声有抵御作用 不过他还是希望不要发生上次那种事情 但随着太阳被月亮遮挡 一道皎洁的月光撒在小番茄上 朴士俊对此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着植物吸收月光 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小番茄在发生病 受到了月光的洗礼之后 小番茄发出一阵阵凶鸣声 下一刻竟直接进化成了蓝色小番茄 原来蓝色番茄是这样诞生的 这可把他看得一愣一愣的 随后一旁的红薯也发生了异动 难道连红薯也能吸收月光吗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朴士俊飞快地跑过去 随后将覆盖在上面的土壤抛开 见此朴士俊震惊不已 因为之前的红薯净化成了南瓜红薯 并且属性与小番茄的不一样 它还能增加力量值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生计提示 紧接着他便把蓝色的小番茄摘下 左手小番茄右手小红薯 朴士俊感觉像拥有了全世界一样 就在这时 一个任务面板再次出现 而这一切都在朴士俊的意料之中 没想到同时来了两个任务 这次有点狠啊 看来我要是拒绝 说不定真的会被处理掉 而朴士俊早已有了应对之策 那就是先完成上一次的任务 收取完上次未给的几百个小番茄后 管理者就透露出了开心的情绪 随后一脸疑惑地质问朴士俊在偷偷摸摸稿上 而朴士俊表示这一次是不会给他的 于是管理者就恐吓到下次一定要给 便满意地离开了 看着手上的番茄和红薯 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既然如此 那当然得尽自己的嘴吧 朴士俊一脸享受地嚼着 下一瞬全身突然颤抖起来 这股浓郁的清爽甜味 嘴里像是在举办庆典一样 忍无可忍地他打算把红薯也烤 虽然没有吸纸有点可惜 但好在他有万能的聪明 等到第二天一早 日食现象已经结束了 兔子夫妇一家也探头出来查看 因为他们闻到了一股香气 随后就在后面巴唧巴唧地看 而他们也来得正是时候 蕴含着蓝月气息的烤红薯 散发出扑鼻的香气 见此兔崽子们口水滞溜 正当朴士俊要把红薯 拿给小兔子们吃的时候 兔子先生却突然挡在了他的前面 同时咕唧咕唧地给兔崽子们解释 朴士俊也明白了兔子先生的意思 兔子先生以为只有一个 因此他想让朴士俊一个人享受 见此的朴士俊感动不了 眼睛感觉进了一块砖头 还是兔子先生最为我作想 但他可不敢告诉兔子先生 自己刚刚已经偷吃过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 一旁的兔子先生都看得口水滞溜 天后朴士俊迫不及待地咬一口 便却把自己烫得弯弯大脚 这波贪吃直接烫出了内伤 这大概就是偷吃的惩罚吧 而红薯也因此被他甩到了地上 兔子先生顿时感觉整个兔都不好 好在掉地上不到三秒 可以拿起继续吃 可他刚想伸出手拿起 一旁的兔崽子竟然比他伸手还快 还没等兔子先生反应过来 崽子们已经吃到了嘴里 万万没想到的是红薯里面还是烫的 小兔子们随即将红薯又吐了出来 不过还是被烫伤了嘴巴 随后他们呜呜地扑了起来 万幸兔子们没有受伤 唯一可惜的就是这香喷喷的烤红薯 看到掉在地上的烤红薯 朴士俊也意识到现在的资源不够养活巴掌嘴 所以他决定扩大粮食种植 正是兔崽子们巴唧巴唧啃着的红薯名 所以他宣布 暂时禁止吃红薯鸭 闻此兔崽子们顿时整个兔都不好 上前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然而朴士俊不吃这一套 因为他们一整天都不停止 用不了多久就被这几个小家伙都吃光了 对此朴士俊也拿出了应对之策 你们要是帮我种红薯呀 作为奖励 晚饭我们吃更好吃的烤红薯 并且我可以给你们吃更特别的零食 听到特别的零食 兔崽子们口水都流到屏幕上 随即紧紧有条的种植红薯 老大强壮有力负责刨坑挖堆 就在这时又有一只化身老六 看着鲜嫩的红薯叶肚子咕噜咕噜叫起来 偷偷吃一颗应该没人看见吧 下一秒老父亲啪的一声下去 一个小崽子干活还偷吃 另一边 朴士俊正摘着小番茄 因为他要制作特别的零食 就在这时信息栏不断弹出 朴士俊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从农夫FG提升到了一级 随后他将小番茄用鱼骨串联起来 方便等一下的烘烤 与此同时 塔的管理者正在津津有味地 观看朴士俊要做什么美食 当朴士俊回头看去他就躲起来 但还是被朴士俊有所察觉 想必那个家伙一定在偷看 片刻之后炭烤小番茄就做好 闻此兔崽子们便马上停下手中的浓火 蹦跶跶跶跶地朝朴士俊跑去 新鲜出炉的特制烤小番茄骨串 将小番茄串在洗净的食人鱼骨上烤制 果肉变得更加甜软 兔崽子们拿到秘制番茄串 口水忍不住直流 随后他拔出了一颗红薯 没想到接了五颗果实 并且使用后会增加肠道的蠕动能 第一次就收获了这么多 朴士俊对此很是满意 看着一旁的红薯叶 他也没有浪费 哪怕只扔掉一株都很可惜的 就在这时 信息兰再次弹出 由于朴士俊获得了播种技能 所以经过他种植会提升植物存活力 没想到这个也算 那岂不是全都得由我来种 熟练度才能提升 随后他连忙示意兔崽子们停下 剩下的全部交给他种植 而在另一边 管理者在房间里倒顾着什么 只见他小心翼翼将小番茄串起来 然后学着朴士俊放在火上烘烤 片刻之后他便一口吃下 可他却全部吐了出来 没想到会这么苦 但他明明看到朴士俊吃得很香 原来他忘记把烧焦的皮去掉了 与此同时 他也非常好奇朴士俊现在在干嘛 却没想到朴士俊在开心地吃着烤红薯 见此他十分不满 你们这群家伙竟敢背着伟大的飞蓝 艾林普里塔尼大人吃烤红薯 随后朴士俊收到了任务提示 请将一个烤制的红薯献给塔的管理者 奖励无 拒绝的下场死亡 这可把朴士俊愣住 随即扭过头表示拒绝 看着管理很急的样子 朴士俊把他轻松拿捏 现在还有一个有 难道你不打算给点奖励什么吗 而管理者也顾不上三七二十一了 连忙修改任务 现在他心中和脑子都是烤红薯 这次他附加了一个职业技能 朴士俊对此很是满意 那么就给你献上一个吧 而朴士俊也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奖励 恭喜你已获得种子商店 使用时技能会被激活 每三十天可在种子商店购买一次商品 朴士俊激动地站了起来 有了商店就意味着他可以购买其他东西 他随即发动技能 可就在这时朴士俊才想起他没有钱 与此同时 信息矿提示 由于他是第一次使用商店 所以奖励一个塔币 随着东龙的一声朴士俊的钱就到账了 没想到商店消费的是塔币 一塔币相当于一万元左右了 因为新手权限问题 他只能显示出三种物品 并且只能购买其中的一种 看着里面的种子 朴士俊陷入了沉思 白菜和辣椒在这里又不能胭脂 所以用处不大 那么只剩下胡萝卜了 闻此兔崽子们纷纷看向朴士俊 并在一旁闭呀闭呀的叫的 你们想吃胡萝卜吗 兔子孵负口水直流 并且耳朵不由地抖动 朴士俊也感觉十分有趣 因为每叫一次 他们的耳朵就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晚上引着他不断重复胡萝卜 而兔子先生已经忍无可忍 随即就是一击佛山无影角 而朴士俊也购买了胡萝卜种植 兔子对此露出了满满的期待 就连管理者也非常满 而接下来他们将种植新的产品 与此同时 一只小蜜蜂却在悄悄地靠近它 就在朴士俊买下胡萝卜种子 兔子夫妇每天都在期待 就连吃饱饭后都要守在菜园里 就差把兔窝搬过来 所以兔子天生爱胡萝卜 就像泡面离不开白开水一样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们看吧 朴士俊打算先休息一下 因为下午还要给小番茄人工受服 就在朴士俊刚刚睡下 就听到耳边有一阵风鸣声 尽管他不断驱赶 还是在身边飞来飞去 就连兔崽子都无法睡觉 对此他十分生气 哪里来的虫子飞来飞去 随后一只小蜜蜂出现在他面前 而小蜜蜂也一脸好奇地看着他 因为他从没有见过人类这种生物 朴士俊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是上天听到我的祈祷派来的小蜜蜂吗 这也太可爱了吧 就在朴士俊以为喜踢打工仔的时候 他的信息栏弹弹了出来 没想到这么可爱的蜜蜂 居然是一只有毒的蜜蜂 这可把朴士俊吓得一哆嗦 随后他便回头问问兔子夫妇有没有危险事 兔子夫妇已经踢娃跑路了 所以他很危险是不是 你们这群死兔崽子 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跑啊 而接下来的信息才是最可怕的 毒蜜蜂是肉是蜂 利用毒针猎捕怪兽 肯湿气皮肉 毒蜜蜂的毒针极其危险 务必要躲开 随后朴士俊示意他不要过来 我不好吃的只有皮包 而正是这一个行为激怒了他 就在这危急关头 他抓到了一旁的番茄花 不要吃我 要吃就吃这个好 见到新鲜的花朵小蜜蜂意外的平静下 他似乎对花朵很感兴趣 连半个脑瓜子都扎进去 看着他脸上流露的笑容 很难让人想象 他是一只肉食性蜜蜂 就在这时 朴士俊想到了 还要给小番茄人工受粉 紧接着他鼓起勇气 与小蜜蜂交流 如果觉得肚子饿的话 可以试试后面的鲜花 而小蜜蜂很快就沦陷在鲜花的海洋中 朴士俊也是非常得意 嘿嘿 这样一来 我就不用特意给小番茄受粉了吧 不得不夸奖我是一个天才 而一旁的兔崽子们 躲在石头后面 你们还有脸回来吗 丢下我一个人跑路 见此 兔崽子们拿出了最拿手的撒娇术 与此同时 地旁的小蜜蜂又飞回了朴士俊身边 吓得他直接摊在了石头上 而小蜜蜂却是直接落在他的身上 随后伸了一个小懒腰 没想到他就这样睡了过去 但是他的毒针真的不会炸到我 就这样朴士俊农场又多了一个家庭成员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120天 有了小蜜蜂的帮忙 番茄的果实产量也增加了 小蜜蜂每天都很勤劳 早上很早就来到农场干活 然后晚上回到洞外的树林里 想必他是回到了自己的风趣 而朴士俊的晚饭也得到了生计 因为小蜜蜂为他增添了蜂蜜 大葱的味道也变得好吃了许多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今天是第四次蓝月亮到来的日子 朴士俊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 吉利福也得到了生计 但让他奇怪的是 今天的兔崽子们格外地闹倒 就在朴士俊示意他们快点回去的时候 兔子夫妇正抱着兔崽子们 感觉是在鼓励他们 这让朴士俊更加疑惑 下一瞬兔子夫妇便飞快地离开 这可把朴士俊看得一愣一愣的 随后他向朴士俊挥手 好像在说祝你好运一样 一脸猛的朴士俊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直觉告诉他 一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而日识已经开始了 兔崽子们没有回到房间 紧接着朴士俊缓缓缓地扭头看去 只见可爱的兔崽子们体型变得巨大 并且一个个露出了张牙舞爪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朴士俊以为小兔子们要攻击自己时 一道彩色光芒却突然升起 带到光芒散去 一双双可爱的小兔耳朵便直接出现 而小兔子们也纷纷变成了白色和黑色 此刻他才明白这是小兔子的成年仪式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兔子夫妇也为孩子们长大感到开心 与此同时 老大伸出手掌咕唧咕唧的叫 这让朴士俊感到非常奇怪 下一瞬一把铁锹就出现在他的手上 见此朴士俊内心猛然一阵 原来只要成长为成年农民白兔 他们就能获得专属于自己的绑冰道具 那想必也不能借来用了 老大觉醒了铁锹 老二继承了兔子先生的洒水 老三则是推车 老四则是镰刀 唯独老五是个例外 不 应该叫他小飞子老六 因为他觉醒的是一把锤子 并且他的职业不是农民 而是一名战士 兔崽子也很满意他的职业 画面一转 大伙都开始劳作起来 老二跟着老爸负责交手 老四则是跟着妈妈收剪大葱 不过你这个兔崽子要小心使用镰刀 因为那是很危险的农具 老大则是负责给植物松统 有了老三的推车 搬运小番茄轻松了许多 看着昔日的兔崽子们一点点的成长 都能帮爸爸妈妈干活了 朴士俊也是感动不已 不过这里还有一只老六 成为了塔中唯一的无业游民 因为战士的职业是负责保护农场 但这里在洞内 没有能威胁到农业生产的怪兽 不能让老五觉得自己毫无用处 就在这时兔崽子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他指着后面的鱼塘 嗲嗲嗲地叫着 而朴士俊也明白他想表达什么 可以利用锤子捕鱼 只要他把鱼引出来 兔崽子就负责抓 随后朴士俊便开始尝试起来 就在这时一条大鱼一跃而起 兔崽子也是抓转的时机 对着大鱼就是哐当一锤 身为战士的老五果然是身手敏捷 不过今晚的食物可就惨 因为他变成了我们吃不起的鱼子酱 而小黑子竟毫不知情 看看我的表现怎么样 男人瞬间野化 你这是想让大家吃咔崩萃的味道是吗 坚持不能浪费食物的原子 今晚的伙食就是鱼泥酱 但看着稀巴烂的鱼肉 大伙都没有了食物 忙活了一天没想到让他吃这个 对此其他兔崽子们十分生气 而朴士俊只能出来安慰可怜的老五 只要多加练习就熟能生巧 就这样 在兔子们逐渐熟悉了自己的角色时 种子商店再次开启 而朴士俊已经迫不及待 可下一秒他却是突然愣子 因为种子的价格和第一次的相差太大 现在他的全部身家只有0.9塔币 只能买磨玉米种子 他必须想办法赚取更多的钱 以致在塔里赚取塔币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通关楼层所获得的通关奖励 第二种是捕猎怪兽 将值钱的物品卖给流浪商人 第三种是完成任务得到的奖励 这三种方法当中 通关楼层对于根本无法离开洞口的我来说 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 随后他示意管理 可不可以把奖励换成塔币 可管理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塔币 但他表示等他长大了就可以给了 朴士俊有一些失落 那要等多久啊 而管理也是很大方地告诉了他要300年走 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 眼下还是考虑如何生存吧 由于塔币问题 只能选择玉米种子了 下一刻一个井囊就凭空出现 而里面金灿灿的玉米种子苛刻饱满 见状所有人都变得斗志昂扬 不过在那之前先填饱肚子 一段时间后 大家伙已经吃得饱饱了 但还剩下几条烤鱼 朴士俊打算将其晒干存储起来 而小蜜蜂也有好几天没过来 刚见到朴士俊就黏着它 就在这时 小蜜蜂突然感觉到有东西靠近 兔子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可把朴士俊吓得一哆嗦 难道是有怪兽 紧接着一只猫手突然伸了出来 别紧张 我不是坏猫 他也是非常好奇猫咪来这里干什么 下一瞬他就从上面跳了下来 并伸出了粉粉嫩嫩的猫爪 你好 我是流浪商人太傲 就这样 朴士俊意外捡到了一只招财猫 而这也是朴士俊第一次见到流浪商人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居然会是一只猫咪 那双滴溜溜的眼睛 肉嘟嘟的脸颊 还有软糊糊的猫爪 这简直太犯规了吧 爱猫人是朴士俊完全无法招枪 而朴士俊只能把想要撸猫的冲动克制下来 原来小猫咪得知了朴士俊是种子商店的新会员 所以他才来跟朴士俊打一下招 顺便做一点小生意 原来这个才是他的目的 而朴士俊也好奇他有什么好东西 可就在这时 猫咪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 他也表示非常抱歉 因为他路上没吃什么东西 没想到生意没开始肚子就来当了 见此朴士俊也嘴一笑 既然他是来找我做生意的 那我应该先赚一笔 随即掏出了一条烤鱼 想不想吃 见此猫咪口水忍不住直流 同龄般的大眼睛流露出的都是真爱 天下就没有一只猫能抵御鱼肉的用 没想到猫咪馋归馋 还是象征性地表示拒绝 对朴士俊来说 这波他表示轻松拿捏 你不想尝尝 烤得香喷喷的鱼肉有多美味吗 在朴士俊的一番引诱之下 猫咪最终还是沦陷了 没想到猫咪胃口还挺大的 一口气吃掉了五条烤鱼 把肚子都吃得圆滚滚 而猫咪也对朴士俊表示感谢 朴士俊微笑着说道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 猫咪随即拿出他的商品 可朴士俊却打断了他 在那之前先把烤鱼的潜伏 一共0.5塔币 刚出道的猫咪不知道社会嫌疑 难道不是你请我的吗 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你该不会打算吃了顾客的鱼 就溜之大鸡吧 那得看看我的小伙伴们搭不搭一体 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猫咪只能含泪掏碰了家底 没想到出师为洁身先死 生意还没做成 还让顾客赚了一笔 这让我怎么在猫界混下去 而猫咪觉得自己不能白白吃亏 随即让朴士俊看看自己的宝贝 他也是十分自信地介绍起 自己的稀有商品 这个保温杯施加了保存魔法 无论是往里面倒热的 还是冷的东西 都能一直保温保冷 还有这个迷衣小风扇 他被施加了风魔法 就在这时朴士俊打断了他 并直言不讳地表示 你带来的东西其实都是破烂 为此猫咪十分生气 这些可是他从塔外弄来的稀有物品 你不试货也就算了 竟然还说是垃圾 朴士俊不慌不慢地说到 自己就是从塔外进来 这直接让猫咪怀疑起了猫声 随后朴士俊告诉他 上面并没有什么魔法 这个保温杯的原理 是通过隔绝与外界的接触 从而阻止热量外协 迷你电风扇和便携式暖宝宝 则在打开开关后 要不了几个小时 就会因为电池的电量耗尽而停止工作 可猫咪显然不相信朴士俊说的 斯卡拉姆明明说过 他们被施加了魔法 就在这时 小风扇没有了电量停止了转动 他样子是卖给你东西的 那个叫斯卡拉姆的家伙 骗了你 这时猫咪才相信朴士俊说的 斯卡拉姆这个可恶的臭哥布林 猫咪嚎啕大哭起来 为什么我总是被骗 见此朴士俊便上前安慰他 如果不介意的话 可以跟我讲讲发生了什么事吗 于是猫咪诉说了 自己藏在心中的骨 他本是75层中立地带的一员 对格拉尼尔村的第一美猫 玛丽尔爱慕已久 随后他凑够了小鱼竿打算去表白 而玛丽尔对他廉价的鱼十分不满 一巴掌就扇到了地上 并且对泰奥艾达布林 就在这时村里首富家的少爷欧人出现了 他仅仅只是拿出了一条三文鱼 就让玛丽尔为之亲爱 什么廉价的货色也敢拿出来当礼物 至少要是一条高级的三文鱼吧 这可把泰奥愣住 因为他韬光家底也买不起一条 就这样玛丽尔被富二代拐走了 泰奥不相信青梅竹马会抛下他 你能看着我的眼睛发誓 我们的回忆都不是真的吗 文慈玛丽尔低下头 下一瞬露出了尖利的猫爪表示 我只不过是给你几个好脸色 你就一直缠着我 我最讨厌你这种浑身散发着廉价鱼味道的猫了 这让泰奥直接怀疑起了猫生 原来猫界也有肺羊羊 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伤心的地理 变成了现在的流浪商人 而他拿出五十塔币注册商人后 本想用剩下的五块钱购买商品的 却不料遇到了斯卡拉姆 在他的隐忧下 泰奥听信了贩卖塔外东西能获取高利润的鬼话 随后他带着满满的气带 饿着肚子来到镇 却被告知是一堆破烂 连身上唯一的钱也被花完了 随即抱头痛哭起来 朴世俊也看出了他真是个出类拔萃的冤大头 就在这时他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紧接着让他先吃两条烤鱼冷静一下 但猫咪好像被骗怕了 你肯定又想等我吃完再要钱吧 我又不是傻子 朴世俊表示免费送他 闻此猫咪瞪大了眼睛 真的吗 但有一个条件 就这样朴世俊发现了一个冤大头 不 应该是合伙人 猫记得费羊羊为了几条烤鱼 竟然就让男人随意地摸头 甚至还给他当起了打工子 原本泰奥只是前来和朴世俊交易 却不想他因为太晚 便落入了朴世俊的套路中 泰奥对于朴世俊找他合作感到很不紧 因为他不管从什么地方看 都是个没用的菜鸟流浪商人 但朴世俊认为他还是很有能力的 毕竟能找到自己这个优质合作伙伴 就能证明泰奥运气足够好 接下来就是正式和小猫泰奥进行谈判 随即朴世俊就呼唤了一下兔子们 不疑会兔子一家就弄好了一个豪华版的谈判地点 而朴世俊也舒舒服服地躺在了上面 泰奥现在已经没有了启动资金 那些假货也不可能卖出去 所以朴世俊就给他提了一个荒案 那就是给他卖东西 销售获利的一部分会当作奖金给泰奥 不过奖金这个词对于他来说却很陌生 闻言的朴世俊就耐心地给他解释 拿给他卖的商品泰奥可以自己定假 不管是什么价格卖出 朴世俊都会给他三至五个点的塔币分成 一番解释之下 泰奥也明白了情况 可这个分成让他感觉对自己很不利 于是他便没有回答朴世俊 毕竟刚刚才上了答 朴世俊也明白他的心思 随即就让小兔子们把他的秘密武器拿来 望着前面一条条的烤鱼 泰奥的眼睛瞪着冤枯 见状的朴世俊立马趁热打铁 他告诉泰奥 只要合作达成 不仅能拿到分潮 每周还会给他十条烤鱼或者等下的塔币 听到这个条件 加上飘着香气的烤鱼 泰奥已经止不住地留下了口水 但想到此前被骗的种种经历 他感觉自己不能同意朴世俊的合作效果 可是泰奥的眼泪已经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没办法 小猫是很难抗拒考虑的 缓缓地擦了一下口水 泰奥说着如果能给二十条烤鱼 他就会考虑一下合作 听到泰奥还是上当了 朴世俊果断拿出了二十条烤鱼 并且承诺再加五条 文言的泰奥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因为这是整整二十五条烤鱼 同时朴世俊还给了特殊服务 除了每周薪资以外 只要泰奥来这 都可以尽情地吃口 不用花一分钱 听到朴世俊那话 小猫泰奥的心此刻止不住地砰砰跳 得到泰奥的同意后 朴世俊就准备和他签约 泰奥更是主动提供纸合 很快朴世俊就把合约内容全部写好 泰奥和他也果断地按上了各自的事 现在签约已经完成 朴世俊欣欣慰地搂着这个小伙伴 而泰奥终于是反应过来 由于刚刚太过兴奋 竟然不自觉间就该首映了 上面的内容他还没有看是什么 就在泰奥想抓住合约纸的时候 纸张却已经飘了出去 随后两人的合约也就达成了 只要是双方同意的情况下 黑塔就会促成本次合作 之前朴世俊就听说了黑塔中的这个功能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产生效力的 旁边的泰奥则在懊恼不已 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份合约 而其中一条竟然还需要他使用自己家乡的方言 也就是喵喵语气 可能会让他很害羞的 对此朴世俊说着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 随即他还想伸出手和小猫击掌 但却被生气的泰奥打开了 因为能不能合作下去还无从得知 毕竟第一条中写得很清楚 泰奥干得不好 合约就会失效 魂言的朴世俊就用出小猫无法抗拒的摸头杀 并且鼓励着自己知道泰老板是个有能力的商人 一番糖衣炮弹下 泰奥也被朴世俊哄得飘飘忍 而朴世俊则顺理成章的撸猫 决定好合作后 泰奥询问他需要卖的是什么商品 于是朴世俊就将他带到了农场 随即摘了一枚小番茄示意 这个就是需要卖出的商品 简单的查看了一下 泰奥也明白了这是一件增加魔力的道具 卖给最近刚进塔的觉醒者 也许每颗能有0.01塔并 可朴世俊订的最低价却翻了5倍 这使得泰奥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回过神意想 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好事 根据合约 如果他完不成目标 不仅能收下烤鱼 还可以直接毁约 想到这里 泰奥就主动询问他需要带多少去买 而朴世俊早就让小兔子们搬了馆 一共需要带1000颗小番茄 本周的25条烤鱼也给泰奥准备好 但朴世俊想知道他该怎么带走货 随即泰奥就取出了自己的道具包裹 这是一种施加了多种魔法的储存道具 技能保鲜空间还大 下一秒泰奥就把自己的包裹扔了出去 带到魔法发动 小番茄和烤鱼就纷纷被吸入其中 随后缓缓地落到了地上 这道具让朴世俊连连称赞 而泰奥已经背上包裹准备出发 和朴世俊挥手道别 泰奥就前去售卖魔力小番茄 几天之后的黑塔38层处 正有着一群人在狩猎魔物 随着工会成员默契地配合下 大蜘蛛就被他们斩杀了 就在几人开心地聊天时 这位队长身后的草丛却发出了声音 听到声音男人也就转过头来 正当几人以为是什么隐藏凶兽事 泰奥就示意他们自己是来交易的 随即他就迈着猫布走了出来 决心者们认出了泰奥流浪伤人的身份 而泰奥也遵守了合约用了喵喵女 这可爱的模样引得一众女孩子的喜爱 现在泰奥明白了为什么朴世俊会加这个条件 果然他一开口就得到了好感 而泰奥也没有迟疑 一下就把魔力小番茄掏了出来 众人一看瞬间就没有了兴趣 泰奥则是让他们打开讯息栏看 不一会决心者们这才明白小番茄竟然是一件道具 虽然其可以增加0.01的魔力 但听到一颗售价就是0.05坦 几人认为泰奥这是疯了 随即就要离开 然而其中的一个女孩却死死地盯着番茄的讯息 因为上面赫然写着吃下就能分解10克的脂肪 而且能重复10日 听到女孩的话 刚刚要走的几人停下了部分 能够无负作用的减肥使得他们愣住 下一秒几人同时转过身来 仔细读了一下效果后 他们发现小番茄真是减肥的神奇 在泰奥的震惊下 此前还不感兴趣的他们 现在却都要大批量的购买番茄 就连没有身材烦恼的队员建筑 也全都准备买下一心 与此同时的天坑中 朴士俊正和兔子太太在辛勤地劳动着 眼前的小番茄虽然增加魔力有限 但光是能分解脂肪且没有副作用之一 想来一定会受到减肥人士的喜欢 同时味道还非常的好 朴士俊坚信魔力小番茄一定会大卖的 正如他所想的一样 带出去的1000颗番茄不到几分钟就全卖光了 对此他要敦服在地上感到很不可思议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 辛勤的小猫咪每天卖力劳作 可黑心的农场主却给他降值减薪 对此他要非但没有不开心 甚至还要加倍地工作 重新拿回太老板的职位 只因这是他第一次卖到了这么多的钱 而在小猫外出的期间 朴士俊和兔子们就种下了胡萝卜种子 很多天后这些种子也就全部长出了那年 但获得的1000粒种子中 却只有700颗左右存活 而从茉莉小番茄内提取的种子 也并没有全部发芽 糯玉米和红薯芽同样如此 就算是朴士俊亲自种植 发芽率也就在60%左右 造成这种结果 他想大概是农夫的等级太低 又或者是洞内的土壤不够肥沃 现在已经找到了转区塔壁的渠道 所以接下来要更加努力地种植 就在朴士俊和兔子先生斗志昂阳的时候 他们的身后却发出了一声巨蜒 原来是黑兔老五正在发誓捕育 只见他用火把勾引出大量的食人鱼 下一秒老五抡起大锤 一眨眼就将这些鱼全部打晕 见状朴士俊夸赞起了老五的捕育技术 而捕获了大量鱼的老五浑身 开始散发着光芒 这是升级的表现 看到这里的朴士俊欣为不已 白兔们都是靠耕种获得经验 小黑兔则第一次通过捕猎升级 一直是农场最没用的老五 如今终于在哥哥们的面前炫耀了一次 虽然很快就被小白兔制裁了 一旁的朴士俊趁着休息时间 便开始在包包中摸索 很快他就将泰奥带来的保温杯取了出来 而在其中他发现了留下来的几包咖啡 这也多亏泰奥和那个叫斯卡拉姆的没有打开过 不然自己还无法在黑塔中喝到咖啡 随即朴士俊就撕开一包 然后倒入了水瓶中去 虽然朴士俊没有糖 但好在有着小蜜蜂吐出的蜂蜜 注意会儿 一份独特的蜂蜜美食咖啡也就做好了 一阵暴风吸入后 朴士俊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看着有些异动的小兔子 他就将咖啡递了过去 然而才刚刚喝了一口 黑兔老五的脸色就瞬间大变 随后就将咖啡全部吐了出去 其余的小兔子也都无法适应咖啡的本色 这时朴士俊听到了嗡嗡的声音 回过头一看 他就叫了一下小蜜蜂 小蜜蜂也很开心地回应了朴士俊 看着小蜜蜂飞的方向 朴士俊发现那里多出了一个蜂巢 原来小蜜蜂把家搬到了洞内 见状朴士俊和小兔子们都为他感到开心 管理者会很伤心 看到连威胁的话都消失了 朴士俊心中暗暗窃喜 不过他还是把小蜜蜂交给了管理者 对方甚至还对朴士俊表示感谢 这让朴士俊不禁一阵欣慰 管理者的态度相比从前已经改变了太多了 而在黑塔某一处的哥布林家中 斯卡拉姆正在喝盆饭喝酒 但他的嘴里却突然提起了小猫泰奥 因为斯卡拉姆断定泰奥一定卖不出那些垃圾 花光前的泰奥必然会回到流浪商人工会 届时他就假装好心借钱给泰奥当资金 然后让其永远沦为给自己还利息的奴隶 喝完酒后 斯卡拉姆兴致勃勃地打开了商人销售 今天正是榜单更新的时候 而斯卡拉姆也成功挤进了前一千名 旁边的哥布林都为他道喜 同时赶在什么时候才能进榜单 听到同伴的夸赞 斯卡拉姆暗自得意 不枉他坑了那么多的冤大头 何等他想查看自己前面的商人时 斯卡拉姆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因为他竟然发现泰奥还排在了自己的头上 听到别的同伴正在小声议论 这使得斯卡拉姆瞬间气急败坏 更是准备抓到泰奥夺取他卖东西的秘密 又过了几天 泰奥终于是返回了洞中 他激动万分地和朴士郡打着招 可此前郁闷的样子截然不同 泰奥这么快就回来使得朴士郡很惊讶 但不曾想泰奥误以为是被发现了 于是就主动说着他下次卖完东西就立马回来 不会在其他楼层玩耍 随即朴士郡就询问了一下 泰奥如实地交代自己完了四天 因为他走之前说过去三十几层卖东西 来回需要十天左右 却不想他卖光番茄后还有四天的时间玩水 朴士郡本来以为卖东西都要花上很多天 结果他十四天就回来了 想必是一到地点就立马卖完了番茄 看着一直在道歉的小猫 朴士郡突然抓住了他的肩膀 随即就满脸邪恶地让泰奥如实交代一起 就这样 小兔子们和朴士郡一起拼着泰奥的经过 不一会的功夫 他就说明了情况 还把卖出的五十塔币全部拿了出来 拿到钱朴士郡稍稍思索了一番 然后就把二塔币给了泰奥 但让泰奥疑惑的是 朴士郡对自己的称呼变成了小泰 而不是泰老板 文言的朴士郡就解释了这是对他贪玩的降值惩罚 提成等他努力回到老板的职位后再整到5% 见状的泰奥非但没有郁闷 还信心满满地要卖力工作当上老板 现在朴士郡发现泰奥说话会在后面加上一个喵 这本是合约要求经商食用即可 没想到泰奥尝到甜头后 就决定以后说话都用喵喵语 一旁的朴士郡想到以后小番茄一定会更受欢迎 那他名扬天下也就指日可待了 听到这里的泰奥很运步 朴士郡就说这讯息页面都会标注种植者 因此人们会慢慢知道是他发明的小番茄 再想到了黑塔中的规则后 泰奥瞬间就被吓得说不出话 在黑塔中 有着防止抢新手流浪商人客户的机制 对于新手流浪商人所出售的攻击 黑塔会自动掩盖掉种植者的信仰 而泰奥正是一个新手商人 所以种植者一栏不会标注是朴士郡培育 一想到这里 泰奥的冷汗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如果让朴士郡知道的话 那他很有可能会从小泰变成小泰实习生 或者是更低的小泰兼职生 随即泰奥就赶紧让朴士郡给自己番茄 泰奥立马出发去销售 闻言的朴士郡让他休息几天 毕竟周工资还没有给他 怎料泰奥直接主动前去打包小番茄 嘴里还念叨着要努力工作 因为要想解除遮挡种植者的限制 那他就必须尽快赚到一千塔利 成为中间流浪商人才可以 看着如此激动的泰奥 朴士郡和黑兔都很不及 难不成他这是被金钱迷晕了吗 朝夕相处的小蜜蜂 一夜之间竟成为了大眼蒙昧 男人只是拿出了新鲜的花笔 便引来女王丰的头怀送抱 甚至还给朴士郡生了一窝蜜蜂柚子 有了小蜜蜂的帮忙 小番茄的产量便得到了提升 而金泰奥授出的魔力小番茄 更是得到了一众冒险者的赞生 其中会长的女儿对小番茄爱得不行 还让他下次多待一喜 看到这里的冬芝会长眼角流下了泪水 因为女儿此前减肥不顺整天和他发脾气 如今却说着爱爸爸 这使得冬芝久违的开心不已 别的队员也因为送了小番茄 女神竟然就答应了他的追求 听到这里 那些没有买到的 纷纷想出高价购买 而冬芝为了能讨女人欢心 便想再次集结人前去38层击山魔物 就在队员认为太平凡 大家会抱怨的时候 后面却有人立马同意冬芝的积极 来人正是此前的几名女队员 在小番茄的帮助下 他们个个都变得环飞艳瘦 问我多姿 但想一直保持好身材 他们对小番茄的需求就越旺盛 得到队员回应的冬芝 立马就来了动力 随即几人就开始前去偶遇小猫咪 几天之后的38层中 泰奥正满脸苦恼地走在路上 背抱一次最多装1500颗小番茄 这意味着他要来回十多趟 才能赚够1000塔利 不一会泰奥来到了 此前人类聚集的地方 可四处张望下去看不到一个人 就在这时 旁边的树丛中传来了惊喜的声音 看着小猫泰奥 他们显得很是开心 随即就呼唤了别的同伴 原来这些觉醒者 竟然在这里等了泰奥整整三天 目的就是为了买魔力小番茄 文言的泰奥张大了猫嘴 一脸难以置信 就在对方准备 直接按之前的价格付钱时 泰奥却赶紧阻止了他 小猫举起了肉乎乎的爪子 然后说着现在涨价了 听到涨价的消息 几人都纷纷着急起来 健壮的会长东直就询问涨了多少 随即泰奥自信地说着 现在是0.07的第一颗 但他的内心却非常慌乱 因为涨这么多的花 很可能就卖不出去 然而下一秒会长却没有丝毫迟疑 立马就扔出一袋塔利 要买200颗 这惊得泰奥直接发出喵叫 其余的队员们也在小声议论 毕竟小番茄这么好的道具 价格高一点也正常 且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多久 于是所有人都纷纷大批购买 不到几分钟泰奥带来的小番茄 就全部卖光了 临走时会长询问了 泰奥下次来这里的时间 得知要十天之后 东直则满意地点了点 那个时候他们正好能赶上 买完番茄东直就召集队员们 前往击杀蜘蛛馆 听到他们还会再来 泰奥不禁暗自窃喜 有了老顾客 想必很快就能赚到1000塔 就在他幻想着成为终极商人之时 另一队的冒险者 却和泰奥打起了招 原来是苏夏发现 泰奥和他之前的小猫很像 不过泰奥对几人 教自己小猫咪很不行 健壮的苏夏便急忙道歉 一番交流下 泰奥也得知了 苏夏以前有只很像他的猫 对此泰奥很不赞成 肯定是你认错了苗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猫咪 随即就转身离开 而苏夏则是急忙拿出了一根猫条 看着苏夏满眼的期待和温柔 泰奥便说着自己只喜欢烤骨 才不喜欢别的东西 可话才说了一半 他便彻底沦陷在手中的美味上 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东西 简直香到不行的喵 短短几秒钟 泰奥就把猫条全部炫完了 贪吃的他还想要更多 而苏夏便掏出了许多口味的猫条 但他有一个条件 只要泰奥能和自己拍合照 就会全部送给他 文言的泰奥没有半点迟疑 别说一张了 拍一辈子都可以 一段时间后 泰奥便心满意足地啃着猫条离开 队友们也是难得见苏夏这么开心 而苏夏看着手机中的照片也是很难 并表示下次还会带猫条给泰奥 因为他实在太可爱了 与此同时的煽动之中 朴氏骏正在给战士黑兔进行游泳特训 为了保证安全 他还把食人鱼近处的入口封上 之所以给小黑兔进行特训 是因为几天前 他突然一动不动地浮在了水泥 这使得朴氏骏下的原地大叫 兔子太太更是直接晕了过去 现在想起来他还是一阵后跑 唯独小黑兔却一点都不在意 训练了一下午 朴氏骏现在很想吃些甜食 然而之前小蜜蜂给他准备的蜂蜜 已经全部没有 说起来 自从小蜜蜂搬家后 就经常闷在蜂巢之中 可抬头一望 蜂窝的四周却让朴氏骏很是惊讶 原本简陋的小蜂巢 现在不仅变得更麻 甚至还多出了许多只小号毒蜜蜂幼崽 看到这里朴氏骏怀疑难道是小蜜蜂的宝宝吗 想着很久没有见小蜜蜂了 朴氏骏就前去准备一下见面 怎么说也得和他打一下招 摘完新鲜的番茄花后 朴氏骏就在外面呼唤着小蜜蜂 可他们的到来好像激怒了蜜蜂幼崽 下一刻蜜蜂就把毒针对准了朴氏骏和小兔子 而在蜂巢内的小蜜蜂也听到了朴氏骏的声音 外面的黑兔老五当即掏出了木槌 他可不怕这些小蜜蜂 就在双方即将发生争斗时 很快就有一道声音制止了所有的蜜蜂又走 当朴氏骏害怕的抬头一看 只见一只大型的人形蜜蜂缓缓缓朝他飞过来 看着前方的蜜蜂 朴氏骏也是一眼认了出来 这难道是小蜜蜂生机后的样子吗 而通过讯息提示 此刻的小蜜蜂已经成为了女王不蜜蜂 虽然说女大事八变 但小蜜蜂这个变化使得朴氏骏看傻了眼 表面上可可爱的小蜜蜂 背地里却是喜欢捕猎的食肉型怪兽 如今他竟还成为了娇俏的大眼萌妹 这使得朴氏骏看红了脸颊 就连管理者黑龙爱玲都很迷惑 因为这和他爷爷说的并不一样 小蜜蜂们在朴氏骏的农场中 并没有食肉而是在稀释花蜜 现在女王蜂开心地捕动着翅膀 像朴氏骏肯定自己就是之前的小蜜蜂 确认完后 小黑兔和他都大吃一惊 因为这变化实在是太大 小蜜蜂还调皮地摆了一个姿势 而他之所以能净化 还多亏了朴氏骏种下的那些蔬果 但自从每天来吃下蓝月洗礼的花蜜后 小蜜蜂身上的香味变得比之前更美 就连身体也愈发地变跑 加上原来的女王蜂对自己的警惕 小蜜蜂也弄明白了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那就是他也能够生宝宝成为女王蜂了 因此小蜜蜂便决定出来自立门户 还将蜂巢住在了最安全的地方 之后他就在蜂巢中独自忍受着痛苦 终于在历经数次的变化后 小蜜蜂这才迎来了新生 他蜕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女王蜂 为了庆祝他的进化 朴氏骏献上了最新鲜的花朵 虽然现在到戏有些晚了 可这还是女王蜂第一次收到礼物 开心的他下一秒便扑到了朴氏骏的怀中 朴氏骏也被他的热情弄得不知所措 紧接着小蜜蜂宝宝们学着女王和朴氏骏贴贴 小蜜蜂和兔子一家也相处得十分友好 几天之后的早晨 鉴于本次蓝月很平静 朴氏骏便想美美地睡懒觉 不过却被小兔子们叫了起来 原来是兔子先生发现农场中的胡萝卜成熟 而且还是沾染了蓝月气息的胡萝卜 想来兔子先生他们就是因为蓝月萝卜才叫醒自己 在小兔子们的满心期待下 朴氏骏就伸手将其拔出 沾染蓝月气息的胡萝卜色泽很是诱人 虽然暂时只有一根提前熟了 他的全名是敏捷胡萝卜 比起此前的小番茄更高一级 实用能增加0.05的敏捷度 而摘取一家级的胡萝卜 朴氏骏获得了大量的经验 采摘技能也来到了两级 查看完敏捷胡萝卜的效果后 朴氏骏就转身递给了兔子先生 多亏了他们的辛勤劳作 这才有农场的今天 拿到胡萝卜的兔子一家眼中满是渴望 见状一旁的老四镰刀兔就示意了父亲 随即兔子先生一把抛飞了胡萝卜 下一秒镰刀兔使出了绝招霹雳一声 随着无数的刀刃赏过 敏捷胡萝卜便被分为了七款 同时精准地落在了小兔子们的手上 如此帅气的刀法瞬间得到了所有人的夸赞 看到哥哥和自己炫耀 小黑兔便表现出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 本次蓝月降临不止收获了敏捷胡萝卜 小番茄中也出现了五颗蓝色的 一直观察的管理者艾琳第一时间发布了任务 而朴氏骏也果断地上交了一颗 这是上次答应给的 但听到朴氏骏想要职业技能 艾琳便表示过几天应该就能停 管理者的话让朴氏骏很迷惑 但还不等他多想 旁边传来的猫叫就吸引了他 原来是卖完番茄的泰奥回来 不过他的到来却被小蜜蜂们误以为是敌人 大概是此前小蜜蜂没有见过泰奥 所以敌意才这么大 于是朴氏骏就把泰奥抱进怀里 向小蜜蜂们传达小猫也是我们的家人 看到这里小蜜蜂们这才继续去工作 泰奥则是说着是郡哥谢谢你了 听到泰奥和自己称兄道弟 朴氏骏一把捏住他的小脸 现在你已经降职呈员工 对我要称呼为老板 知道错的泰奥到完欠就把卖出的钱给朴氏骏 这一代中总共有75塔币 可这还没有结束 泰奥随即再次掏出了一代塔币 他说着自己把魔力小番茄的价格涨 现在还多出了30塔币 本以为自己的表现能恢复泰老板的职位 却不想黑心的农场主还是称呼他为小泰 提成也只有2塔币 甚至还给泰奥一顿CP 无奈之下的小猫只好感慨老板太难当了 伤心之下的泰奥随即就拿出了猫条 然后开心地舔了起来 这一幕也吸引了朴氏骏的注意 回头看着小猫手中的东西 朴氏骏惊讶地询问着泰奥是怎么获得的 老实的小猫一五一时地告知了黑心毛板 这是他和人类拍照获得的猫条 并且还算给了小兔子吃 听到是人类给的 朴氏骏就想到了此前听过的黑塔规则 塔外的东西进入塔内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和他一样被召唤时携带的东西 而另一种就是觉醒的猎人带进来 通常也只能带1000克左右 不过从塔内带出去的东西却没有限制 什么道具都能拿走 碍于进塔时有限制 所以猎人们通常只会带一些实用的物 以及灯塔时会用到的解压食物 让朴氏骏意外的是 竟然有人会选择带猫条来飞它 可以想到这里 朴氏骏便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随后他就满脸邪笑地盯着泰奥看 小猫以为朴氏骏也想吃 于是就把猫条逼了过来 没想到的是飞心农场主竟然一把全部抢走 这使得小猫咪急忙抓住朴氏骏的衣服 让他把猫条还给自己 健壮的朴氏骏说着这是泰奥和人类拍照交易获得 而根据此前签订的第三条特殊条款 泰奥是不能私自开发新客户 文言的小猫瞬间傻眼 黑心合同简直害猫啊 看着伤心故意的泰奥 朴氏骏转化了称呼 接下来他想和泰老板讨论一下新的客户 听到朴氏骏承诺让他当一个小时的老板 如果以后表现优异 想当多久都行 文言的泰奥瞬间就被成功忽悠了 随即朴氏骏一把举起了小猫 并且将它放在了自己的怀中 旁边的小兔子则是在一旁扇风 其余的则是给它考虑 这就是老板的待遇 而朴氏骏更是亲自撕开猫体 然后一点点的喂给泰奥吃 老板的待遇让小猫腻忘乎所有 不一会后 小猫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 接下来他还想吃朴氏骏亲自烤的考虑 文言的朴氏骏也欣然答应 于是就在火堆旁操作起来 考制的途中 他询问泰奥是怎么不跟怪兽战斗 就能上去第38层的 听到他的话 泰奥就展示了他胸前的勋章 这是流浪商人的资格证 为了维持资格 每年都需要上交昂贵的费用 等级越高 需要缴纳的塔币越多 同时获得的好处也更多 不仅能得到协会保 还可以使用各种便利设施 而不受怪兽攻击 这也是流浪商人拥有的一个特权之一 调氏骏想知道他能不能带猎人来这 这样他也可以豁酒出去 但泰奥却摇了摇头 因为只有流浪商人才能不受攻击 况且如果没有商人的专用通道 是不可能只花费五天 就能从38层到这里 听他的话 朴氏骏便询问了这里是第几层 怎料泰奥竟然说着他身处的天坑 是在99层 这句话瞬间让朴氏骏愣住 看着朴氏骏的模样 泰奥很疑惑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可现在的朴氏骏已经被99层吓傻 而泰奥还不能带人前来 所以他大概是要永远被困在这里 就在朴氏骏低落到极点的时候 小猫泰奥急忙上前抓住了他的鱼 然后使劲地晃着让朴氏骏恢复清醒 本以为泰奥是能体会自己的难受 却不想原来是他的鱼烤服了 重新给泰奥烤上鱼后 朴氏骏就再次思考着 现在猎人们最多就在40层上下排红 而他在99层 基本上是可以放弃出他 一旁的泰奥没有注意朴氏骏的心情 还在指挥着他把鱼烤好 健壮的朴氏骏没有再听覆 因为一个小时早就过去 还没当过老板的泰奥 只好轻轻叹了一把气 这时的朴氏骏注意到了商人勋章 如果有这个的话 那么他就能和泰奥一起出去经商 随即朴氏骏就开始幻想着 他们大麦的样子 于是他赶紧询问泰奥自己 能不能成为流浪商人 可却遭到了小猫的嘲笑 因为只有塔内畜生的个体 才能成为流浪商人 这是黑塔中的基本常识 闻言的朴氏骏内心犹如晴天霹雳 此刻他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起 随即朴氏骏顿时忍不住大叫 别人都是正常的开举 唯独自己却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天坑 生气之下的他大骂着黑塔 其声音之大就连管理者爱玲也听到 但发泄完朴氏骏就泄了气 虽然进天坑是被意外吸进来的 可一开始还是他决定进入黑塔之中 既然来了那吃苦也是必然 倘若最后真的没有办法出他 那就让我葬身于此吧 现在的朴氏骏终于坚定了目标 与此同时的人类世界中 正有着一些商业家对魔力小番茄虎视眈眈 他们似乎要针对这件道具做文章 高贵的黑龙却选择了吃素 现在更是痴迷于喝番茄汁 只因这是朴氏骏亲手所炸 其中更是加入了女王蜂吐出的蜂蜜 而从小猫那里得知自己的处境后 朴氏骏便深知自己想出他狠 既然做好了留在这里的准备 他就得解决生活中的诸多不便 目前最缺乏的就是一些生活必需品 同样四周的安全性也必须得确认一下 于是朴氏骏就询问着泰奥附近有没有怪兽 小猫说着天坑的方圆内都很安全 但唯独在稍远一点的地方 却有着一只深红巨熊 文言的朴氏骏也回想起了此前的恐怖遭遇 深红巨熊很可能就是他遇到的那一只 泰奥对其更是害怕不如 因为每次路过 巨熊都会恶狠狠地瞪着他 看来出去的危险系数还是太高 现在农场中的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 很快就会开出几千朵番茄花 随着花朵的增加 独蜜蜂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就可以让小蜜蜂们出去探查一下四周 还能避免一些怪兽靠近洞口 同时朴氏骏终于想到了一个出去的好办法 那就是把葱叶做成绳子 之后让小蜜蜂绑在洞外的树上 那他大概率就能从这里出去 但要离开99层还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这里的怪兽肯定凶恶无比 将接下来的规划想好后 朴氏骏就开始分配任务 生活用品的获取只有靠泰奥才行 随即他就告知了小猫任务的重要性 而且这份任务只有他能够做到 泰奥则是信心满满的答应下来 没有什么事他太老板无法做到的 几天之后的38层处 原本空旷的大道上却有着许多冒险者渡渣 泰奥此刻也来到了这里 看着比以前更多的人类 小猫明白应该是小番茄的名声打出去 但对他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 买家越多反倒越好买 随即泰奥便直接跳到了众人的面前 这也吓了冒险者们一听 可反应过来后 他们就全部朝着小猫咪冲过去 泰奥看到他们的模样很开心地打了招 就在此时 一个男人却强行挤出人群 他拿出一袋塔壁要将小番茄全部抹下 见状此前的工会成员瞬间就不同 因为他们才是泰奥的老不可 并且也是最先来等 正当他们争吵之际 泰奥便出声制止了冒险者 小猫说着从今往后 模拟小番茄的售卖方式会有所改变 听到这里冒险者们停下了争执 同时问着泰奥说的是什么意思 猫咪告诉所有人 小番茄将会分三批拍卖 每一批五百颗 出价最高的人才可以带走 所以如果没有钱的人 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而第一轮小番茄的拍卖立马开始 起拍价泰奥定在了三十五塔币 这个方法也是朴世骏告知他的 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朴世骏从泰奥带来的消息中判断得出 他推测小番茄在塔外的消息已经传开 当一个商品需要的人很多 可数量却有限时 拍卖就是最好赚钱的方法 而除此之外 他还给泰奥安排了别的任务 这也是他考察小猫做生意的好时机 休息了一会后 朴世骏就开始继续干活 小黑兔则是前去准备今天的晚饭 不过此时黑塔管理者却发放了任务 本次任务终于有了奖励 但艾琳需要的却是一杯蜂蜜番茄汁 由于榨番茄汁很耗费时间 朴世骏便告知忙完后再给管理者做 可管理者却表示必须现在完成 并且强调他手里刚好有一个很厉害的职业技能 见状朴世骏都不懂他是来炫耀奖励 还是想喝小番茄汁了 还问到技能不可以先给他吗 对此管理者透露了必须完成任务才行 这是黑塔中的规矩 鉴于管理者如此渴望 加上朴世骏也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技能 随即他就动身前去榨小番茄 这款农场中的新营品是朴世骏之前做的 在其中加入了蜂蜜后 得到了小兔子们的一只好名 想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管理者才会非常的想要吧 拿起适量的魔力小番茄后 朴世骏深吸一口气 下一秒就用尽全力将小番茄全部捻碎 耗费了整整50个小番茄 朴世骏这才得出一杯番茄汁 接下来他就拜托女王蜂完成最后一杯 对此女王蜂欣然同意 随即就从口中吐出了精纯的蜂蜜 然后他防患地控制着蜂蜜团 紧接着扑通一声就掉入了番茄汁当中 这样一杯朴实乌滑的蜂蜜小番茄汁就完成了 取走了番茄汁 讯息提示管理者激动的直扇翅膀 想着对方竟然还有翅膀 加上如此的贪吃 朴世骏就愈发地想知道管理者到底是什么动物 另一边的艾琳已经在美滋滋地喝着番茄汁了 这股酸酸甜甜的味道让他流连忘忽 享受完管理者给了朴世骏一个大大的饭 而完成任务的他也很好奇管理者到底给了什么技能 随着系统讯息的弹出 朴世骏就得到了一个特殊职业技能养风 本来他还担心离开洞内后 小蜜蜂不一定会跟他走 现在有了这个技能就可以和小蜜蜂们有效沟通 看到这里的朴世骏激动不已 难道这是管理者刻意给自己解决烦恼 听到朴世骏第一次和他说出了谢谢 管理者艾琳一时间就呆住了 随即他的脸上竟然还害羞起来 艾琳说着如果真的要感谢的 可以再给一杯蜂蜜番茄汁就好了 天坑中的朴世骏还有一个问题想知道 结合之前的种种提示 他说着管理者是不是一只长翅膀 闻言艾琳刚刚开心的脸瞬间阴沉下 这是他听过最有侮辱性的话 下一秒艾琳便通过讯息疯狂的痛骂朴世骏一顿 骂完他就直接消失了 见状的朴世骏还感到一阵的阴影 与此同时的38层装 冒险者听到小蜂蜜需要拍卖 一时间就犹豫起来 在后方的会长冬直见状顿时大吉 如果带不回小蜂蜜的话 他这个爸爸的地位就会回到以前 想到这里冬直就不再犹豫 当即开口报价41塔币买下500克番茄 看着队员们很疑惑 他就表明当务之急 还是先确保买下小番茄 之后有需要的队员再从他这里购买就好 然而就算是提高了价格 别的冒险者却也毫不放弃 此前的男人喊出了更高价 听到有人开始抢夺 其余的冒险者便纷纷开始报价 冬直没想到这些新来的人竟然这么有钱 随即他想和队员们众筹一下 而就在此时 却有一道响亮的声音惊诧所有人 因为男子喊出了100塔币的高价 来人正是塔外一个大型粮食企业的副董事麦克尔 他要听到如此高的报价 也是瞬间喊出321便成交了 一旁的冬直对麦克尔的出现很是意外 对方不应该会来到这里 然而他很快就在麦克尔的后面看到了熟人 此人正是冬直不死鸟工会中的克里斯 但本次远征他记得很清楚 克里斯他们小组是在轮休 闻言的克里斯感到很是抱歉 原来是他的姐姐让他把麦克尔带到这里 见状东直就明白了前因后 克里斯的姐姐珍妮是一家制药公司的祖精 看样子小番茄的消息彻底传开了 目前更是被大企业所盯上 交付完第一筐小番茄 泰奥很快就拍起了第二轮拍卖 这次的结果也让他很是满意 每天辛苦干活的小兔子 却被老父亲赶出了家门 只因他们已经长大成年 需要独自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而在兔子一家的帮助下 农场的作物也在茁壮成长 其中的小番茄也被泰奥拿去出手 现在的38层中 小猫拍卖会第二轮已经展开 其拍价依然是35塔币 健壮的东直率先喊出60塔币的高价 然而迈克尔还是出价100塔币 这使得东直大吃一惊 难道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 不想无功而返的东直便朝着队员们借钱 可惜泰奥已经拍定成交了 将第二筐番茄递给迈克尔的人后 小猫就宣布了最后一轮的拍卖 但还不等他开口喊底价 迈克尔再次以100塔币全部满下 文言的东直便知道自己没有机会 看着伤心的队长 旁边的队员们纷纷安慰他等下次机会 拿到小番茄的迈克尔粉是满意 经商多年的他 一眼就看出了小番茄的品质极佳 确实也不往他亲自来一趟 卖完东西的泰奥正准备离开 此前的冒险者苏夏和他的朋友便找上门来 小猫看着眼前的女孩 他只记得对方给了自己猫点 名字他却是忘记了 不过能再见到苏夏泰奥还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朴世骏的任务能让苏夏帮忙完成 见泰奥记不清自己的名字 苏夏便重新介绍了一下 怎料小猫将苏夏听成了不暇 可就算如此 泰奥的疑惑在苏夏眼中就是可爱的表现 他如此前一样拿出猫条要和小猫拍照 不过想到了朴世骏的交代 泰奥便忍住诱惑拒绝了苏夏 同时说着他这次不要猫条 而是需要一种叫咖啡的东西 见状的苏夏便从随身包包中掏出了素容咖啡 看着目标之一到手 泰奥紧接着还问他有没有盐和胡椒粉之类的 小猫的话让苏夏和朋友很是疑惑 但好在他们确实有带这些调味品进入窥塔 随即两人就分了一半出去 泰奥在一旁开心地感谢着苏夏 原来在此前临走的时候 调世骏说了 如果有人找他拍照 那么就要一些咖啡和盐胡椒等等 这能决定他当泰老板的市场 将东西收进背包后 泰奥就和苏夏美美地拍了几张照片 看着手中的许多好看照片 苏夏便感谢着小猫能够配方 泰奥则是白白手谢谢他能照顾生命 见到小猫肉糊糊的爪子 苏夏忍不住捏了几下 这软软的感觉让他简直爱不适舍 不过泰奥看着苏夏的模样 便出烟询问他在干什么 担心会被小猫讨厌 苏夏赶紧递上了猫条当作补偿 听到苏夏说摸自己的爪子会感到开心 泰奥的大眼睛里多少有些不息 苏夏则是表示 能摸这种软绵绵的肉垫就会很幸运 健壮的泰奥这才相信 原来他的爪子竟然还有这种作用 而一旁苏夏的伙伴也想和泰奥拍照 因为刚刚的胡椒粉就是女孩给的 对此泰奥也欣然同意 配合着拍完照后 女孩刚刚想到谢 泰奥竟然还主动伸出两只肉垫让女孩摸 只要摸完给他一些报酬就好 就这样小猫咪彻底沦陷在这种肉体交易中 此刻他的手中更是换来了许多的零食 泰奥感觉有了自己的肉垫 别说几小时的泰老板 当一天也绰绰有余了 因为他的业绩绝对超额完成 不过刚刚得意完 泰奥就想到了还有别的任务 一旁的苏夏正在编辑着和猫咪流浪伤人的合拍 就在他沉浸在一张张的图片时 泰奥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这也吓了苏夏一条 泰奥是来询问苏夏是不是毕国人 听到小猫咪竟然知道自己来自哪里 苏夏很是不解 而泰奥之所以分辨出来 也得益于他身上的气味和朴氏菌很像 紧接着泰奥就询问着苏夏可不可以帮自己一个忙 文言的苏夏虽然疑惑 但他还是答应了 另一边的农场之中 小蜜蜂们正在开开心心的采蜜 收获的一部分他们会吐进苏氏菌准备的容器中 有着养蜂的苏氏菌 每获得一点花蜜 也能借此提高技能熟练度 自从他获得养蜂技能后 加上番茄花数量的增加 女王蜂的缠卵也加快了 所以最近苏氏菌也很难见到他 再次打开养蜂的技能讯息 各项能力都得到了小幅提升 能拥有的蜂巢也扩充到两个 看来以后他得准备更大的容器 如果能再多些瓶子就好了 不过这些都是以后在考虑的事 眼下还是先准备吃饭 将胡萝卜扯出来后 朴氏菌就呼喊了兔子一家 他和小兔子们说着吃完饭后再干火吧 今天也恰好是普通胡萝卜找出来的时间 看着已经熟透了的胡萝卜 小兔子们的眼中满是期待 现在洞中的食物又增加了一种 朴氏菌将胡萝卜分到了每一只小兔子的手上 接下来朴氏菌就和小伙伴们围在一起准备就餐 拿起手中的普通敏捷胡萝卜 他便打开了系统讯息查一下和蓝色萝卜的区别 普通的敏捷胡萝卜等级只是一级 好在也能如小番茄一样分解制作 并且还有提高视力的效果 等到后面收获的数量增加 拿出去想必也一样会大卖 吃完饭他们就开始把成熟的胡萝卜搬运子 朴氏菌负责采摘 小兔子们则是去运到存储点 中途黑兔老五突然摔倒在地 兔子先生和朴氏菌本以为他是类子 怎料老五是趁机偷吃着萝卜 随即老父亲就踹了老五预警 而朴氏菌看着堆满了仓库 他便想着今天就提前结束工作吧 就在此时 系统突然谈出了很多信息 并且提示他升到了10级 但紧跟着还有一条出发任务 朴氏菌正想询问 管理者就说明这不是自己干的 爱玲表示这是10级的职业任务 只有完成了 才能获得新的职业特性 并且突破到下一个等级 专属的职业任务朴氏菌以前就有所耳目 每个不同职业拿到的任务需求都不一样 而他的职业是黑毯农夫 所以完成任务只需要将耕种面积 扩大50平即可 于是朴氏菌就想让小兔子们 帮自己一起开花 终于到了傍晚的时候 朴氏菌这才完成了任务 小兔子们纷纷累得不行 朴氏菌更是浑身没有力气 好在获得的职业特性很是实用 这让朴氏菌多少有些欣慰 也不枉他迅速地完成任务 本来开口累不到这种程度 但为了图方便 朴氏菌和兔子先生就决定 顺便把胡萝卜的根种上 辛苦了一天 他们就准备提前休息 和兔子一家说晚安后 朴氏菌就前去睡觉了 但正当小兔子们想进家的时候 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却阻止了他们 随即还一把将木门直接关上了 任由小兔子们在外面如何哭闹 老父亲也没有回应他们 健壮的朴氏菌就折返询问发生了什么 了解完他表示很赞成兔子先生的作用 毕竟他们已经成为了大白兔和大黑兔 的确是该自立门户了 但现在天色已晚 也不方便打洞 朴氏菌就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休息 很快小兔子们就来到了朴氏菌的大葱床 和他们睡觉的感觉确实不错 因为真的很老 而在此之前的黑塔38层中 东芝队长正为买不到番茄 要被女儿数落发愁 但苏夏却带着泰奥来到了他的身后 原来是小猫咪有些事情 想请东芝帮忙 知道对方是毕国来人中最厉害的队长 泰奥便伸出猫爪询问 要不要和他签订合同 单纯的小猫第一次讨价还价 便让资深的老板败下阵礼 这也是泰奥猫生的首次还价成功 而在此前的他刚刚卖完魔力小番茄后 便让苏夏带自己找到了东芝队长 见到东芝的第一面 泰奥便直接递上了一份合同 他想和东芝做一场交易 合约的内容是将100塔币换成现金 然后移交给毕国C氏肃杀去朴氏骏的家人 转交之后顺便告诉他们 朴氏骏现在过得很好 至于报酬则是200颗小番茄和少量的盘 看到小番茄的东芝瞬间眼前一亮 因为只要能带着小番茄回去 那他就可以再次成为女儿眼中最棒的罢了 结果合同的东芝很好奇这位朴氏骏是谁 难道是现阶段还不能出塔的猎人吗 见状的泰奥刚刚要脱口而出 但很快他就想到了朴氏骏的交代 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在99层的消息 随即小猫咪说着朴氏骏在40层救过他 所以这才帮他跑腿 文言的东芝很是震惊 原来已经有人抵达40层了 想来小番茄就是那个人找到的道具 对此泰奥并没有给他回答 东芝的不死鸟工会就算全体触动 最多也只能到39层 他从来没有在官方渠道听过这么强的猎人 也就是说对方是一个单独行动的强大冒险者 如果能借此产生交集 是很有可能将朴氏骏拉进工会的 甚至拿到小番茄的独家精英权也不是猫 想到这里 东芝就果断答应签下泰奥给的合同 随即他就掏出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经由系统的帮助下 他们之间的合约也就达成了 黑塔的合同就算在塔外也同样会生效 不过为了保证信息传递到位 东芝便约定10天后来这里见面 同时还让泰奥和朴氏骏说清楚 他是不死鸟工会的金东芝 保证会好好地完成短次合约 时间一转来到第二天早上 此刻的天坑之中 小兔子们的房子已经搭建得差不多了 随即战士黑兔就牵着朴氏骏前来参观 不过在看到前面的景象后 朴氏骏瞬间眼前一亮 经由小兔子们之手的小屋子 果然非常的精致好看 用葱叶当做房底 还有着累的结结实实的吐敲 看样子这是镰刀兔和铁敲兔的功劳 而他们两个也是得意地回应了朴氏骏 就连平时休息的简衣小窝也修建好了 随即朴氏骏欣欣慰地摸了摸小兔子们 为了给他们的桥前贺喜 朴氏骏决决定今天开一场宴会 犒劳小兔子 自从小兔子们有了各自的小窝后 兔子夫妇就再次回到了 以前甜甜蜜蜜的生活 准备好食物后 朴氏骏开心地举起了杯子 为小兔子们的辛苦干一杯 小黑兔则是得到了他的区别对待 这是为了感谢他一直提供着优质的鱼肉 此刻看着手中的胡萝卜杯子 朴氏骏再次赞叹了兔子们的手 不过前方的兔子夫妇实在太吸引注意了 这恩爱的模样 让一旁的单身狗朴氏骏十分急 但现在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为什么兔子夫妇会这么急需二人空间 很快朴氏骏就想怎么办 随即就对着小兔子们说着 他们大概是要有弟弟妹妹 就在这时系统传来的提示 原来是种子商店的开启时间到了 一直忙于农活的朴氏骏都差点忘记这回事 于是他赶紧打开了种子商店 本次商店给了朴氏骏三种选择 有草莓生菜和马铃薯的种子 看到生菜朴氏骏顿时眼前一亮 可转念一想这里压根没有五花肉可以给自己烤 所以生菜包五花肉只能后面再说了 现在还有马铃薯和草莓可以考虑 虽然他手中的钱足够 但商店只能选择一种购买 一番思索之下 朴氏骏就购买了马铃薯 还是碳水更能让人满足 随着一大包的土豆凭空出现 下一次的种子商店又得需要30天后开启 望向空中装满100颗马铃薯的袋子 朴氏骏突然感觉很不对劲 下一秒袋子便朝着他砸了下去 好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成功躲开 不然可能是要挂采 剧烈的声响也打扰了兔子先生的温馨 看着发火的兔子先生 朴氏骏便不好意思地道歉了 转过身他用手去翻找着马铃薯 仔细地端向了一会后 朴氏骏便肯定了这个马铃薯的品质绝对很高 你想到以后能吃上各种土豆美食 他和小兔子们都显得很是激动 于是朴氏骏就决定今天先好好休息 明天再开始努力种土豆 而现在他突然想起了泰奥 也不知道小猫咪有没有完成他脱缩的事 与此同时的黑塔商人区域中 正有着许多的原住民在赶紧 不过在旁边的一处杂户铺前 小猫泰奥嘴里一边念叨着生活用品 一边拿猫爪翻找 不一会的工夫 泰奥就拿出了一个平底锅和一个汤勺 找到东西的小猫咪询问了一下价格 听到两样加一起需要1.6塔利 泰奥便让老板给自己便宜一点 现状的老板便明白 泰奥应该是第一次来这个区域的新手商人 于是他就给泰奥便宜了0.1塔利 闻言小猫咪一脸失望的开口让他在便宜 精明的老板深知现在不能让假 随即他就说着这是最低的限度 但泰奥已经得到了朴氏郡的真正 当即就把东西丢给老板 然后转身离开了 看到这里的老板赶紧上前拦住了小猫 他是真没想到泰奥会走得这么活 知道自己这次遇到高手 老板就说着1.3塔利就行 怎料泰奥居然又砍了0.1塔利 无奈之下的老板也就同意了 小猫则是快速地把钱放在木桶上 随即到完屑就急急忙忙地跑远了 可等到老板低头看着钱的时候 却有一些疑惑 因为在木桶上的塔利居然留下了一个湿润的猫咒 同时还挂着几滴明显的汗爪 而另一边的拐角 泰奥此刻已然是汗流加倍 就连心跳也加快了无数倍 但他却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自己真的做到了 他不再是那个被高价坑骗的小猫咪 并且这次还还价成功了 泰奥激动地举起了猫咒 这就是朴士俊交给他摆脱冤大头的办法 大致内容就是不管对方开价多少 也一定要还价 如果商人不同意识 那就毫不犹豫地离开 倘若卖家叫住了自己 回来之后便再次还价 泰奥将这些技巧认真地记在本子上 而如今他真的学以致用 并且还获得了成功 虽然只是很少的塔币 但这代表着他成为一个会讨价还价的流浪商人 开心的泰奥在大街上悠行了散步 可行至一处小巷子边 他却听到了那个让自己厌恶的声音 并惊一看 果然是那个卖给自己假货的斯卡拉姆 见到对方竟然又在拿着保温杯 欺骗新手商人 泰奥便愤怒地叫了一声 斯卡拉姆 你这个可恶的臭哥布林 小猫你好心帮助了菜鸟商人 怎料却是在破坏对方的秘密计划 只因菜鸟商人竟是暗中的特工大佬 他之所以会隐藏身份 就是为了抓捕这只坑蒙拐骗的哥布林 原本泰奥还在为自己的首次砍价成功而开心 可转过头却看到了欺骗他的坏蛋 看着斯卡拉姆还在骗其他的新手商人 小猫的脸瞬间就沉了下去 随即泰奥就大声地叫了哥布林的名字 他的声音也把斯卡拉姆吓了一跳 而泰奥则是愤怒地走放前去 虽然很疑惑小猫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不过斯卡拉姆还是假装两人很熟的模样 见状的泰奥直接推开了哥布林的手臂 同时告诉了面前的商人斯卡拉姆是个骗子 文言的哥布林顿时就不答应了 他认为自己好心低价卖给泰奥道具 却不想对方竟然忘恩负义 听到这句话的泰奥就更来气 当即就把杯子能保温的原因说清楚 上面根本就没有施加魔法 只是个破烂的东西而已 此刻的斯卡拉姆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不知道泰奥是从哪里得知的真相 但当务之急还是先保住名声 怎料小猫咪竟然直接叫了旁边巡逻的警卫 告诉他们这里有专门骗人的坏蛋哥布林 见状的斯卡拉姆便放下了一句好话 随即连忙逃离了这里 告知了眼前的商人斯卡拉姆是个骗子 对方也朝着小猫道谢 并且询问了一下泰奥的名字 自豪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后 泰奥就挥挥手离开这里 可他不知道的是 刚刚的菜鸟商人竟然面带精光地看着他 紧接着商人就淡淡地说了句任务终止 这时他上方的屋顶就传来了动静 下一秒就有三只动物警察来到了他的面前 商人缓缓地摘掉了头套 并且责怪手下们没有好好办事 其中的白猫警察也很灵活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泰奥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 但看到脸色不好看的长官 他便赶紧道歉了 而眼前的小狐狸正是流浪商人协会的秘密特工杰拉斯 想着准备了三个月的斯卡拉姆抓捕计划就这么泡汤了 杰拉斯也是一阵的无奈 随即他就让所有人一起返回监察局总部 可鉴于本次任务的失败 这些警员需要写100页的检查报告 自为今天的所有人都得好好地反省一下 杰拉斯的模样将几位手下全部下的瑟瑟发动 而他则是缓缓地走不出去 最近的流浪商人工会经常接到飞行商人的相关举报 通过不断地追查 他们终于是锁定了斯卡拉姆 但碍于目前还没有能直接坐实的证据 更不知他从什么渠道获得的塔外物品 因此现在还不能贸然实施待遇 所以杰拉斯这才假装成新手商人接近斯卡拉姆 眼看计划就要收尾 却不想被小猫咪直接搅黄啊 不过通过泰奥和斯卡拉姆的关系 杰拉斯便想到了别的计划 接下来他准备从泰奥入手 从而找到抓捕斯卡拉姆的证据 另一边赶往99层的泰奥正美滋滋的试口 他在为帮助了别人而开心 与此同时的天坑之中 朴士郡还在叫镰刀兔如何去劈砍兔 他需要小兔子把土豆切成四款 一番比划后 镰刀兔也明白了朴士郡的意思 只见他手起刀落 下一秒土豆就被均匀地分成了四款 这使得朴士郡很是满意 接下来再将土地给湿润一下 然后把切好的土豆放进其中 这样种植的过程也就完成了 而把100颗土豆种子分为400颗种植 也得益于他此前看过相关的资料 朴仪会开腾完食品的马铃薯地后 因为朴士郡的职业特性 他也获得了一点经验值 一段时间之后 马铃薯基本上就种完了 现在朴士郡组织着小兔子们前去挖红薯 但在此之前还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先去收红薯芽 因为只要种下红薯芽 就能够再次长出红薯 文言的小兔子们顿时探倒在地 他们很想不劳作就直接吃 健壮的战士黑兔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小时候他们想种植红薯芽 却被朴士郡主动难想 所以这一次大概率也是这样 听到了小黑兔的分析 他们都纷纷偷笑起来 以为可以偷懒了 然而朴士郡一看就明白了他们的侥幸心 随即就说着 这一次他不打算独享种红薯芽的快乐 而是要大家一起努力 此话一出 三只兔子都纷纷叹了一口气 接下来小兔子们就开始了忙活 兔子太太和镰刀兔负责剪下红薯芽 推车兔还是一如既往的当起搬运工 没有工具的黑兔老五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一旁的朴士郡则是担任了种植的工作 终于在所有小伙伴的努力下 他们成功开吞了150瓶的红薯 而突破实际后的朴士郡 即使不是独自种植 也能获得全部的经验 就在这时的兔子夫妇突然举起了手 小兔子们也在一旁附和着哼唱 他们围绕着朴士郡唱歌跳舞 原来这是白兔们送给朴士郡的丰收之物 就连管理者也和他们一样期待着烤红薯 收到了伙伴们的祝福 朴士郡便兴致勃勃地看向了最早种下的红薯 随即他伸出手缓缓扒开了土壤 然而下一秒从中却爆发出刺眼的光芒 健壮的朴士郡不禁大感震撼 女王风也被照射得睁不开眼 带到金光散去 刚刚的土通上赫然出现了一颗晶莹的红薯 它的全名是太阳南瓜红薯 这是红薯基因突变后的结果 食用能分解100克的脂肪 还有着24小时防寒的能力 朴士郡也达成了新的塔内成就 健壮他这才回过神来 居然诞生了新的品种 而在同一时间的人类世界币国中 东直赫然已经来到了朴士郡家的楼下 这是一尊价值万亿的水晶雕像 可飞龙却毫不犹豫地将其打碎 然后换成了一包平平无奇的红薯 只因这是农夫亲手制作给飞龙爱领的 而此刻的农夫朴士郡正和小伙伴们盯着地面上的东西 这是全新的作物太阳南瓜红薯 经过系统讯息的提示 他也明白了自己竟然种出了新的品种 黑塔也默认他拥有独家的种植群 未经朴士郡的允许 别人无法种植太阳南瓜红薯 虽然他很想品尝一下味道如何 但毕竟是新品种 还是种植起来 等数量多了再吃 把南瓜红薯买好 朴士郡和小伙伴们就再次开始挖红薯 后面挖出的红薯都是正常的品种 挖完的第一时间 朴士郡就迫不及待地将其用葱叶包裹着来烤 不一会的功夫 一个个香喷喷的烤红薯也就出炉了 缓缓将红薯掰开 一股浓浓的香气让小兔子们口水直流 而第一口朴士郡果断给了这群辛苦的小伙伴吃 怎料兔子先生由于吃得太快 竟然被呛着了 他的管理者也被馋得流着口水 朴士郡很感谢他能等待着小兔子们先吃完 很快兔子一家便吃饱了 朴士郡就递上了十个烤红薯给艾琳 而最后还剩下一部分的没有吃完 看着一旁的镰刀兔 朴士郡便说着要是吃完了 就来帮他一起处理烤红薯 另一边的黑龙艾琳此刻已经将红薯剥开 随即就直接放进了嘴巴里面 但才过了几分钟 整整十个烤红薯就被他消灭干净了 贪吃的艾琳考虑着把剩下的也全部要过 可低头望去 却发现朴士郡在做别的事情 天坑之中朴士郡配合着镰刀兔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烤红薯切开扔在地上 闻言的朴士郡就解释这是在做别的美文 而他要做的正是红薯干 同一时间的人类毕国中 东直敲响了面前的房门 下一刻朴士郡的家人就急急忙忙把门打开 他们以为是朴士郡回来 不过认清楚来人后 几人便愣住 随即询问了一下东直是谁 一番解释完后 东直就递上了属于不死鸟工会的个人名品 见状朴士郡的弟弟大吃一惊 因为不死鸟在国内非常的出名 加上东直队长的职位 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上游猎人 寒暄完东直掏出了朴士郡委托的信件 然而看着手中的信封 毕家人此刻误以为这是儿子的遗书 眼中的泪水更是流了出来 健壮的东直急忙起身表明这个不是遗书 而是朴士郡转交的大量现金 同时还告诉了朴士郡的家人 他现在在塔中过得很好 不用为他担心 确认完后 毕家人这才一改刚刚的阴霾 接下来东直还从朴士郡的弟弟事实那里得知 朴士郡是五个多月前失踪的 这使得他更加相信了对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子 因为事实的话意味着朴士郡是百天就登上了四十层 从塔出现的十年间 也没有人能有如此快的成绩 将所有的东西全部说完 东直也就开始和朴士郡的家人道理 来到外面的车上后 此前签下的合同任务也就完成了 但过去了这么多天 小猫咪此刻还在赶往天坑的路上 又是两天过去 此刻的天坑中 朴士郡正在种植着胡萝卜根的头部 他把兔子们吃剩下的萝卜头用水进去 带到发芽后就全部种进地里 而这么做也是为了等开花后收集到种子 望着之前种下的萝卜已经开花 朴士郡和小兔子都很开心 这种积少成多的感觉让他很享受 就在这时的管理者询问红薯干杀好了没有 恰好朴士郡也想知道 随即就起身前去查看 来到晾晒的一根根红薯干前 他轻轻地拿起了其中一根 随即就放进了嘴巴之中 而红薯干的味道没有让他失望 脆脆的外表加上恰到好处的糖粉 使得红薯干异常的好吃 小兔子们也快速地拿起美食享乐 制作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朴士郡则是准备下次再多弄一些 不过碍于太沉浸在美味中 导致朴士郡忘记了管理者 但当他拿起一堆红薯干准备送去时 朴士郡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随即他让管理者稍微等待一下 毕竟每次的容器都是大葱做的 朴士郡感觉这有些不妥 健壮的黑龙爱玲还以为是他不愿意给自己 于是就愤怒地催促着 可等到朴士郡将红薯干用礼品袋子打包好 管理者瞬间就被惊呆了 这是朴士郡以前兼职识学的技能 此刻的红薯干被打包得很是精致漂亮 这也是为了让管理者更方便处则 他本以为管理者会很醒 却不想讯息上一直没有给出提示 直到爱玲反应过来 他这才朝着朴士郡表示感谢 健壮的朴士郡还以为被误会成浪费食物 可他想不到的是 另一边的爱玲此刻已经被红薯礼包打动了 朴士郡他们就没有这种烦恼 他正和小伙伴们不停地吃着红薯干 而吃到一半时 女王风突然找上了朴士郡 他拿来了一团精英的花粉 通过讯息提示 朴士郡得知了这是玉米的花粉团 原来是他之前种下的玉米已经长大 上面甚至还开出了许多的花 可玉米花是没有花蜜的 所以独蜜蜂们采集的都是花粉 但朴士郡还是打算尝尝味道如何 于是他果断地往嘴巴里送了一口 花粉团是微苦中带着一点甜 就如同吃棉花糖一般 味道非常的不错 得到肯定的蜜蜂女王也没有了失忆 随即就鼓动着小蜜蜂们加油采集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朴士郡的手里就多出了许多的花粉团 与此同时在外经上的泰奥终于回来 但看到朴士郡身边的女王风 小猫咪便被吓得浑身一颤 见状的朴士郡急忙安慰着泰奥 让他不要害怕 女王风也是上前朝着猫咪示好 泰奥用鼻子小心翼翼地袖着 可下一秒他便止不住地打喷嚏 原来泰奥对花粉过敏 看着小猫咪恢复后 朴士郡这才询问了他任务的完成情况 文言的泰奥肯定地回应了他 就连给朴士郡家里报平安的事 他也委托好了 此刻看着合同已经完成 想来自己的钱和消息家人已经收到 泰奥也表示过几天也会找到冬值确认的 和家人已经分别太久 朴士郡对他们很是思念 家人估计也想不到 自己进塔中担任的竟然是一个农夫 如果被弟弟适适知道 大概会肆无忌惮地嘲讽自己 回想着和家人的美好生活 朴士郡的忧伤便增加了许多 就在这时 一只小手打断了朴士郡的思绪 不知何时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聚了上来 他们全都开心地看着朴士郡 健壮的朴士郡瞬间一扫阴霾 是啊 他在这里也有着很多的家人 彼此之间互相安慰后 泰奥就激动地汇报着卖小番茄的账目 除去买各种杂物和北东值的报仇 总共还剩下了200多的塔利 没有触碰正规的厨具 不过这时地面上的匕首吸引了他的主 这还是朴士郡进塔后见到的第一把武器 但空白的讯息栏让他不知道其的详细数据 泰奥也只是看着顺眼便带回来 这时的管理者表示可以交给自己鉴定一下 不过要给他红薯干当作报仇 虽然明白管理者是嘴巴长了 可现在也只能交给他帮自己鉴定一下 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 管理者便提示任务完成 下一秒匕首就再次出现了 这把武器竟然是B级的道具 它能让使用者更快地提升技能熟练 而真正让朴士郡惊讶的是 这件装备有命名 命名的装备在外界基本都是商人 如此稀缺的武器 却被泰奥从铁匠铺里面随便抽到 原本还以为小猫是个新手冤大头 却不想他竟然还有这种淘金的天赋 朴士郡拿到匕首后 便将目光放在了前方的大葱上 紧接着他就摆好了架势 随即快速把一根根大葱切成许多段 有了这件装备 以后收获的速度又将得到巨大提升 再次看向泰奥 朴士郡不禁赞叹这件装备确实很称熟 他爱心的他忍不住上前把玩的小猫咪的肉点 泰奥虽然表面上很是抗拒 然而内心却在暗中惺喜 因为朴士郡也和其他人类一样喜欢他的转 而接下来就是泰奥的老板时间 小猫咪得意地让朴士郡为他吃猫条 可泰奥的这副模样很是可恶 随即他便将小猫咪放在了地上 还耍无赖地告诉泰奥一小时已经结束了 闻言的小猫咪自然不愿意答应 但还是无法改变赖皮的朴士郡 生气之下的泰奥决定拿出自己的杀手锦 他将拍照交换得来的香料全部拿了准 看着这一幕的朴士郡瞬间浑身颤抖 听着小猫咪自豪的言语 他已经将其中的盐倒在了手心 浅浅地用舌头尝了一下 那股鲜活的咸味让朴士郡第一次感觉到火着 甚至还有胡椒粉和其他的调料 真是久违了的味道 看着如此激动的朴士郡 他要询问这些够不够自己当雅小时的泰奥老板 闻言的朴士郡举起小猫咪开心的转圈 别说二小时 二十四小时都随便当 第二天早上 一股浓浓的香气飘向了洞外 还在睡觉的小兔子们都被吸引出来 看着小伙伴们基本都起床了 朴士郡便招呼着让他们来吃早饭 今天他一大早便起来准备食物 此刻的火堆边已经摆放着许多的烤肉小吃 不过为了以防外衣 朴士郡做了只加盐和只加胡椒的烤串 等到小兔子们吃下后 很明显加胡椒的他们很不习惯 唯独黑兔老五吃的津津有味 看着还在睡觉的泰老板 朴士郡就带着烤串前去叫他吃早饭 怎料小猫咪瞬间就炸毛了 因为朴士郡在拿神圣的烤鱼开玩笑 而泰奥喜欢的还是原味烤鱼 对于加盐或者加胡椒的他并不感兴趣 吃完饭他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老子 有了凯恩斯的匕首 朴士郡不仅收割速度加倍 就连技能熟练也在猛涨 采摘完他便顺势丢进了泰奥的包包中 不过这时的小猫咪却别着嘴 泰奥说着自己明明是老板 为什么也要参与采摘 文言的朴士郡就不乐意 因为他是董事长一样也在听 这句话让泰奥傻眼了 小猫现在才明白朴士郡的职位比老板高 所以他也只能乖乖的听话干活了 装满包包后的泰奥怀着满满的自信准备出发 等到他努力成为了董事长 一定要独享朴士郡的双手和吸着 想到这里小猫咪就踏上了经商道路 临走时朴士郡让他回来的时候 再顺便去买一把武器 文言的泰奥便一口答应下 随即就跳到了天坑之外挥手道底 转过身的朴士郡打算摘完眼前的小番茄就休息一下 但仅仅收割完了六颗小番茄 他便得到了接近一百点的经验 仔细一看竟然是小番茄的等级提升到了D级 这也得益于他前段时间晋升到D级农夫的原因 所以后面种下的小番茄基本都成为了更高级 可惜他要走得太快了 不然效果翻倍的D级小番茄一定能卖更高价 与此同时的黑塔顶层 管理者艾琳推开了装满财宝的黄金大门 在最深处有着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 这是用极其稀有的材料雕刻而成的 价值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然而下一秒却被艾琳一找直接打碎 紧接着他将朴士郡送的红薯干礼包放在上面 原来这个仓库里面施加了永久保存魔法 艾琳要把这个红薯礼包保管起来 而不是吃掉 因为这是朴士郡送给自己的 他舍不得把其当作零食 摆放完艾琳拿起水晶球想看看朴士郡在做什么 见朴士郡在毫无防备地睡觉 艾琳便好心地帮他侦查一下四周 本来才开始探查附近 他便看到了非比寻常的东西 此时天坑外的森林之中 一只粉红的小熊似乎嗅到了不一样的气味 随即就慢慢地朝着前方靠近 艾琳健壮急忙吵醒了朴士郡 她表示现在有危险靠近 不能再睡下去 健壮的朴士郡缓缓抬起头来 很快她便发现了上方的红色影子 此刻朴士郡误以为是凶猛的怪兽来到了这里 艾琳则是悄然出现让小熊赶紧走开 却不想她的举动成功吓到了粉红小熊 下一秒小熊便不小心才华 而朴士郡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于是她穿上鞋就快速地跑上前 随后一把精准地接住了掉下来的粉红小熊 这时的她还以为是小猫小狗之类的 可低头一看朴士郡就知道自己错的礼物 因为讯息提示着 在她怀中的竟然是身红巨熊的幼崽 表面上人畜无害的迷迷小熊 一顿却能吃下整整200斤的食物 而她竟然是身红巨熊的幼崽 现在还无意间掉进了天坑之中 一把接住粉红小熊后 朴士郡没想到此前遇到的凶猛怪兽 如果自己不接下 那小熊很可能会被摔死 闻言黑龙便告知朴士郡尽快将其送出去 因为身红巨熊可能正在找他 但朴士郡很不放心 外面还有着别的怪兽 而眼前的小熊还太年幼 直接送出去很可能会有危险 见状的管理者急忙提示 身红巨熊的胃口是很大的 朴士郡却十分不幸 粉红熊还这么小 一旁的小熊跑到了战士黑兔的后面 望着这个小家伙 黑兔也感觉他很是可爱 就在这时女王蜂带着小蜜蜂们前来开始工作 而闻到女王蜂身上的气息 小熊便迈着小碎步跑了上前 可他的行为激怒了四周的小蜜蜂 看着敌意满满的毒蜜蜂们 小熊赶紧跑回来寻求朴士郡的保护 无奈之下的朴士郡只好安抚着小蜜蜂 看起来小熊是被女王蜂身上花蜜的气味吸引 随即朴士郡就想请女王蜂帮帮忙 虽然被这个冒失的小家伙打扰 但女王蜂还是答应了她 紧接着她就封嘴巴里吐出了蜂蜜 随后将其放在了小熊的双掌之中 黏糊糊的蜂蜜让小熊瞪大了眼睛 而她大概率也是嗅着蜂蜜的气味来到这里 不到几秒钟 身逢小熊就把蜂蜜全部吃得一干二几 管理者艾琳健壮便沉默了 可很快她就再也无法忍受 这时的管理者发出了任务 艾琳让条士郡赶紧将小熊送出去 如果拒绝 那么很快食物就会被全部吃完 她和小兔子们的下场就是饿死 同时管理者对小熊更是很不满意 朴士郡感觉她太想起了 对方还这么想 又能吃得了多少 管理者表示只想把对农业生产有威胁的怪兽赶走 不过在朴士郡看了 如果一开始不是管理者下午 小熊也不会滑落下来 闻言管理者只当那是个失误 还命令朴士郡立刻赶出小熊 害怕的身逢小熊紧紧抱住了朴士郡 看着可怜的小家伙 思索了一番 朴士郡还是决定等她的母亲来到这里时 再将其送出去 朴士郡的拒绝让爱玲愣住 想到自己的好意却被误会成小心眼 爱玲也便不想再坚持 随即也就不管这件事 而朴士郡还在小声嘀咕着 她始终认为管理者这是担心自己的食物被分走 黑龙爱玲走后 朴士郡开心地抱着小熊 可这个小家伙此刻竟然睡着了 见状的朴士郡更加坚定将其收留在山洞过影 第二天一早朴士郡还在呼呼大睡 但在不远处的仓库边 却有着一团红色身影 不宜会战士黑兔便晕乎乎地打开房门 瞎而看到前方的景象后 她瞬间就没有了睡意 很快山洞内的吵闹声吸引了朴士郡 等到她醒过来后 却发现身边的熊仔子不见了 看着前方生气的小伙伴们 朴士郡好奇地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 不过很快她就明白了原因 此刻的地面上有着许多的食物残渣 储存起来的农作物也几乎都消失不见了 而罪魁祸首正是眼前这只无辜的小熊 望着仓库的惨状 朴士郡甚至快要哭出来了 小兔子们更是愤怒不已 可小熊却还在自不自地翻东西吃 除了小番茄 朴士郡他们存下的红薯和胡萝卜 被吃了将近三分之一 被小兔子们胖揍了一顿 身红小熊急急忙忙地扑向了朴士郡 看着眼泪汪汪的小红熊 朴士郡一把将其抱紧 但很快他就发现对方一夜之间 竟然长大了许多 现在朴士郡终于想到了管理者的劝告 他开始后悔了 应该早点听艾琳的话 大概是早就预料到 管理者在这时也告知了朴士郡 身红巨熊的幼崽一天 就能轻松吃下200斤的食物 明白是自己误会了管理者 朴士郡就真诚地道歉 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不该把管理者想得那么小极 对此艾琳并没有在意 而是表明当务之急 是先将小熊送去外面 一番思索之下 朴士郡就把此前的离开方法 作用在小熊身上 他将大葱做成了长长的绳子 随即给小熊绑得结结实实 这时上方的小兔子们 也已经准备好 等到朴士郡发起了命名 中部的小蜜蜂们 就开始奋力地拉着小熊 外面的兔子一家也在一起加油 在一众小伙伴的帮助下 身红小熊被缓缓地拉了出此 可突如其来的失重感 让小熊很不适应 他开始无力地挣扎着 见状朴士郡递上了 甜甜的蜂蜜安抚小熊 你已经离开太久 也该回家去找妈妈了 安稳下来的小熊吃着蜂蜜 下方的朴士郡和女王蜂 则是可他告一 而身红小熊也回应着他们的善意 将小熊送走后 朴士郡就完成了任务 本次奖励是获得财种技能 目送小熊离开 兔子一家便全部回来 看着辛苦的小兔子们 朴士郡本想好好犒劳他们 怎料自己的肚子却先叫了起来 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决定今天暂时就吃点小番茄和烤鱼吧 几天之后 在天坑农场之中 此刻的朴士郡和小伙伴们 都害怕地看着洞口 原来是小熊在和他们开心地打招呼 可小熊的后面却有着一只恐怖的身红巨熊 朴士郡现在已经傻眼了 他以为对方是来抓捕自己和小伙伴们的 令众多怪兽为之恐惧的身红巨熊 此刻却向一个农夫表达着善意 只因熊妈妈想让他的孩子能吃上蜂蜜 就在朴士郡将小熊送出去的几天后 他却把自己的妈妈身红巨熊带到了这里 看着头顶的庞然大物 朴士郡和小伙伴们害怕不已 他怀疑巨熊误以为自己挟持了小熊 所以现在是前来捕食他们的 细想到这里 朴士郡浑身止不住地发尘 紧接着他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嘴上还说着自己吃了番茄肉不好吃 这使得熊妈妈发出了疑惑声 好在管理者传达了身红巨熊并没有恶意 他只是想为自己的孩子吃蜂蜜 看着管理者的解释 朴士郡也明白了对方的来源 身红巨熊肯定了管理者的解释 他和小熊在外面和朴士郡他们打着招呼 而作为索要蜂蜜的报仇 身红巨熊愿意来保护周围免遭危害 还要带朴士郡离开天坑 随即他就把巨大的熊爪放在了天坑之中 见状朴士郡回头看着小伙伴 兔子们纷纷为他感到开心 就这样朴士郡答应了身红巨熊的请求 于是他坐上了熊妈妈的爪子 然后缓缓地朝着洞外出发 下方的黑兔老五和朴士郡挥挥手 而这也是朴士郡历经上百天以来第一次去到外面 从高处看着农场中的全部座 朴士郡心中更是无比感谢 如果没有伙伴们 那他大概是会饿死在里面 现在朴士郡满怀希望地看向外面的世界 他终于能看看真正的塔中世界了 刚刚出洞 外面的光线让朴士郡一时间无法适应 待到他适应完后 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就被外面的世界深深吸引 蜿蜒的山脉此起彼伏 远处更是矗立着一座植入云霄的高塔 此刻的朴士郡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这只是黑塔中的一层 但面积却已经让他难以看到镜头 原来这就是黑塔的真正面目 朴士郡由衷地感谢熊妈妈能带他出来 而远处闪耀的亮光则是吸引了他的注意 见状管理者就适时出现 他告诉朴士郡那个就是用已离开的传送站 就如流浪商人有着专属的商人通道 塔外进来的冒险者们也有专属的传送装置 如果能够使用传送站 那他想必就能快速地到达第一层 然后成功回到塔外 但朴士郡又有了新的意义 该如何去那里 要穿越前方的一片荒芜之地 单单是靠步行不太现实 从巨熊的爪子上下来后 小熊就朝着朴士郡扑了过去 将他一把抱住 朴士郡询问着深红巨熊能不能送自己到亮光的地步 对此深红巨熊给出的回答是拒绝 因为荒芜之地不是他的地盘 要前往传送站需要击败大约3000只的怪兽 见状朴士郡才想起来 这里是99层 必然是有着许多强大的怪物 深红巨熊还指了指后面的森林 这周围就是他的领地 那些荒芜之地的怪兽一般不会来这里 可如果离开巨熊也无法保护朴士郡 明白缘由的他指得轻轻叹息 与此同时天坑的小伙伴们把朴士郡的行李拿了出来 朴士郡很是感谢着他们 小熊看着黑兔老五 也是激动地一把抱住了他 看着已经比自己还大的熊宝宝 黑兔缓缓地抚摸着他的头 地旁的深红巨熊此时想让孩子吃点东西 朴士郡拿到包包便反应了过来 他从里面掏出了蜂蜜 闻到香味的小熊瞬间转过身来 看着甜甜的蜂蜜一点点流出来 小熊的眼中都泛起了惊醒 随即他就埋头美美地舔食着蜂蜜 这时朴士郡注意到了熊妈妈的渴望 见状他本想拿给巨熊一起享受 但却被熊妈妈拒绝了 他说着自己不用 只要多给小熊一点就好 森林中的食物匮乏 导致孩子没能好好成长 然而只在朴士郡的农场待一天 自己的宝宝就长大了很多 对于深红巨熊的话 朴士郡和女王蜂都沉默了 毕竟长得快的代价 是吃掉了他们辛苦储存了很久的食物 巨熊还表示其中帮助最大的就是蜂蜜 得到称赞的女王蜂显得有些害羞 而朴士郡现在知道了森林中的食物不多 加上管理者说过深红巨熊的食量很大 随即他询问熊妈妈今天是不是没有吃东西 但情况远比朴士郡想的夸张 为了找这个煽动 巨熊已经整整饿了三天 看着可怜的熊妈妈 朴士郡就决定给他做些好吃的填饱肚子 一旁的小黑兔也是信心满满 接下来朴士郡要亲自掌勺 拿到他要带来的东西后 他下厨也是愈发的勤奋 回到天坑黑兔迅速地捕获了很多鲜蜜 镰刀兔则是给朴士郡当副手备刺 在朴士郡的精心料理下 望着面前热气腾腾的食物 熊妈妈和小熊都馋得不行 朴士郡准备的是营养丰富的番茄萝卜炖鱼 这是要给熊妈妈补补身体 而小熊现在却已经在享受着鱼汤了 为了向朴士郡他们表示感谢 深红巨熊开心地将他们抱在了怀中 另一边的黑龙艾玲也在注视着天坑外发生的一切 原来早在几天前 艾玲就盯上了被送出去的小熊 她原本还担心熊仔叫妈妈来攻击人类 却不想深红巨熊只想和人类建立友好关系 所以她提前出面表示能帮助熊妈妈 至于结局也很完美 此刻天坑外的美好画面就能证明 而且要是能在洞外扩大种植面积 她的食物也会越来越多 同时有着深红巨熊的保护 她需要操心的事情就会变少 想到以后的美好生活都是自己促成的 黑龙艾玲忍不住夸赞起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与此同时的流浪商人监察局总部中 杰拉斯正在读着泰奥的各种资料 可上面的内容很是不全 不仅没有和斯卡拉姆的交集 更是写着泰奥的经商能力不强 但通过销售保单 杰拉斯却得知小猫咪最近的销售额很高 这使得他好奇对方究竟是拥有什么样的手段 就在这时杰拉斯的属下拿着新的任务走了进来 任务的内容是给55层的大财主格利德抓贼 对方丢失了很多宝贝 听到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飞行农场主 杰拉斯的脸色都变得冷淡了 简单的看了一下上面丢失的物品 他对局长的埋怨就更多了 抓贼竟然要让监察总局出手 紧接着杰拉斯的门再次被打开 小狗探员带来了泰奥身处75层的消息 文言的杰拉斯迅速坐直了身子 同时告诉一旁的下属 那些任务清单等他回来实在去处理 现在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杰拉斯再次穿上了此前的新手商人装扮 他发誓一定要把泰奥的情况全部调查清楚 可对此小猫咪并不知情 他还在美滋滋地购买着烤串 狡猾的小狐狸仅仅是夸赞了一切 却让单纯的小猫咪为之沦陷 更是要将自己的经商之道传授出去 而在另一边的天坑之中 自从朴士俊和身红巨熊建立友好关系之后 他们就开始了对洞外土地的开课 今天也是达成交易的第三天 熊妈妈一大早就前来接朴士俊出去 来到外面之后 朴士俊将一大包的食物递给了身红巨熊 这是拿给他在巡查四周试吃的东西 而熊妈妈将小熊托付给朴士俊照顾之后 开啃着洞外的土地 但外面的土质跟洞内的却是截然不同 和洞内的肥沃土壤相比 这里的土地多出了许多的碎石子 它们会让农作物难以生长 就在朴士俊苦恼的时候 后面却传来了一样的声音 散头一看竟然是小熊在努力地工作耕地 见状朴士俊就想到了解决土质的问题 小熊负责去松土把碎石立出来 他和小兔子们就将石头捡出去 明白小熊已经辛苦了很久 朴士俊拿出了一颗烤红薯犒劳他 看着眼前已经和自己差不多的小熊 朴士俊不禁感慨他的成长速度 而经由处理过的小部分土地 已经可以将农作物种植进去 可爱与土地太过平静 也只能种根筋类的作物 至于小番茄还得看看后面土地的情况 不过朴士俊刚刚种下几颗种子 却被小熊全部破坏了 他将朴士俊种的红薯直接吃掉 见状朴士俊急忙阻止了小熊 再这样下去 整理好的土地又得重新挖一遍坑 被朴士俊说了一顿 小熊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小番茄来到了黑塔38层处 他这次带来了1800克小番茄 每次将以300克为一份起牌 虽然冒险家们依旧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但自从上次的冤大头没有来之后 卖出的金额便少了许多 小猫咪临走的时候 东芝就赶紧上前和太奥确认了合同的竞争场 可让太奥疑惑的是 东芝竟然没有参与小番茄的竞牌 闻言东芝尴尬地咳嗽了几声 他说着这次他需要别的东西 随即就往腰间掏了一下手机 原来是东芝的女儿喜欢猫咪 所以他想要一些太奥的照片 对此小猫咪果断地答应 而东芝也拿出了拍照所需的报酬 他听说太奥需要的是一些杂物 因此就带了一点辣椒粉 可东芝没想到的是 太奥刚刚接过手就直接尝了几口 然而下一秒小猫咪就被辣得直接跳了起来 更是痛得大叫一声 缓缓恢复之后 太奥就和东芝分别离开了38层 又是过了几天 太奥来到了75层之中 他此刻正在商店之中升级背包 升级完小猫咪就出去了 不过他的猫嘴却是肿了一圈 舌头也是在火辣辣的头 而为了升级背包 太奥花光了瓢氏菌给的全部提成 好在容量扩大之后 又能多装下几百颗小番茄 这样下去不仅可以更快赚到1000塔币 成为终极商人 就连董事长的位置也会更进一步 接下来太奥只剩下买装备的任务就能回去了 可突然飘来的香气 却是吸引了小猫咪 静静一看 太奥便发现了前方的烤串摊子 摊吃的猫咪当即就走了上前 他准备用美食来抚慰受伤的舌头 望向中间的一串烤小鱼 太奥便询问了价格 得知需要一塔壁货 他竟然一副理所当然地让老板便宜些 没想的是对方却真的同意了 就这样小猫咪拿着烤鱼美滋滋的钱去买装备 行至一半时 却出现了一个商人拦住太奥的去路 看清楚后太奥马上就认了出来 原来是此前差点被斯卡拉姆骗得冤大头 听到太奥说自己冤大头 杰拉斯心中更是气愤不已 不过嘴上还是给小猫咪介绍了自己 太奥想知道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见状杰拉斯急忙说着 为了感谢上次的帮助 他想请太奥吃一顿饭 杰拉斯本以为太奥会直接答应 却不想小猫咪当即转身拒绝 于是他不死心地说着简单的喝杯茶也行 但太奥还是拒绝了 因为他喝不了热的东西 可杰拉斯还是拿出别的东西邀请太奥 这不仅没能留下小猫咪 还让太奥感觉他太残忍了 见状的杰拉斯不禁咬了一下牙齿 接下来他要祭出自己的杀手锦 下一秒杰拉斯却是直接跪在了太奥的面前 他祈求着太奥能听自己说几句话 小猫咪也被这突然的一幕吓到 杰拉斯则是假装可怜地诉说了自己的情况 他刚刚成为流浪商人不仅 但能力却是非常的不服 好在上次太奥帮他识破了斯卡拉米 因此他很感激太奥的慷慨相助 所以他想跟着小猫咪学习经商之道 更是表明太奥是值得尊敬的大流浪商人 而听到这句话的太奥瞬间就沦陷了 小猫咪的耳朵止不住的晃动 太奥对大流浪商人很是受用 于是他就决定指点一下杰拉斯一些技巧 计谋得逞的杰拉斯心中更是暗自得意 答应了之后太奥就让杰拉斯赶紧起来 毕竟旁边还有许多看戏的 现在杰拉斯想知道太奥要去哪里 得知小猫咪要去铁匠铺 杰拉斯的脸上顿时写满了衣服 他本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但太奥只是让杰拉斯看着就好 不一会后 他们就走到了75层的商人一条街之中 其中的一些商品让杰拉斯很是赞叹 他还示意了一下太奥 旁边的这家铺子中有很多顶级道具 但太奥却是故作高深地说着不买寻常的东西 他的话让杰拉斯很是在意 再次走了机密后 太奥也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看着上面的牌子杰拉斯也有些印象 小猫咪此刻则是敲响了店门 直到进入了店中 杰拉斯这才想到了关于这家店铺的介绍 这里就是卖那些无法鉴定的破烂道具池商店 他实在是不知道这里能教怎样的商人技巧 太奥现在询问了店主这些道具的价格 是不是都是20坦利 肯定地回答了一下 店主就让太奥去随便挑选 通通大甩卖 价格都是一样的 可小猫咪下一刻却是重重地拍在了柜台上 只见太奥很自然地说出让老板便宜一些 这句话立马就让杰拉斯震惊了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技巧吗 他实在没想到 就算是大甩卖的价格 小猫咪竟然还能开口还价 曾经在圣者手中拯救饥荒的草梦 如今却被荡成垃圾清仓大甩卖 机智的狐狸误以为是普通的道具 可憨厚的小猫咪竟然一眼相中 更是开口和老板还起了价格 健壮的小狐狸杰拉斯瞬间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太奥竟然可以这么理智气壮 而令他惊讶的还在后面 因为老板真的便宜了二坦币 但太奥并没有满足 他继续让老板再便宜一些 老板这时才抬头看了太奥一眼 他是真没有见过这么冒昧的猫咪 可小猫咪说着自己以后会经常来 让老板十三塔币卖给自己 也许是被太奥的模样逗乐 老板随即就同意卖给他 现在太奥转头骄傲地看向了杰拉斯 见状的小狐狸也是急忙夸赞着他真烈 但在杰拉斯的眼中 太奥的还价简直就是狐狸 接下来杰拉斯询问小猫咪想拿走哪一件装备 思考了几秒钟 太奥就拿起了角落的破酒箱子 从里面他拿出了一顶普普通通的草帽 看到这一幕的杰拉斯急忙阻止了小猫咪 因为这顶草帽无论怎么看 都一定是没有人要的垃圾道具 文言的老板当场就不开心 他冷声地说着 杰拉斯对自己的商品有意见吗 这时的小狐狸才反应过来 就连太奥也认为他太失联 随即杰拉斯就恭恭敬敬地和老板道了钱 虽然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拿到草帽的太奥并没有嫌弃 这件道具很是符合他的心意 买完东西他们就离开了铁匠铺 装好草帽后 太奥认为已经把精髓交给了杰拉斯 于是他就说着自己也该离开了 临走时小猫咪还预祝杰拉斯能成为优秀的商人 直到太奥走出去一段距离后 杰拉斯这才反应过来 但他并没有再次跟上去 那样会显得太过刻意 正当杰拉斯准备后面在调查时 他却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下一秒杰拉斯急忙转过身 看着猫咪离开的方向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太奥手中的草帽 他这时终于想起来了此前局长发布的任务 这顶草帽正是大财主丢失的物品之一 见状的杰拉斯傻眼了 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而在几天后的黑塔天坑中 朴士俊还在耐心地收集着胡萝卜的种子 由于要负责熊妈妈和小熊 胡萝卜的存货量便减少了许多 这导致了小兔子们开始惶恐不安 所以接下来朴士俊要收集更多的种子 一半种在洞内 另一半则是种植在外面 工作了一早上 很快就到了饭店 小黑兔和推车兔已经准备好了鲜鱼 今天朴士俊决决定和小伙伴们喝鱼汤 但最近兔子太太没有胃口 因此他要前去摘番茄做些开胃的食物 至于鲜鱼就先交给镰刀兔除了 朴士俊来到农场就摘下了一串新鲜的小番茄 这时他的采摘技能也来到了四季 更是获得了追加的新效果 除了原有的让未成熟的果实提前达到最佳 现在还多出了小概率提升农作物等级的效果 虽然上面说着概率极低 可这也聊胜于无 如果能意外获得更高级的小番茄 那就最好不过了 看着讯息面板的介绍 朴士俊怀疑技能到了四季就会获得追加效果 不过在听到兔子先生的声音后 朴士俊就回过神来 现在可不是分心的时候 他得专心地去准备孕妇需要的营养餐 经过朴士俊的烹饪之下 很快一份滋补的清炖鱼汤也就完成了 这是他为兔子太太精心熬制而成的 非常的爽口滋补 朴士俊还提醒着兔子先生专心照顾好兔子太太就行 至于农伙有他们几个人在 不需要为之担心 毕竟现在就快要到预产期了 相信很快小兔子们就会见到弟弟妹妹 就在这时外面的小熊赶到了这 他开心地和朴士俊打着招 于是朴士俊就拿上了食物和工具 他和三只小兔子要出去吃饭工作 至于洞内的作物就交给推车兔和镰刀兔打理 将满满一盒的食物及牢固 朴士俊就抓紧了大葱座的绳子 随即他示意了一下小熊 让其可以动手拉了 得到指示的身红小熊便开始用力拽着绳子 通过洞外的一块巨大石头 现在小熊也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 小兔子们可以跳出去 因此也不用和朴士俊一起乘坐这个手动式的电梯 不一会的功夫 小熊就把他拉到了外面 小兔子们紧跟着跳了出来 洞外的这块巨石是朴士俊请求熊妈妈搬来的 早晨上班的熊仔仔会把早饭和朴士俊一起拉上 原本朴士俊只是想随便找一块石头就好 怎料熊妈妈直接搬来了一块巨大的岩石 也许因为这里是99层 所以朴士俊好像也能理解 这时他夸赞的小熊比昨天拉得更快 朴士俊本以为熊仔仔是为了更快见到他 怎料对方却是一直在盯着盒子中的早饭 今天朴士俊准备的示意和满满的烤红薯 这是昨晚他特意留下来的 为此塔的管理者还闹了小脾气 见状的小熊已经馋得流出了口水 随即他就大口大口地吃着烤红薯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里面竟然就只剩下了一个 而小熊也停下了进食 因为他想到了此前小兔子的叫头 于是小熊就叼着烤红薯鱼而出 他跑到了前方的土地上挖这些什么 朴士俊和小兔子纷纷疑惑不已 紧接着小熊就示意了一下 原来他是想把烤红薯也种植在地里 然后等待着烤红薯长大之后再吃 小熊还得意地拍了拍自己的作品 但这可爱的模样却使得朴士俊和小兔子们笑翻在地 朴士俊这时告诉了小熊 烤熟了的东西种下去是不会长出来的 闻言小熊犹如遭到了雷击 可很快朴士俊就要笑不出来 因为转过头一看 他竟然发现被埋在土地里面的鱼头 前方更是有着许多被小熊种下的食人鱼 见状朴士俊和小伙伴们瞬间无奈不已 看来他们是时候该给熊仔仔好好补课了 旁边的小熊也很是失落 他把食物种了下去 自己的肚子却是饿得咕咕叫 与此同时的洞内风潮之中 女王蜂似乎有着苦恼的事情 他正默默看着手中毒蜜蜂的茧 只因无意间吃下了蜂王浆 毒蜜蜂又载进化成了茧 而这正是蜕变为女王蜂的前兆 看着掌尖小巧玲珑的风茧 女王蜂很快便做出了决断 待到第二天时 此刻的深红小熊摆好了架势 在他的下方则是准备迎战的小黑兔 紧接着他们就要同时发起进攻 只见小熊猛地扑向了战士黑兔 但灵活的小黑兔仅仅是一个小跳 便成功躲了过去 随即还快速地敲打了小熊几锤 就在黑兔以为自己胜利时 身后却袭来了一只肉糊糊的爪子 下一秒身红小熊就把黑兔抱在了怀中蒙体 一旁的朴士俊看着他们之间所谓的战斗特许 却感觉到很是滑稽 因为黑兔和小熊的战斗就像在玩耍一样 这时的推车兔也把饮料带了过来 见状的朴士俊和他说了谢谢 他刚刚好渴了 没想到推车兔还是一如既往的满心 朴士俊才喝下几口 却突然发现小蜜蜂们飞了出来 看样子独蜜蜂们又要开始今天的巡逻工作 本想让他们注意安全 怎料女王蜂竟然也来到了洞外 见状的朴士俊感到很是差异 因为女王蜂现在应该在产卵才对 缓缓地飞到朴士俊的面前 女王蜂就小心翼翼地把抱着的东西放在他的手上 甚至还和朴士俊鞠躬 周围的小蜜蜂们也在拜托着他 向朴士俊道谢完 女王蜂就带着小蜜蜂们前去巡逻了 虽然不明白他们具体的意思 但朴士俊明白 女王给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 慢慢地剥开嫩绿的叶子 里面赫然是一颗精致美丽的蜂茧 通过讯息的提示 这竟然是女王不蜜蜂的茧 距离孵化还有十天的时间 而朴士俊现在明白了 女王蜂为什么要交给自己 因为女王蜂才成为女王没有多久 她的蜂群势力还不是很庞大 倘若在还没有分蜂的蜂巢中诞生新的女王蜂 蜂巢的力量可能会进一步地遭到削弱 所以女王蜂这才交给了朴士俊孵化 想来这一定是她很宝贝的幼蜂 明白了女王蜂的身影 朴士俊瞬间就来了动力 她要好好地照顾女王蜂景 然后把她孵化成漂亮的女王独蜜蜂 现在朴士俊很希望时间能再快些 她已经等不及想和新的女王蜂见面 一段时间过后 在天坑的附近来了一只蹦蹦跳跃的小猫咪 泰奥此刻的心情很好 马上就要到洞口 而她也要继续享受着泰老板应有的服务 可当她来到洞外时 却看到了一只没有见过的动物 以为是来危害农场的怪兽 泰奥便赶紧出声叫了一下小熊 待到身红小熊转过身时 小猫咪马上就发现了对方嘴里叼着的东西 她认出了这是朴士俊的包包 再加上小熊巨大的身躯 泰奥便误以为朴士俊已经被吃掉了 下一秒小猫咪就跪倒在了地上 泰奥很是自责 她没想到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晚 从38层回来的时候 泰奥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所以这次就尽快赶了回来 然而现在却是这样的结局 小猫咪已经伤心到了极点 自己泰老板的享受时间都还没有全部花完 愤怒之下的泰奥直接扑向了小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也是吓到了熊仔仔 不过小猫咪还没有碰到小熊 朴士俊便发现泰奥回来了 随即就开心地呼喊了一下小猫 听到声音的泰奥这才收住了攻势 同时轻轻地落在了地上 但下一秒她却是猛地扑向了朴士俊 紧接着死死地抱住了朴士俊的头 她差点以为自己的合伙人被吃掉了 现在小猫正仔细地检查着朴士俊的全身 尤其是她最终意的膝盖 要是出事 以后泰老板的时间可就享受不了膝盏了 见到朴士俊没有什么大碍 她赶紧询问刚刚的身红巨熊是怎么回事 于是朴士俊就带着泰奥来到上面 同时和她说了与小熊之间的经过 也表明了现在和熊妈妈有个约定 她负责保护周围的安全 农场的小伙伴们则是用食物作为报答 听完之后泰奥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刚她真的是被吓坏了 不过这时朴士俊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直叫他们身红巨熊似乎不太合适 要是能跟泰奥一样有名字就方便了 随即朴士俊就让泰奥询问一下熊崽子 看看她有没有名字什么的 对此小熊却并不清楚 她就是一只熊崽并没有名字 于是朴士俊就临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听到朴士俊的话 小熊瞬间开心不已 小猫泰奥也很好奇朴士俊想出了什么好名字 紧接着朴士俊就说了出来 由于小熊一直喜欢孤傲 所以朴士俊决决定 熊崽仔以后就叫孤傲好吗 可这个名字一出来 除了朴士俊还在哈哈大笑 其余的小伙伴们全都傻眼了 泰奥更是鄙视了一下朴士俊 认为他压根就不会取名字 遭到了猫咪的刑起 朴士俊还很不服输地询问着小熊 将熊崽崽崽的嗷嗷翻滚后 他竟然还不要脸地认为小熊答应了 但一旁的泰奥却立马打断了朴士俊 他拿出了本次外出所卖出的全部塔 同时问着这些能换多长时间的泰老板 夸赞了一下小猫咪 朴士俊大概算了一下 现在泰奥整整有着38小时的泰老板能当 闻言的小猫咪当即就让朴士俊拿出猫条 现在是他享受的时间了 小猫咪美滋滋地舔着猫条 可美妙的时光才刚刚开始 一张巨大的嘴巴就将小猫咪挤到了一边 原来是熊仔仔在舔食着泰奥的猫条 见状的小猫瞬间就抱走了 好在朴士俊急忙拦住了泰奥 但熊仔仔还是被猫咪狠狠地抓了一下 紧接着小熊就坐在原地嚎啕大哭起 与此同时的树林间传来了巨大的震动 突然里面就有着恐怖的生物跳了出来 熊妈妈听到宝宝的哭声 便直接飞越到了这里 看着空中的巨大黑影 朴士俊和泰奥都吓死了 下一秒熊妈妈精准地落到了地面 他现在恶狠狠地盯着前方 小熊则是被他护在了身下 朴士俊和小伙伴们都被吹到了后面 只有泰奥留在了原地 熊妈妈现在死死地看着下方的小猫咪 小熊还在呜呜地哭泣 朴士俊明白此刻情况不妙 泰奥则是已经被吓得浑身发抖了 这是一颗沉寂了两百年的龙心 可如今它却久违地发生了跳动 而令黑龙之心复苏的关键 却是眼前这平平无奇的魔力小番茄 而身为小番茄的种植者 农夫朴士俊现在却遇到头疼的事 因为回来的泰奥和小熊发生了摩擦 现在熊妈妈生气地盯着小猫咪 见状泰奥小心翼翼地和身红巨熊打招呼 他还说明了自己流浪伤人的身份 拥有不被怪兽伤害的特决 可小熊之间也只是误会 对此熊妈妈朝着猫咪愤怒地大吼了一声 这瞬间就将泰奥吓得直哆嗦 生气完之后 熊妈妈提醒的泰奥 让他不要欺负自己的孩子 小猫咪已经被吓得狼狈不堪 他表示以后一定会和小熊有好相处 一旁的朴士俊也帮着泰奥解释 他告诉熊妈妈只是发生了一点小摩擦 熊仔仔没有出什么事情 见重的熊妈妈才平复了一下心情 看着小熊并没有什么大爱好 熊妈妈也就离开继续去保护四周了 直到现在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泰奥则是在旁边哭了出来 朴士俊害怕他被吓坏了 随即就上前来安抚着小猫咪 他将泰奥抱在了怀中 然后说着也是自己的问题 他应该早点告诉泰奥天坑中的变化 小黑兔见到伤心的猫咪 他便用舌头轻轻地安抚着 其余的小兔子们也不想看着猫咪一直难过 他们上前和小黑兔一起舔着泰奥的毛发 转眼的功夫 小猫咪也笑了起来 朴士俊和小伙伴现在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望着前方的温馨一幕 小熊孤傲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他缓缓地来到了伙伴们的面前 同时如小兔子们一样舔弄着小猫咪 泰奥真诚地向着孤傲道歉 不该抓上他的 并且他们互相之间表示以后一定会更加友好 而累了一早上了他们 在经历了刚刚的事情后 似乎也有一些的疲倦 这时朴士俊和小伙伴们打了一个哈欠 随即他们就全都一起眯着眼休息 天坑中的兔子夫妇听到外面的声音 在打理好事情 此刻便来到了洞外 缓缓地爬上来后 兔子先生却发现了遗落在地上的储藏袋 他从里面拿起了小猫咪买过来的草帽 这时的兔子太太示意了一下兔子先生 他发现了朴士俊和孩子们 前方的小伙伴们此刻竟然睡在了一起 他们靠在了彼此之间的身体上 睡得很是舒服和安宁 健壮的兔子夫妇明白 他们是累了一天很辛苦 而想到刚刚捡起来的草帽 兔子先生就轻轻地盖在了朴士俊的头上 想以此来为他遮挡阳光 而他们现在也靠在了小熊的身上 就这样默默地享受着此刻的温暖 也许是感受到伙伴们在身边 农夫露出了一抹幸福的微笑 与此同时在黑塔空间之外的某一处 现在竟然聚集了许多条巨大的黑龙 他们正盯着中间的东西 只见一位老人正拼命地往水晶中注入魔力 然而下一秒他却被直接震开 见状老人立马暴怒不已 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黑塔无法打开 一旁的俊秀男人正是恳请老人冷静一下 他正是艾琳的父亲安东普里塔尼 文言的老人却是根本无法镇定 一直见不到艾琳 就算是身为黑龙一族家主的凯撒普里塔尼 却也忍不住发起了脾气 距离上一次艾琳的病发作已经过去十年 现在他们终于是弄到了药物 可却无法打开黑塔的入口 就算是他自己创造的应急系统 如今也没有任何反应 对于里面的情况 凯撒完全没有办法 文言的安东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 应急系统没有出发 也就证明艾琳还是好好的 旁边的黑龙们也是这样的认为 他们一起让凯撒家主不要太过着急 艾琳身处的是黑塔中的管理者空间 那里是支撑塔运作的魔力中心 本该是所有龙族轮流管理 用来增强实力的地方 但因为艾琳意外生病 所以众龙都纷纷让出了管理的客举 而且为了恢复艾琳的龙之心 他们更是付出了巨大的待见 安东说着大家和凯撒的心情是一样的 接下来安心的等待就好了 不必再强行冲击飞塔 可凯撒明白 自己的儿子安东之所以会这么说 也是不想让众龙心中生出隔壳 毕竟为了自己的女儿 伯里塔尼的全部龙族已经做出了巨大让务 安东为此也感到很是抱歉 可他也不想让父亲凯撒和大家太过辛苦 而且安东相信女儿艾琳 他一定是在努力地克服着病情发作 文言的凯撒也平复了着急的情绪 随即他就下达了命令 在飞塔开启之前 众龙不必再配合他强行开打 回去安心待命饥渴 很快全部的飞龙就飞离了此处 等到别的族人离开后 安东想着现在离发作已经过去了几天 也许是艾琳的龙之心有所好转 凯撒多希望是这样的结果 但他已经太久没有见到自己可爱的孙女 甚至连艾琳有没有好好吃饭都不知道 凯撒现在能做的也只有默默给他欺负 和众龙的担忧不同 此刻的艾琳正在管理者空间中 美滋滋地吃着小番茄 一边吃他还一边看着书 全身上下没有看出半点的难受 由于朴氏郡后面种植的小番茄是低级的 口感比起以前更加浓郁了很多 之前艾琳需要塞入满满的一嘴巴 才能品出味道 但现在只需要几颗就足够了 可就在下一秒 艾琳的龙之心竟然久违地跳动起来 这使得他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艾琳不敢相信地将爪子放在胸口上 他的龙之心已经整整两百年没有跳动过 然而现在竟然主动地发生了律动 甚至还开始吸收着魔力 这是艾琳这些年来从没有的体验 自从龙之心生病后 就再也无法吸收魔力 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 艾琳现在终于记起来 原来他发病的日子不经意间就过去了 思考了一番 艾琳便明白是小番茄的作用 因为小番茄是有着略微提升魔力的功效 原本艾琳还以为只是味道不错 没想到吃下大量的小番茄后 还有着治疗龙之心的效果 一想到自己可以慢慢地晖子 艾琳便止不住地开心 而今天他艾琳普利塔尼终于成功度过了200岁 并且拥有了想要守护的存在 既然龙之心有了跳动的机会 艾琳便决定以后将由他来守护农夫朴士郡 心情大好的 他想看看现在的农夫在忙些什么 查看了一番 艾琳便笑了起来 他没想到朴士郡竟然又弄来了没有鉴定过的道具 大概是有人在念叨自己 朴士郡睡梦中还揉了揉鼻子 六只柔软可爱的兔子宝宝 却能让小猫咪主动地上真实的猫头 只因泰奥即将成为小兔子们的叔叔 而在此前他们正互相依偎地靠着睡觉 可管理者艾琳却看到了朴士郡头上的草帽 于是他就赶紧吵醒了朴士郡 被吵醒之后朴士郡很是疑惑 因为上面提示的是他有位鉴定的道具 胡乱地找了一下 朴士郡就从头顶取下了一顶草帽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自己头上 壁旁的兔子先生则是示意了一下 见状朴士郡便明白了 原来这是泰奥带回来的道具 随即朴士郡就拍了拍小猫咪 不过泰奥却是还想再多睡一会儿 无奈之下的朴士郡也只好就此作罢 这时他拿出了草帽准备查看一下讯息面 但未经鉴定的道具 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技能和使用条件 可上面的大地保佑技能 还是成功吸引了朴士郡的注意 就在这时的管理者便提出了建议 他让朴士郡拿给自己鉴定一下 见状的朴士郡便直接答应 拿到草帽之后 艾琳简单地活动一下身子 她已经太久没有使用魔力 热身完毕艾琳就轻轻抬起了笼爪 紧接着就使用了鉴定技能 随着蓝色的魔力萦绕在草帽的四周 艾琳此刻顿时惊叹不已 同时还恭喜朴士郡 她获得了一件相当厉害的道具 鉴定完毕 管理者就再次发出任务 条件是让朴士郡下次蓝月时 上胶蕴含蓝月气息的作物 看到这里朴士郡这才想起来 距离下一次的蓝月也快要降临了 现在农田已经扩大很多 随即她就答应了管理者 文言的管理者还告诉了朴士郡自己的名字 并且要求她和自己拉勾承诺 原本朴士郡还不以为意 觉得不需要这样她也会给她 健壮艾琳瞬间就很不开心 还威胁着她是不是不想要草帽 看着上面的提示 朴士郡瞬间就变了脸色 她急忙说着能知道艾琳的名字 是自己莫大的荣幸 随即朴士郡缓缓地伸出小拇指 然后承诺下次会献上蕴含蓝月的作物 另一边的艾琳也竖起了自己的一根笼爪 这还是她龙胜的第一个约定 约定过后任务也就完成了 通过提示朴士郡得知这净是圣者的遗物 并且还是黑塔中仅存的十个圣遗物之一 健壮的朴士郡这才明白小猫带来了多了不起的道具 带有一物头衔的命名装备 她还是第一次听说过 被鉴定完后 那些使用需要的最低能力值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是职业和农业有关的人就能使用 更厉害的是这顶草帽会随着佩戴者的等级而进入 现在朴士郡是地级的农夫 因此草帽的等级也就提升为了地板 随着各项技能的限制解除 此刻草帽的属性蓝赫然多出了几条技能 并且每一项的加成都十分的壮观 这个道具对朴士郡来说简直就是神奇 现在需要开垦的平级土地刚好需要大地保佑的效果 再次看向呼呼大睡的泰奥 朴士郡愈发感觉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小猫咪果然有着一双金手 开心的她忍不住上前抱住了泰奥 还不停地亲吻着小猫咪的肉点 见状的泰奥变猛圈了 她不明白朴士郡这是在做什么 看着小猫醒过来 朴士郡就奖励她接下来的一周内恢复泰老板的职位 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 但现在的泰奥和朴士郡都很是激动 时隔很多天 小猫咪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 再次成为了泰老板 又过了几天后 这时的天坑之中 飞车兔还在吃着东西 可一旁的小黑兔却一点心思也没有 她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 小脚还不停地抖动 但不只是小黑兔这样 朴士郡现在也很是紧张 猫咪泰奥更是抖得很严重 终于朴士郡实在是受不了了 她赶紧让小猫咪不要再抖 这样下去自己只会更加紧张 别的小兔子们也一直在兔子夫妇的门口来回走动 等了很久的泰奥此刻有些饿了 她让朴士郡拿一根猫条给自己吃 怎料就在这时 那扇紧闭了很久的木门终于是打烊 率先走出了的镰刀兔抱着一小盘的东西 见状朴士郡和小伙伴们都很想知道有几只 等到镰刀吐露出了怀中的小兔子 里面赫然是三只黄色的柚子 紧接着里面的兔子先生也走不出来 他也抱着三只兔子柚子 比起第一次兔子太太生育的时候还多出一只 现在六只小兔子正避避避的哼着 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守在了小兔子们的旁边 朴士郡打算早上好好熬一点汤给兔子太太补补身体 看着太奥阁得很远 朴士郡就叫他凑近一点看 小猫咪还是第一次见到兔子幼崽的模样 这小小软活的感觉让小猫咪很失意懂 朴士郡还告诉他 之后太奥就是小兔子们的叔叔 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他们 闻言的太奥瞬间来了信心 随即他还从斗空中拿出了一根猫蹄 紧接着就要拿给兔子宝宝们吃 这副模样也将小伙伴们全部逗乐 虽然知道太奥是好心 不过朴士郡还是告诉他 宝宝们还太小吃不了猫蹄 好在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所以朴士郡也就不收走他私藏的猫体 与此同是荒芜之地的边界处 却传来了一阵凶猛的叫声 就在传送水晶的下面 此刻竟然聚集了许多的牛头怪兽 他们已经饥饿得太久 现在牛头怪兽们的王宣布 要在兰月降临的时候 前去荒芜之地寻找一切能够吃的东西 而他正是这第99层的BOSS怪兽牛魔王 对此农场的小伙伴丝毫不知情 他们还在欢声笑语地忙碌着农活 新型的农夫获得了兰月的番茄 他将其献给了贪吃的黑龙 爱玲仅仅是吃下了五颗小番茄 却让龙心吸取了大量的魔力 而在此前农夫朴士郡获得了胜者的草帽 当草帽的技能祈愿丰收发动时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 收获量将得到50%的提升 现在朴士郡看着前面的小番茄种植地 里面的花在祈愿丰收的作用下 花开的比往常要多出不少 今天是朴士郡来到黑塔的第180天 大概是因为蓝月晚上就会降临 所以孤傲和熊妈妈并没有来 就在他打算赶紧忙完农活的时候 旁边便传来了小兔子们的叫声 回头一看原来是泰奥正在追赶六只兔子幼崽 小兔子们正欢快地和猫咪叔叔玩耍 泰奥很是耐心地照顾着幼崽们 就连脏东西也不让他们碰到 调皮的小兔子想靠近火堆 泰奥便赶紧阻止下来 农场内还是有很多危险的东西 小猫咪让幼崽们不要乱跑 紧紧跟在他的身边就好 见状的朴士俊很是欣慰 他没想到泰奥还有保姆的才能 随即朴士俊上前询问泰奥当叔叔的感受如何 闻言小猫咪给的回答就是累 但他却很开心 身为小兔子们的叔叔 泰奥说着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一旁的兔子夫妇给予了小猫咪最大的赞 朴士俊也夸赞着泰奥 他确实很称职 接下来小猫咪要带宝们去玩手 朴士俊则是提醒着要在晚饭之前赶回来 很快农场的小伙伴们就吃完了晚饭 蜜蜂们这时将蜂巢一点点的躲了起来 小兔子们也将自己的房门紧紧关上 而朴士俊同样是准备好迎接今晚的南夜 可看着泰奥竟然往自己的袋子里面钻 朴士俊就好奇地询问了一下 闻言的小猫咪就解释着 他的包袱有隔绝蓝月气息的功能 所以他要躲到里面去 流浪商人的包袱用处很多 大的甚至能当房子使用 想到这里 朴士俊就让泰奥帮自己一个忙 他在背包里面翻掌了一下 随即就递上了女王蜂的茄 朴士俊想将他交给泰奥暂时保补 和小猫咪解释了茄的来历 泰奥便感到很惊讶 但得知这是女王蜂的孩子 他就将其放进了自己软绵绵的毛里 而这时的外面赫然已经有怪兽 发出了不安的叫声 夜晚蓝月也事事降临 皎洁的光辉笼罩了整个99层 天坑中的朴士俊现在很担心熊妈妈和孤傲的情况 可紧接着外面却传来了巨大的响声 这种踩踏土地的声音 朴士俊还是第一次听过 他怀疑有别的怪兽闯进了熊妈妈的地盘 但还不等朴士俊戴上耳罩 外面猛然传来了许多巨大的牛叫声 短暂的几分钟后 声音就开始逐渐变小 这让朴士俊很是疑惑 难道99层里还有牛吗 随着蓝月的缓缓退去 朴士俊的农田里就出现了许多沾染蓝月气息的作物 对此他惊讶不已 没想到获得的蓝月果实会这么多 不远处的玉米地中也在接受着蓝月的洗礼 看到这里的朴士俊更是激动 他大概要吃到蓝月的玉米吧 简单地思考了一下 朴士俊就明白了 这应该是祈愿丰收带来的效果 第二天早晨天坑再次恢复了安宁 不一会后小猫咪突然探出脑袋四处张望 剑没有任何的威胁 泰奥便告知了朴士俊 闻言他就放心地爬到了外面 不过小猫还是认为等熊妈妈他们过来才安全些 但朴士俊准备自己先看一下 因为昨晚有怪兽在农田四周徘徊 他想检查一下外面的情况 见状态奥也就不再做了 同时他说着要陪朴士俊一起去 此刻农场小伙伴们开垦的土地赫然多出了许多大坑 红薯地已经被全部霸干了 地面上还有许多牛皮印记 但这些脚印实在是太大了 朴士俊无法想象究竟是来了一群怎样的生物 而且还刨出了这么高的土堆 这些怪兽的力气一定非常的大 可很快朴士俊似乎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于是他快速地爬到了土堆之上 小猫咪担心外面还有危险 便想让朴士俊快点回去 但现在他还有一件需要确认的事 将刨出来的泥土抓在手中 朴士俊现在很是激动 这些土质和原来的完全不一样 不仅疏松柔软 还含有适当的水分和粘性 是极其肥沃的土壤 朴士俊没想到在这片土地的下方 竟然还有着这种优质的土壤 也就是说这片荒地 有的能变成富饶田地的机会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耕地的机器 这么深的地 想重新翻一遍却也不太现实 不过总归是多了一些可能性 就在这时 管理者慌乱地询问朴士俊在外面做什么 爱玲表示虽然蓝月消失 但怪物们的地盘出现了混乱 随即让他赶紧回到天坑 健壮的朴士俊也就踏上了回归的路 还询问了一下爱玲昨晚有没有出事 文言他就表示自己没事 身为农夫多关心自己的安全就好 朴士俊好奇为什么今天爱玲会这么关心自己 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 今天是蓝月作物丰收的时候 于是朴士俊就让爱玲好好的期待一下 回到天坑之后 他先是感谢了一下小猫咪陪自己 但他要现在还想去睡一下回笼觉 而朴士俊则是开始前去收获农作物 缓缓掰下了亮晶晶的玉米 讯息便提示这是蕴含蓝月气息的体力玉米 给的经验值更是很多 将体力玉米的嫩叶拨开 里面赫然是晶莹饱满的蓝色玉米粒 食用能永久增加0.1的体力值 品级是D等 得益于朴士俊是D级的农夫 现在的农作物比起以前都提升了二倍的效果 检查完全部的信息 朴士俊就准备好偷吃了 他忍不住想试试这甘甜的滋味 可管理者却是突然出现提醒朴士俊 见状他就前去采摘蓝月小番茄了 这次蓝月的作物大丰收 所以朴士俊就给了五颗蓝色小番茄给爱玲 拿完东西之后的他也就离开前去品尝了 管理者空间中的爱玲很是开心 他没想到这次竟然有足足五颗的蓝月小番茄 既然普通的魔力小番茄都能让他的龙之心跳动 那蓝月的就更不用多说了 下一秒爱玲就张开嘴巴 然后将五颗小番茄全部塞进了嘴里 等级提升后的蓝月小番茄口感更是极佳 那美妙的滋味让爱玲忍不住原地转圈 但回过神来他想起了目前的关键 此刻不是体验味道的时候 应该要专心感受魔力的走向 随着爱玲深入感悟小番茄带来的魔力 他的龙之心在吸取完魔力后 便再次发出了跳动 并且还在持续地砰砰乱跳 这使得爱玲不由地激动起来 可下一秒他便感觉到不对劲 因为龙心的跳动实在是太快 紧接着爱玲就无助地摔倒在地 胸口的难受让黑龙一时间发出了痛苦的低音 站在众多怪兽顶端的牛魔王 现在却为了没有食物而发愁 只因原本辽阔的青青大草民 如今竟成为寸草不生的荒地 为此蓝月降临之时 牛魔王将手下派去寻找食物 其中有些牛头人竟意外来到了天坑附近 不过朴士俊却只发现了留下的脚印 在将蓝色小番茄献给爱玲之后 朴士俊就开始准备着今天的早饭 将蓝月玉米放进装着盆的锅中 他就将盖子放了上去 随着大火持续燃烧 石堆上的小锅就开始沸腾起来 朴士俊在锅里面放了一个小盆 并且用玉米叶隔开 以此达到蒸的效果 剩下的玉米叶和玉米须 他则是将其放置晾干 之后准备用来制作玉米须茶 就在这时小兔子们也起来 他们开心地和朴士俊开心地打着招 这时朴士俊询问了一下宝贝们在那 兔子先生便指了一下房间 原来他们还在和兔子太太睡觉 明白之后朴士俊拿出了本次收获的蓝月做 除去给爱玲的 还有整整八颗蓝月小番茄 他还示意了一下后面的锅里 煮着新出现的蓝月玉米 等熟了之后大家分着一起吃 健壮的兔子先生却指了指手中的小番茄 他表示有小番茄就足够了 蓝月玉米只有一个 所以要留给朴士俊吃 明白兔子先生的意思后 朴士俊很是欣慰 小兔子们虽然也想吃 可还是赞成老父亲的想法 对此朴士俊感到很不好意思 于是他说着 吃完早饭就去摘玉米 晚上的时候再好好地吃一顿 一段时间过去 蜜蜂女王正带着小蜜蜂们出来觅食 而朴士俊煮的玉米现在也出锅了 看着那散发光芒的玉米 他便知道一定很好吃 缓缓将玉米拿出来 由于太烫朴士俊轻轻地吹了几口气 接下来朴士俊就拿着玉米准备开动 小兔子们也开心地吃着番茄 在别的小兔子才吃了两口的时候 推车兔却是已经在打宝格了 不过兔子先生还没有吃 他要带回去和兔子太太一起享用 小兔子们吃完 朴士俊开始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蓝月的玉米简直甜得不行 那甘甜的滋味让朴士俊根本听不下 小兔子们在一旁都要尝哭了 短短的几十秒 朴士俊就把蓝月玉米全部解决 随手将其扔进火堆之后 他就和小兔子们准备开始去摘玉米 此前第一批种下的玉米已然全部熟透 接下来就是干活的时间了 采摘完之后同样获得了许多的经验 普通的体力玉米食用能分解20克的脂肪 还可以改善皮肤的弹性 健壮朴士俊便想着给母亲使用一下 他想着近期再去给家人报报平安 到时候带一些农作物给他们 就在这时 熊妈妈和孤傲也来到洞外 随即朴士俊就爬了出去 他问了一下熊妈妈和孤傲昨晚有没有安全度 熊妈妈表示他们很安全 出来的朴士俊第一时间给孤傲到了许多蜂蜜 熊妈妈的烤鱼现在还在制作 不过这时泰傲竟然也跳了出来 他说着自己要下去卖东西 文言的朴士俊问他为什么不多睡一下 怎料小猫咪却认为不能把当老板的时间浪费在睡觉上 但临走时他想让朴士俊送自己去流浪商人通报 可孤傲却是叼起了小猫的董王 熊妈妈和孤傲恰好顺路 所以他们主动要送泰傲过去 在孤傲送小猫咪回来之前 朴士俊准备将一团糟的农田收拾一下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传送水晶袍 牛魔王正看着下方的一众牛头人 他让族人们教一下昨晚收获到的东西 怎料每一个牛头人获得的都是泥土 现在他已经看了一千多个族人 可所有牛头人拿来的竟然都是泥巴 这让牛魔王再也忍不住 他愤怒地指着一众牛头人大骂 让他们去带吃的回来 结果全部都是泥土 文言牛头人们纷纷委屈不已 他们说着自己的地盘上已经没有出现过草 因为食物早就被大家全部砍食干净 剩下的也只有泥土 无奈之下的牛魔王只得坐在了宝座上面 他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回想着往昔的繁荣 牛魔王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昔日他的地盘可是一片绿油油的青青草原 原来牛魔王本是这第99层中 首顾传送小战区域的最强怪兽 他的族群名叫菲尼诺陶洛洛斯 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种族 但每次蓝月降临 他们因为暴走会消耗许多能量 如果不及时补充就会肌肉衰减 于是牛魔王就下令让牛头人们每到蓝月时期 就去地盘的各处吃草 然而他们一族本就是食欲旺盛的大型怪兽 因此久而久之 草的生长速度再也跟不上吃的速度 所以这里就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地 就连近期出生的小牛头人由于没有食物 情况也变得十分不乐观 考虑到这里 牛魔王还是继续看一下别的族人有没有新收获 接下来轮到了牛千三 但叫了半天还是没有回应 终于过了一会儿 牛千三这才慢慢悠悠地上前 蓝月期间他暴走时走得太远 因此回来花费的时间比较多 闻言牛魔王松了一口气 能平安回来那就可以了 可很快牛魔王便瞪大了眼睛 随即他急匆匆地走了上前 见状的牛千三都傻眼了 快速地来到牛千三的面前 牛魔王大声地问着他头上的东西是什么 原来牛千三的脚上竟然挂着一个散发香味的红薯 对此他也是很不解自己什么时候找到的 与此同时管理者空间中的爱玲终于是醒患 他之前似乎是直接晕了过去 防缓地站起身 结果爱玲却撞到了房顶的电灯 见状他便吓到了 一觉醒来没想到电灯却变得这么低 可紧接着他看向了下方的水晶球 此刻爱玲终于是明白了 不是电灯的位置变低 而是他竟然久违地长大了 这是吸收了蓝月光泽的小番茄 管理者黑龙仅仅是吃下五颗 却让他足足长高了许多倍 这也是爱玲数百年来第一次再度成长 起初他还为自己的长大感到疑惑 但想到蓝月小番茄的效果 爱玲也就明白了 他的成长已经停滞了许久 现在一次性吸收了大量魔力 因此这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可对爱玲而言 能让龙之心持续跳动才是关键 成长完他的龙之心还是没有动静 见状爱玲有些垂头丧气 看来还是没有能立马治好的办法 不过至少现在他看到了希望 对朴士俊更是喜欢的不行 但再次仔细观察水晶球里的内容 他却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朴士俊他们竟然在偷偷瞒着自己吃东西 可水晶球太小爱玲有些看不清楚 就在他想去拿爷爷凯撒留下的大水晶球时 却因为长大而卡在了门口 无奈之下的爱玲只得无助地大叫着 他也很想吃新的美食 另一边的孤傲也送小猫咪回来 下方的小伙伴们则是还在辛苦地摘玉米 飞车兔一边搬运玉米 里面还带着一只小兔子 见状朴士俊还和里面的幼崽打了一下招 这时恰好最后一锅玉米也马上煮好 朴士俊便让推车兔去通知大家吃饭 缓缓地揭开盖子 里面的体力玉米正不停地冒着热气 就在这时爱玲脱离了房间 她表示自己也想尝尝玉米 还提示只需要一根就可以 但朴士俊本来就准备好了爱玲的内容 不过暂时还没有做完 爱玲便表示自己可以耐心等待了 不一会后 小兔子们把烤熟的玉米搬了过来 今天他们准备了非常多的玉米 烤玉米和煮熟的玉米个占一半 得益于泰奥带回来的调料 现在的玉米上还多了一件糖衣 不过朴士俊自己的这一份 她还要加点东西 将芝士粉撒完 她还在背包之中翻找着东西 随即就把辣椒粉拿了出来 这是她从泰奥的包包里面意外找到了 紧接着朴士俊就把辣椒面 撒在了烤玉米上面 就这样她最喜欢的美食 辣椒甜玉米也就做好 在吃之前 朴士俊拿来了爱玲的内衣 同时还询问了一下 小兔子们烤玉米的味道怎么样 但一旁的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 犹疑要照顾宝 结果自己确实没有时间吃 见状朴士俊就想到了好办法 她拿出了小猫咪买来的勺子 随即就将玉米弄成了一粒一粒的 这样宝宝们就可以自己行动 兔子夫妇也能有时间吃饭了 看到大家都吃上了玉米 朴士俊这才开始享受自己的美食 不过这时兔子幼崽们 却突然嗲嗲嗲地叫了 低头一看她瞬间就把玉米攀了出去 原来小兔子们竟然爬进了碗中 但甜玉米的粘度很好 随即就粘在了他们身上 健壮的朴士俊便被他们逗乐了 然后就帮兔子幼崽摘掉了玉米 到现在朴士俊也能体会 兔子夫妇的辛苦 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确实不容易 而她对太老板的撕裂也愈发的浓烈 因为有小猫咪在 还能把宝宝们交给她带 和大家饱餐一顿之后 朴士俊也没有忘记孤傲和熊妈妈 她将烤鱼和煮玉米 还有烤红薯都带了出来 与此同时在飞塔的38层中 不死鸟工会的成员 由于等猫咪商人太久 现在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另一名成员估计是发生了意外 可队友上次已经把番茄给了女朋友 为什么这次还要继续买 健壮的男子这才倒出了真相 原来魔力小番茄在塔外 已经被炒到了天价 小番茄现在已经卖到了50万亿克 因此她想囤一线拿去转售 另一边的女队员也在和冬芝商量着 再这样等下去会打乱他们的计划 而且带来的物资也快要吃完了 思考了一番 冬芝便决定让其他人先出塔整顿一下 她和余下的两名队员 则是留在这里继续 本来冬芝以为会是金发女孩杰西卡留下 怎料苏夏却是替代了她 闻言苏夏说着杰西卡已经减肥成功 后续不再需要小番茄 所以就把机会让给了她 而她之所以会参加 却并不是对小番茄感兴趣 苏夏带来了更多的猫条 墓地只为了能再摸摸猫咪的肉店 不过他们心心念念的泰奥现在还在路上 小猫咪想赶紧卖完 然后就回去继续带宝宝们 终于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泰奥便抵达了墓地币 这里是第60层的流浪商人通道 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因为通道的高度小猫咪甚至看不到头 不一会的功夫也就轮到了泰奥 可小狗说明了自己的商人等级还有墓地币 小猫咪便走了进去 可泰奥不知道的是 在后面竟然有着三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 他们是来自于银狼义子 同时还是塔里最自由的雇佣兵 而他们的目标正是画像上的泰奥 几只银狼是为了小猫咪买走的草帽而已 但令银狼埃尔科疑惑的是 为什么大财主格利德要花高价找一顶丢失的草帽 文言的组长埃尔卡也不明白 不过身为佣兵 他们只要按照雇主的指示办事就好 而流浪商人传送战除了商人之外 塔内别的组织同样也能使用 可几只狼没有发现的事 杰拉斯正在后面观察着他们 他不明白为什么银狼族也在找泰奥 仔细思考了一番 他估计是因为小猫咪带走的草帽 现在他想知道这顶草帽究竟是多重要的物件 竟然让大财主雇了拥兵团 担心泰奥会因此出事 杰拉斯便决定跟上去看看 他无法确定这群银狼族会干出什么事 对此小猫咪还没有发现自己被多方势力盯上 这是一枚小小的女王蜜风景 可从中却孕育出迷人的大眼蒙昧 仅仅是看到农夫胸前的花朵 二代女王蜂便认定调氏郡为他的主 而在此前小猫咪泰奥竟然遭到了银狼族跟踪 但一路上他并没有发生意外 来到38层后泰奥大声地和冒险者们打着招呼 见状冒险者便纷纷围了上前 在冬值他们等待的期间 还陆续来了别的队伍的成员 可和此前的拍卖人数差了许多 不过小猫咪现在还没有发现 他只想尽快卖完东西 听到有人询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晚 他要便简单地回应到有事情耽误 但他这一次带来了更加特别的魔力小番茄 文言的冒险者们纷纷露出疑惑的神色 将期待直拉满后 小猫咪就果断掏出了地级的魔力小番茄 比起一级的各项属性都得到了翻倍 听到这里不死鸟公会的队员们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直到他们拿在手中查看完讯息后 这才明白小猫咪说的都是真的 塔外的小番茄已然炒到天价 如果是更高一级的 东直预计一定会大赚一笔 而今天泰奥拿来了2000克番茄 每次分为400克拍卖 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价之后 小猫咪带来的番茄便全部卖光了 让泰奥更开心的是 这次的交易做完 他也赚够了1000塔利 届时就能升级为中间流浪商人 然后便可以解除种植者遮挡标志的限制 小猫咪也就不再顾虑 被朴世俊发现没有出名的事 就在泰奥幻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时 苏夏便走上前来想和他拍照 见状泰奥就伸出了猫爪 然后让所有人排队触摸 同时给自己报仇 怎料小猫咪仔细一看 却发现在场竟然只有苏夏一个人 看到这里的泰奥有些傻眼 随即他询问了一下苏夏 可造成人这么少的原因 也是泰奥来得太晚 现在小猫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的拍卖人数也少了许多 见泰奥非常的失望 苏夏便拿出三根猫条安慰 小猫咪这一次本来想拿到更多的报仇 然后去朴世俊那里换取更多的老板裙心 但没想到现在仅仅收获了猫条 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了惊喜的声音 两个女孩询问着泰奥 是不是会跟人合照的流浪商人 听到他们的话 小猫咪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 文言女孩们就示意了一下 他们是在专属于 《觉醒者》平台的猎人之心上看到 这是个让泰奥感到陌生的词语 可很快小猫咪就想到了新的商机 于是就答应了拍照的请求 不过同样要拿出报仇 而在另一边的天坑外面 小兔子们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劳作 大家正在一起修复蓝月期间被毁掉的农田 熊妈妈和孤傲也在其中 有了他们的帮忙 恢复农田的工作也快了许多 几个小时后 农田基本上就可以种植了 而今天朴世俊带来了新的作物 缓缓将袋子打开 里面赫然是一些花生的种子 就在早上的时候 朴世俊通过摘玉米 等级已经升到了16级 将加点都用在敏捷上后 它的工作速度也得到了大提升 至于花生种子还是昨晚获得的 昨天种子商店再次开启 考虑到花生有恢复地利的效果 朴世俊就果断选择了花生种子 购买完花生种子 它在种子商店的积分已经累积到106 接下来只要消耗100积分 种子商店就可以完成升级 随着朴世俊贡献了积分 它的种子商店等级就从新人达到了普通级 之后朴世俊能购买的种子会提升到四种类型 而它农场作物的品种也会越来越多 种植完花生朴世俊和小伙伴们开始收集玉米接杆 好在有孤傲一起帮忙 工作的进度非常之快 玉米在收获完后就不会再结果 所以朴世俊就将接杆全部收割 运到地面它将其盖在种花生的农田周围 这能延缓地面水分被太阳晒干的速度 它和农场的小伙伴们便可以晚些在浇水 那样就有鱼匣的劳动力用在其他地方 工作了很久 朴世俊终于是把新的玉米种子采摘完了 之后再拿去水里浸泡就能使用 但这时的兔子幼崽们却盯上了种子 健壮的朴世俊急忙一把拿开 现在大家都忙着扩大洞外的农田 猫咪也在外经商 兔子幼崽们没有人陪很是无聊 不过很快朴世俊就找到事情给它们做了 随即它让小兔子靠拢过来 从背包中它拿出了一些装种子的布袋 同时把美味的胡萝卜干放在了里 朴世俊让它们一边玩耍 一边给辛勤工作的大兔子们分发萝卜干 怎料有些兔子幼崽还拿出来吃 无奈之下的朴世俊只得连连提醒 讲解完它们需要做的事后 朴世俊的兔子补给兵便全体出发 不一会大兔子们就收到了来自小兔子的胡萝卜干 看着如此可爱的兔子幼崽 朴世俊想着下次他要回来 要让他带一些可爱的衣服 那样宝宝们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可爱 与此同时的荒芜之地与森林边界处 牛千三正独自一牛走在寻找食物的路上 但蓝月导致他的记忆断片 所以只能大概记得一个方向 原来就在此前 牛魔王从他的头上摘下了小红薯 随即就询问牛千三是从何处获得了 文言的牛千三思考了很久 他只记得是在地盘边界的某个地方 听到手下的话 牛魔王也明白这不是自己地盘的东西 而他这时将红薯丢进了嘴里想尝尝味道 仅仅是简单的咀嚼 却让一众牛头人馋得不行 很快小红薯的鲜甜就让牛魔王沉醉不已 于是他就下令让牛千三必须去找到生长这种作物的地方 可找了很久他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但想到老大那一身的肌肉 牛千三却是丝毫不敢偷懒 不一会后 他就来到了与荒地接壤的森林中 然而牛千三很是害怕 他担心碰到那只巨大的红毛怪 可就在这时 空气中却飘来了一股新鲜的草香 顺着味道牛千三很快就瞪大了眼睛 此刻在他的前方赫然摆放着许多看起来十分美味的草 健壮的牛千三根本就忍不住 随即他就立马开动了 如此好吃的味道让牛千三止不住地大叫起来 他抱起剩余的玉米接杆就跑了回去 可牛千三来到森林的行为 却惊动了生红巨熊 现在并非是蓝月时期 清醒状态下的熊妈妈很快就察觉到有入侵者 对于敌人的到来 生红巨熊很是生气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告诉条士君 随即他就赶紧联系一下还在泡澡的艾琳 美好的沐浴时光被破坏 艾琳很是不开心地询问巨熊有什么事 得到巨熊探查的信息后 管理者就急匆匆地吵醒条士君 艾琳表示生红巨熊在洞外发现了其他怪兽的踪迹 此刻外面的熊妈妈也赶了回来 于是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来到了外面 然而他们昨天辛苦搬运的玉米叶 现在却是仅仅剩下一下残渣 看到这里的朴士郡傻眼了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玉米皆敢被偷了个金光 但昨晚朴士郡明明没有听到声音 健壮的熊妈妈表示是一群头上有脚的家伙干的 想到这里朴士郡也大概猜出了 应该就是上次蓝月石来挖坑的怪兽 所幸怪兽只是带走了盖着的叶子 并没有破坏农田 一旁的熊妈妈说着他今后会扩大巡逻的范围 不过朴士郡还是让他不要太勉强 只要大家都平安健康就足够了 现在并没有谁受伤 这也让朴士郡稍稍松了一口气 而经过这件事后 朴士郡要做一些准备 保护农田不得只靠熊妈妈 大家最起码要有面对危险的自保 时间防法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也是很重要的一天 小兔子们拿来了玉米叶 给女王蜂剪遮挡阳光 和朴士郡挥挥手告别 伙伴们就下去继续工作了 今天是毒蜜蜂女王剪语化的日子 朴士郡要在这里守着 直到女王蜂破茧而出 现在洞内的毒蜜蜂数量 急剧增加到了二点之左右 倘若第二只女王蜂 在洞外建立自己的风趣 到时也能更好地保护附近的安全 等了许久之后 朴士郡已经有些困倦了 她准备了新鲜的番茄花和红薯花 就等着和女王蜂见面 不过朴士郡终于忍不住睡了下去 又过了一回 玉米叶下的风茧突然发生了颤动 紧接着就传来了一阵咔嚓的声音 风茧中还散发着纯洁的白光 随着光芒愈发的强烈 枫叶盆中的抖动便越来越大 下一秒一只嫩嫩的黄色爪子 就搭在了玉米叶上 而让大家期待已久的二代女王蜂 终于是破壳而出 她瞪着迷远的大眼睛 还有些无法适应现在的身体 这时二代女王蜂尝试着扇动翅膀 不一会她有些飞劲的缓缓飞升 随后就直接落在了朴士郡的胸前 看着沉睡中的农夫 二代女王蜂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很快系统便提示她将朴士郡认定为主人 再次看向农夫的脸颊 小女王蜂已经没有了疑惑 她很是开心 将朴士郡准备的鲜花拿在手中 女王蜂小脸上露出了些许羞丝 不过就在此时 感受到洞外气息的一代女王蜂就迅速飞了出来 她开心地和自己的孩子打着招呼 小女王蜂也回应着母亲 大概是明白孩子并没有完全是你 一代女王蜂就带着她飞了起来 在母亲的教导之下 小女王蜂很快就学会了自由的飞行 随后她还朝着一代女王蜂行李报谢 学会飞行的她来到了朴士郡的面前 同时在农夫的脸上蹭了一下 告别完朴士郡 二代女王蜂就飞走了 等到朴士郡醒来后 能看到的只有许多的系统提示 至于羽化之后的女王独蜜蜂 她却是根本没有发现 而在另一边的荒芜之地 牛千三已经把玉米叶带了回来 虽然看起来很不错 但数量还是太少不够分 文言的牛千三打了一个宝贝 她和牛魔王道歉说着自己实在忍不住 听到这里的牛魔王并没有怪她 毕竟贪吃是他们一族的本能 了解完之后牛魔王将玉米叶塞进嘴里 感受到那从未有过的美味 牛魔王对牛千三就愈发地看重 她让牛千三后面继续努力 转过头看向远处的森林 牛魔王好奇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虽然她很想过去弄来更多的事物 然而身为此区域的boss 牛魔王能离开传送小战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调查这些草丛和而来的重任 只能交给手下 不过暴食了一顿的牛千三 想先睡个觉再出发 无奈之下的牛魔王也指的答应了她 小猫咪为了能早日获得百万粉丝 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 摆出了许多可爱的姿势进行拍照 而在此前 牛魔王将寻找食物的重任交给牛千三 另一边的二代女王风也成功语化 至于38层中的小猫咪 则是听到了一个名为猎人之星的平台 在上面她还有着两万多的冒险者粉丝 账号上的内容是苏夏和泰奥的各种合拍 也正因为上面的内容被得知后 刚刚的女孩们才找上门来拍照 苏夏现在很担心自己的隐瞒会让小猫咪生起 而泰奥此刻确实很不开心 她责怪苏夏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有这样的理由 紧接着小猫咪就主动递上手机 然后让苏夏给她拍照上传 令苏夏想不到的是 泰奥竟然还主动摆起了可爱的姿势 不管是可怜巴巴的 又或者是慵懒迷人的 小猫咪正尽全力展示自己的可爱 而苏夏比起泰奥更加的激动 她拿起手机疯狂地记录着猫咪的每个时刻 现在苏夏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泰奥的可爱在她的眼中简直爆表 小猫咪告诉苏夏 如果有人想认识可爱的猫咪流浪商人 记得叫他们带上报酬来38层 只要有奖励 什么样的姿势她都可以满足 而泰奥距离自己的猫心梦想此刻又尽力 配合苏夏拍了许多组的照片后 他们就分别了 不过一番折腾下来小猫咪也有些累 她很期待下次来这里时 到底会有多少钱来拍照的人 届时就能获得非常多的报酬 一直下去她甚至有希望当上董事长的位置 想到以后的幸福猫生 泰奥忍不住在原地傻笑 但很快一股热息就吹醒了她的幻想 见状的小猫急忙护住自己的发型 这是她今天好不容易才梳理的毛发 然而缓缓地抬头 泰奥却是被吓到了 在小猫咪的头顶是银狼族的埃尔科和埃尔科 他们正死死地拦住了泰奥的去路 两只凶恶的狼瞬间就把小猫咪吓作一团 与此同时泰奥的后面还传来了一阵声响 后面正是银狼族的族长埃尔卡 对方的气势比起前面两只更为恐怖 下一秒埃尔卡一掌拍在了小猫咪的身边 她恶狠狠地询问她要是不是在铁匠铺买走了一顶草帽 被吓得瑟瑟发抖的猫咪疑惑他们想干什么 怎料埃尔卡根本不想废话 她只想知道那顶草帽的下面 如果她要不告诉她 那么就会被撕成碎片 可小猫咪已然被吓哭了 她哽咽着说不出话 就在恶狼准备出手的时候 一颗松子突然落到了地上 见状的埃尔卡很疑惑这是什么东西 却不想下一秒松子立马散发出一样的烟雾 眨眼间烟雾就快速地扩散 很快银狼们纷纷明白 这竟然是一颗气味炸弹 就在他们被烟雾熏得睁不开眼时 一双散发幽光的眼睛在烟尘中悄然出现 紧接着一只小爪子就拉住了泰尔 看着是此前的小狐狸杰拉斯 泰尔感到很不可思议 不过小狐狸却是示意她不要出声 随即就一把拉起小猫咪快速地逃离着 等到埃尔卡睁开眼的时候 杰拉斯和泰尔已然跑远了 他正想叫上两个族人一起追赶 但埃尔科和埃尔科却被熏趴在了地上起步 无奈之下的埃尔卡也就放弃了今天的追捕 另一边的杰拉斯带着泰尔跑到了极难找到的地方 他们在原地大口地喘着粗气 小狐狸说着银狼族暂时不会追来 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休息完泰尔很感谢杰拉斯 他今天以为要死在这里了 文言的小狐狸淡淡一笑 说着泰尔以前也帮过自己 对此小猫咪坚持要报答杰拉斯 还询问他喜不喜欢吃烤鱼 而杰拉斯知道这是一个最好探亲泰尔的机会 于是就主动想和泰尔一起上路 就如上次一般教他经商的知识 见状小猫咪当即欣然同 比起就自己一命 这些都太简单了 不过在此之前 泰尔想先前去升级为中等流浪商人 听到小猫咪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要晋升 杰拉斯便不小心说出了一些关于泰尔的信息 文言的小猫咪也很疑惑 为什么杰拉斯会知道自己升级耗费的时间 就在小狐狸想着该如何辩解时 泰尔便一副肯定是斯卡拉姆告诉他的母娘 见状杰拉斯这才松了一口气 差点他的真实身份就要暴露 回过神的杰拉斯询问泰尔是怎么快速赚到一千塔币的 是不是有着什么好卖的特价商品 在杰拉斯看来 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支持 是不可能短时间内收集到这么多钱的 如果泰尔是通过那些不知名的靠山获得危险物品 从而赚到大量的钱 那他一定会就地逮捕小猫咪的 怎料泰尔并没有半点被隐瞒 他说着自己卖的商品是小番茄 杰拉斯想过泰尔会卖各种的东西 但番茄这个答案他是真的没想到 不死心的小狐狸再次和泰尔确认了一下 见杰拉斯不愿意相信 泰尔说着等下次他带来一定拿给小狐狸看 接下来泰尔也有些想快点升级 随即就催促着杰拉斯前去商人中心 之前花高价竞拍的迈克尔正盯着手中的新品小番茄 这是他派人买来的地级魔力小番茄 缓缓地尝了一口 迈克尔便惊叹不已 和外界所说的一样 各种效果都高于此前他买下的一级番茄 这是珍妮带来了他们自己培育的小番茄 和他们两人开始预想的一样 在地球上生长出来的就是普通的番茄 迈克尔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随即他询问了一下在塔内种植的效果落 文言的珍妮也给出了答案 他们在黑塔第一层种下了100颗魔力小番茄种 其中已经有10颗成功发芽 听到这里的迈克尔忍不住夸赞的他 接下来只需要去雇佣觉醒哲宝护农场 那么他们塔内种植的项目也就完成了答案 对此朴士俊却是毫不知情 他如往常一般继续在天坑中工作 而在黑塔75层的商人中心点 泰奥的中等流浪商人勋章也办理完毕 拿到勋章的他开心不已 努力了这么久小猫咪终于获得了成果 身后的杰拉斯也由衷地恭喜他 接下来泰奥就要带着小狐狸前去交易地点买东西 交易市场聚集着许多的流浪商人 在这里他们可以互相交易又或者是休息炫耀 更有着许多昂贵的货物进行拍卖 而此处也是更能体现商人能力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每一位商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 杰拉斯想看看稍后泰奥该如何应对 不一会小猫咪就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看着前方的杂货铺 杰拉斯还是有一些的印象 来到里面泰奥遵循调试菌的主子 他买了一柄锯子两团毛线和针还有两口锅 见状的杰拉斯误以为泰奥是要在这里批发拿到低层去卖 但小猫咪还是说着自己卖的是小番茄 再次听到番茄 杰拉斯忍不住扶着额头 他太想知道小猫咪究竟有着什么技巧 清点完东西 杂货破老板说着一共2.4塔币 文言的杰拉斯便知道老板喊高了 这些东西并不贵 总价大概2塔币左右 很明显这是店主故意把价格提高 现在就看单纯的小猫咪如何面对狡猾的老板 小狐狸想到了泰奥各种强有力的还价 怎料小猫咪确实和此前一样 依旧是面不改色地让老板打折 见状的老板表示自己已经按批发价卖了 不过思考了一番 他说着因为泰奥是新人 可以便宜0.2塔币 杰拉斯很清楚 这是商人惯用的伎俩 将商品先行涨价 之后再给顾客稍微便宜一点 从而引诱顾客完成交易的伎俩 一般的商人在得到如此友好的降低价格后 基本上都会选择购买 小狐狸明白这个老板不好对付 却不想泰奥的下一句话直接就绝杀了老板 他用力地拍打桌面 继续让老板便宜一点 这使得杂货铺的老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连忙说着优惠后的价格泰奥在哪里都买不到 听到老板不愿意继续便宜 小猫咪没有丝毫的迟疑 当即就要带着杰拉斯离开 见证的小狐狸询问泰奥难道不想继续砍价吗 对此小猫告诉他 既然老板不愿意降价 那他也没有办法 起初老板还以为泰奥很好忽勇 但一番交锋之下 老板终是败下阵了 他这时给出了二塔币的价格 不过小猫咪始终紧记了朴世俊的教头 这次他继续还价一点八塔币 无奈之下的杂货铺老板便同意卖出 小狐狸现在才明白 泰奥上次并不是胡乱还价靠运起成功的 而是真正的有着技巧 一个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获得胜利的方法 看着这里的杰拉斯用自己和泰奥对比 如果换做事 大概到了二塔币就会成交 因为受到的教育让他不好意思那样继续还价 通过再一次的测试 杰拉斯已经有些相信泰奥是靠小番茄获得了1000塔币 事实上并没有杰拉斯想的那么多 小猫咪仅仅是记好了每次要还三次价格的口诀而已 缓缓地走出店外之后 杰拉斯在外面想了许多 想清楚之后他就朝着泰奥道谢 并且要和小猫咪在这里分别 见状泰奥想请杰拉斯吃一顿饭感谢 文言的小狐狸很是开心 不过他不想再给泰奥带来不便 而且从泰奥的身上他学到了很多 这些年他的傲慢变得越来越重 杰拉斯说着是泰奥让他能久违地反思自己 对此小猫咪却是十分疑惑 杰拉斯祝福泰奥以后能变成鼎鼎大名的流浪商人 还提醒他要小心一醒 因为那些银狼族可能还会找上门 告别完后杰拉斯便转身离开了 见状的泰奥插着腰 也希望这只奇怪的小狐狸能更好 随即泰奥就朝着99层出发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兔子幼崽了 然后再舒服地睡一觉了 一段时间之后 在流浪商人监察局总部中 杰拉斯正在书写着一份报告 写完他有些疲倦地靠在了椅子上面 这时小秘书过来告诉他 监察局的主任安排了一个关于大财主丢失东西的会议 是否要前去参加 见状杰拉斯说着他稍后就会前往 同时递上了刚刚写下的报告 这是一份关于最近被监察的流浪商人的总结 并且通知下去撤销对齐的监视 缓缓地打开报告 小秘书就发现了是此前猫咪流浪商人的 杰拉斯对泰奥的评价很高 他说着也许这么久以来 泰奥才是他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商人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天坑中小伙伴们拿来了一半的葱叶用来盖住花生农田 今天他们还在外面种植了玉米和小番茄 不过就在这时水壶吐的水壶似乎出现了问题 原来是里面没有水 健壮的朴士郡现在才知道 水壶内的水并不是无限的 还不等他仔细检查 暂时黑兔却着急地跑来了洞外 他和推车兔在朴士郡的面前比划着什么 看了半天朴士郡就明白了 似乎是池塘中来了新的东西 来到洞内之后 看着池塘中的生物他惊讶不已 就连女王蜂也前来一起看热闹 此刻的水中赫然出现了一只只深红的大侠 来到天坑后 朴士郡本以为池塘里面只有鱼 却不想竟然出现了新的生物 现在朴士郡很是好奇 这个池塘的源头到底在何处 可紧接着他还想到了一盘香喷喷的龙虾大餐 等到朴士郡介绍完 小伙伴们和他一样都留下了口水 随即朴士郡就要和黑兔一起去抓虾 还说着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能吃的点 但实则非常的美味 得到朴士郡的再次肯定后 黑兔也就召唤出了自己的木唇 这是获得新蛋白质的好机会 朴士郡又怎么可能放的 下方的大虾们盯着上面的人 也不知他们要做些什么 紧接着其中的一只大虾 竟然还自投螺网地扑向朴士郡 至于战士黑兔 他的木锤已然砸向了池塘中的大虾 就这样农场中便多出了新的肉类食物 小骷髅只是想要安稳地生活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猎人残酷的意见 随着小骷髅的脑袋掉在地上 下一秒更是被人无情地踩碎 但他们原本只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窟窿 只因有着富饶的田地 却引来了黑心资本家的无情层面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仅仅是一枚能分解脂肪的小番茄 可身为种植者的朴士郡 现在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抓龙虾 此刻池塘中的龙虾感到害怕不已 不过其中却有一些龙虾主动扑向了朴士郡 但对于这群没有任何威胁的美食 朴士郡挥舞匕首 瞬间便将他们全部打翻 紧跟着的战士黑兔也立马捕刀 他用木锤将龙虾们全部打飞到岸边 其余的小兔子则是负责搬运 很快第一只龙虾就送到了镰刀兔的手中 但任由他怎么努力 却是根本无法破坏这坚硬的外壳 无奈之下的镰刀兔 只得缓缓地朝着兔子太太摇头 抓完龙虾的朴士郡看到了镰刀兔的难处 随即就和他解释了原因 同时说着这些龙虾可以用烤或者煮的方式烹饪 撕走了一番朴士郡就决定用烤的方式 因为他暂时还没有很大的过来 用葱叶将龙虾包补好后 朴士郡就把其放置在火堆旁 闻着那散发出来的鲜香 朴士郡和小黑兔都有些迫不及待 不一会龙虾就烤得差不多了 贪吃的朴士郡准备打开看一下是否能吃 将外面的葱叶剥开 里面的龙虾赫然变得通红发亮 随即朴士郡就拿在了手中 现在龙虾已然是彻底熟透 他拿着龙虾的第一时间 便给小兔子们演示了一下该如何食用 当朴士郡把龙虾掰开后 里面立马露出了肥美的虾肉 闻着那股无法形容的香味 推车兔率先流下了不争气的口水 演示完毕 朴士郡把烤好的龙虾分给了小兔子们 不一会他们纷纷吃上了鲜美的龙虾 朴士郡自己也吃了起来 新鲜的龙虾不需要添加任何调料 只是简单的烘烤 味道却也如此的鲜美 就在这时的兔子太太似乎要将虾头拿去扔掉 健壮的朴士郡却是阻止了他 因为里面还有着好东西 缓缓地拿起一块虾肉 朴士郡就将其沾满了浓郁的虾黄 两种美味结合在一起 此刻朴士郡唯一还想要的 便是再来上一杯小酒 这时旁边的小黑兔也想尝试一下朴士郡吃的东西 看着手上不是很好看的虾黄 小黑兔无法相信朴士郡吃的那么美味 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还是浅浅地尝了一口 没想到下一秒小黑兔便被彻底征服 他抱着龙虾头就是疯狂的食用 看样子小黑兔很是喜欢虾黄的味道 见他这么喜欢吃 朴士郡拿起了新的龙虾 准备再弄一只虾头犒劳小黑兔 恰好此刻孤傲也来到了外面 他嗅到了令自己开心的气味 看到小熊来了 朴士郡便让他稍微等待一下 很快一堆金黄的龙虾就摆在了孤傲的面前 朴士郡还想如此前一样示意龙虾的吃饭 怎料下一秒孤傲却是连着可以起吃了 更是表示非常的美味 见状的朴士郡也就不准备告诉他正确吃饭 与此同时在黑塔第二层的外围 这里是一处名为古家村的地方 可原本和平的村子现在却是破败不堪 无数安居乐业的骷髅遭到了猎人们的屠杀 他们拼命地逃离着自己生存了多年的故乡 其中有些小骷髅还想向对方求饶 怎料却是被无情的猎人一箭击杀 他的骷髅头缓缓落在了地面之上 下一秒更是还被人直接踩碎 来人正是想进行塔内种植的迈克尔 见到大老板的到来 猎人们纷纷打着招呼 现在猎人和迈克尔介绍着他们的战略 如今第二层一半以上的普罗村基本都被他们占了 可这个结果迈克尔却是很不满意 随即他询问了一下还需要多久才能全部拿下 按照目前的全部人手 眼前的猎人估计还需要几个月 于是迈克尔就找来了一批欠债的猎人 他相信有这些人的帮助 一周内拿下并不是什么难事 对于迈克尔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适合耕种的点 不一会的工夫 一群人就来到了一层的种植点 如今的田地中小番茄刚刚好成熟 见状的迈克尔顿时开心不已 缓缓地摘下了其中的一颗 但见看不到讯息 迈克尔便明白这不是一件道具 接下来他想试试味道是否和买到的一只 然而迈克尔仅仅是咀嚼了几口 下一秒他的脸色就瞬间大变 紧接着迈克尔就直接吐在了地面 回过神的他愤怒地质问这些研究人员 因为种植出来的小番茄根本一点味道也不 文言的众人很是不行 他们明明用了最优质的培养念 可尝试完后 众人也就无力反驳 这和买来的魔力小番茄味道简直天差地别 愤怒之下的迈克尔大肆地破坏着蜘蛛 更是将番茄狠狠地踩碎 但就是这个举动 却让迈克尔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刚刚被他踩碎的番茄之中 竟然没有一颗种子 就在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条氏菌却还在呼呼大睡 然而这时洞外的花生农田再次迎来小偷 轻轻地捡起摆放在地面的叶子 牛千三就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 这股鲜活的味道还是让他流连忘祖 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很是危险 明明是高傲无比的牛战士 此刻却当起了小偷 更是被小猫咪当场抓获 而在此之前 进行黑塔种植的迈克尔发现了失败的原因 那就是他们种出来的小番茄没有种子 但这并不是迈克尔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原来就在十年前 迈克尔也遭遇到了传送人 之后他便成功来到黑塔之中 可来到黑塔中迈克尔对冲层的追求并不大 因为他发现了更加有趣的东西 那就是塔内肥沃到极致的土地 来到里面之后 迈克尔感觉自己的梦想将要在这里实现 如果他能在塔内耕种 那么主宰全球食物市场便不再是梦 于是迈克尔就展开了行动 在塔内升到一定程度后 他就选择了出塔 随即费尽心思说服了父亲 很快在迈克尔父亲的支持下 他的塔内种植项目也就此展开 迈克尔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可一段时间后 他的梦想就几乎破灭 因为种植下去的种子根本就不会成长 直到人们对黑塔的逐步探索 终于是有人发现觉醒者在进入黑塔后 便会暂时丧失繁衍后代的能力 当觉醒者提升到时机才会逐渐地恢复 这是身体初步适应魔法的副作用 同时不能繁衍的效果对植物一样生效 而从塔外带进去的作物无法升级 因此更不会出现种子 于是迈克尔想到了找流浪商人购买塔内的作物 但却是被对方拒绝了 因为这些东西早就被55层的财主格力德垄断 那时的迈克尔便绝望了 因为他仅仅是一个财到实层的菜鸟 再次出塔后 迈克尔由于花费太多 便被他父亲在内的所有人指责太过败家 随即第一次的塔内种植项目 最后便一惨败告终 回想着曾经的梦想 迈克尔就更加不想就此放弃 于是他急忙站起身 然后让手下召集所有猎人来到38层 同时还拿出了大量的塔币 迈克尔接下来准备买光猫咪商人的全部地级小番茄 如果一级的行不通 他想着更高一级也许会有机会 现在迈克尔已经彻底疯狂 魔力小番茄在他的眼中 正是能实现塔内种植的开端 可对此小猫咪并不知情 经过几天的跋涉 泰奥终于安然无恙地来到了天坑附近 就在这时他却发现了地上的东西 捡起查看一下 小猫咪就认出了这是天坑里面的葱叶 再次往前 不仅仅是葱叶 还有着别的叶子遗落在地上 随着泰奥一路捡过去 很快却是撞在了坚硬的东西上面 于是小猫咪就抬起头看了上去 而还在大口径时的牛千三也感觉到下面有东西 看着泰奥胸前的徽章 他认出了小猫咪是一只流浪商人 现在泰奥经质问起牛千三从什么地方获得的葱叶 闻言牛千三并没有隐瞒 随即指了指前方的农田 说着自己是从那里捡来的 见状小猫咪确实认为他在说 因为这些叶子在天坑中是很珍贵的 不仅能做各种东西 甚至还可以当做厕纸来使用 所以他要明白朴叶君是不可能丢掉的 于是小猫咪认为一定是对方偷来的 听到这里的牛千三瞬间就生气了 他说着自己是以荣誉为生的牛战士 根本不可能会去做偷窃的事 即使是流浪商人 但如果这样污蔑自己 他也绝对不会轻易饶过 起初小猫咪还被吓了一条 可想到自己明明才是正确的一方 太奥也就不再害怕 他要牛千三一起前去找朴士郡 届时谁对谁错便能分晓 文言的牛战士当即一口答应 就这样一猫一牛就走向了天坑 行至途中的时候 牛千三已经明白那些草 肯定是名为朴士郡的人丢的 如果能找到对方 也就间接完成了牛魔王交代给他的任务 到时他又能获得大王的赞赏 不过现在的朴士郡还在天坑中呼呼大睡 可很快太奥却是直接扑到了他的身上 这强大的冲击让朴士郡瞬间惊醒 随即他当场难受的跪倒在地面 但小猫咪还不停地催促着朴士郡上去 缓缓地恢复了一下 朴士郡询问太奥这是怎么了 只见小猫咪骄傲地说着自己抓到了一个小偷 不一会后 朴士郡就带着太奥爬了出来 牛千三已经在洞外等着他们 可现在看着眼前的巨大牛头怪兽 朴士郡不敢相信这是小猫咪抓到的小偷 来到外面后 太奥更是指着牛千三 让朴士郡跟着自己一起骂他 在牛千三和朴士郡的注视下 小猫咪还拿出了搜集到的证据 现在农夫也认了出来 此前由于玉米叶被偷数量不够 他们便拿来了葱叶一座剃 旁边的牛千三看着朴士郡 随即说着这是他从地上捡起的 如果不是打算扔掉的东西 根本就不会那样放在地面上 而通过系统讯息的提示 朴士郡就认出了眼前的是一只黑色牛头怪 来自于米诺陶洛斯一子 想到这里他大概就明白了 对方就是蓝月石弄乱龙田的怪兽 后面还偷走了他们掩盖花生地的玉米叶 现在牛千三正在和泰奥展开激烈的争辩 他认为自己这样高傲的牛战士 不可能会偷东西 至于朴士郡则感觉龙田改造的机会就在眼前 一番争辩无果 小猫咪就让朴士郡证明那些葱叶并不是丢掉的 于是朴士郡就回应了泰奥 他和牛千三解释这是用来控制田中水分的 文言的牛战士彻底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偷了东西 随即牛千三慌忙地朝着朴士郡道歉 他一开始不知道那是还需要的东西 但这样简单地道歉朴士郡却不接受 他伸手便要一百塔币作为偷东西的补偿 当骄傲的牛战士对上了恐怖的深红巨群 他们之间的大战即将一触即发 而在此前牛千三也意识到自己确实偷了东西 听到朴士郡让他拿出一百塔币作为补偿 这瞬间就让牛头怪震惊不已 因为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贵的草 无奈之下的牛千三只好告知自己确实没有钱 经过小猫咪的一番搜索下 也证实了他并没有说话 身上还真是空空荡荡的 但这早就在朴士郡的预料之中 随即他说着没有钱可以用身体来偿还 见牛千三很疑惑 朴士郡就仔细地告诉他 从明天开始来到这里工作 每天会支付给他一塔币的工钱用作还债 文言的牛千三也明白了朴士郡的意思 就在他准备拒绝的时候 朴士郡却表示只要来这里工作 那些好吃的玉米业葱叶就可以随便坦试 此话一出瞬间折服了高傲的牛战士 他激动地同意了用工作来还债的方法 随即朴士郡就要和牛千三签订合同 并且让他明天就可以过来了 健壮的牛千三自然开心地伸出手 很快在泰奥瞪大的双眼下 农夫和牛牛的契约也就达成了 朴士郡的做法让小猫咪深受启发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没有钱能用身体来支付 为了避免忘记 泰奥如此前一样 将这个技巧快速地记录下来 签订完合同 牛千三就和朴士郡他们告别了 这时朴士郡感谢着小猫咪多亏了他 自己即将拥有一个耕地能手 得到了赞赏的泰奥赶紧说着 这能换多久的泰老板 怎料黑心的农场主却仅仅给了一个月 对此小猫咪跳到了朴士郡的身上 泰奥打闹着想要更多的市场 不过却是遭到了拒绝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朴士郡就和小黑兔开始抓龙虾 自从尝到了龙虾的美味后 战士黑兔对抓捕便越来越有动力 今天他还是熟练的一锤打翻龙虾 现在朴士郡负责在旁边收集和处理不一会的功夫 后方就堆积了很多的大龙虾 结束完今天的早餐准备 朴士郡夸赞着小黑兔越发熟练的记性 可就在下一秒 战士黑兔的全身却被淡蓝色的光芒包裹 紧接着他手中的木锤便发生了变化 带到光芒退去 此前的木锤赫然变得更具攻击性 就连战士黑兔现在也感到不可思议 而这似乎正是他的第二次觉醒 其余的小伙伴们纷纷为小黑兔开心不已 看着他变得越来越强 今后抓龙虾朴士郡终于可以放心交给小黑兔 一段时间后 天坑外的熊妈妈便在外面呼唤着朴士郡 他们似乎发现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见状朴士郡就来到了外面 这时孤傲伸出了熊爪 随即指向了大岩石之上 抬头望去 朴士郡便发现了一个崭新的风潮 听到外面的声音后 里面的二代小女王蜂便钻了出来 看到前方的朴士郡 小女王蜂顿时露出了笑容 紧接着他快速地飞向了农夫 这时的朴士郡便明白 他就是此前孵化出来的二代女王蜂 朴士郡开心地和小女王蜂打招呼 他还担心再也见不到小女王蜂了 原来小女王蜂的离开是去组建新的风趣 见孤傲很想靠近的模样 朴士郡便和他介绍了小女王蜂 并且让孤傲一定要好好保护小女王蜂的家 那样就能有更多好吃的蜂蜜了 感受到对方的善意 很快孤傲就和蜜蜂们互相问好 一旁的熊妈妈很是欣慰 而农场的伙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不过这事后面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响声 原来是签订合同的牛千三如约前来工作 然而下一秒 熊妈妈的巨爪却突然挡在了中间 同时愤怒地朝着牛千三怒吼 似乎是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牛千三也没想到会遇到生红巨熊 虽然在自己的预料之外 但身为高傲的牛战士 他却绝不会就此退缩 朴士俊还想让熊妈妈不要打架 但生红巨熊为了避免误伤 便将他们赶到了一边 至于他和牛头怪此刻却是对手 而天坑内的小伙伴们听到声音后 也来到外面询问发生了什么 看着小猫咪出来 朴士俊急忙让他去劝下牛千三和熊妈妈 如果不让他们停下来 接下来的战斗必然是会受伤的 泰奥和熊妈妈说着牛头怪事来工作 并没有恶意 可生红巨熊却让他们赶紧回到洞内准备 因为他无法容忍入侵农田的小偷来到这里 无奈之下的朴士俊改去劝说牛千三 但他也不愿意答应 作为一个牛头战士 逃避是不光荣的行为 此刻朴士俊是真的没有办法 他们之间的战斗似乎已经无法避免 而爱玲还在这个时候前来要东西吃 见状小猫咪回应着现在还比较忙 没有时间准备 但爱玲非但不来帮忙调解 还让朴士俊赶紧解决 他已经恶意早上了 身后的孤傲也表示和爱玲是一样的 至于牛千三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随时要发起进攻 对此身红巨熊也并不惧怕 他是这片森林的霸主 牛头怪的入侵让熊妈妈根本无法忍受 他要现在劝说着朴士俊回到洞内 见没有一个伙伴在听自己说话 加上两个巨大怪兽之间马上要打在一起 朴士俊顿时慌乱地抱着头 而现在他终于是忍受不了这杂乱的场面 下一秒朴士俊大声地喊着 如果再没有人愿意冷静下来听自己说话 他将不再给任何人提供食物 此话一出 牛千三和熊妈妈都傻眼了 孤傲和小兔子们更是被吓了一条 他们担心农夫真的会不管自己 管理者空间中的爱玲也停下了催促的提示 泰奥则是泪眼汪汪地和朴士俊道歉 现在面对农夫的愤怒 场面终于是安静了下来 刚刚还剑拔弩张的两只巨兽 此刻却也害怕地看着朴士俊 兔子先生终于迎来了二次觉醒 不仅拥有了华丽的黄金水 就连储水的容量也得到大幅提升 而在此前 牛千三和熊妈妈即将发生大战 好在关键时刻朴士俊拿出杀手锏 这才及时制止了两只恐怖怪物 听到农夫说会不给所有人食物后 在场的小伙伴们纷纷安静了下来 甚至连管理者爱玲也乖乖地不在场呢 看着大家已经愿意听自己说话 朴士俊就把大战会产生的后果说明 不仅会破坏农田 还会伤害到大家 以后更没有了食物的来源 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 朴士俊就决定在早餐中边吃边说 这样伙伴们也不会继续饿着肚子 随即他就招呼着小兔子们一起去做饭 来到天坑之中 战士黑兔一如既往的捕鱼捉笼下 别的伙伴们也没有闲着 大家各司其职 都在努力地为今天的早餐准备 朴士俊就负责烹饪着一道道的美食 不一会的工夫 一盘盘新鲜可口的食物也就做好了 全部运到外面后 牛千三和熊妈妈闻到香味 不禁纷纷瞪大了双眼 接下来农场小伙伴们一起享受着食物 爱玲那边朴士俊准备的是许多烤玉米 道谢完后 爱玲就前去吃早餐了 现在的牛千三一边吃着手中的 还不忘抓向盘里的烤玉米 但他却是和熊妈妈的爪子撞在一起 仅仅是一个小摩擦 他们之间的火花又生了起 无奈之下的朴士俊倾咳一生 现在也是时候好好为双方介绍一下 他说着熊妈妈和孤傲是保护农场安全的得力伙伴 就在朴士俊准备和申红巨熊表明牛头怪的身份时 牛千三却是很爽快的自我介绍了 见状朴士俊就顺势告知熊妈妈 接下来牛千三将在农场工作 后面也是同伴之一 同时给他们两个表明 农场里绝对不允许打架 如果发生那就都没有东西吃 这个后果让申红巨熊和牛千三很是害怕 他们不想回到以前那种挨饿的日子 为了能继续每天吃到美食 此前还不对付的两只怪兽 现在竟然携手并进 就像刚刚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一般 看到他们互相和解了 一旁的朴士俊这才终于放心 但牛千三现在有些疑惑 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见状朴士俊一边挠着小猫咪 一边给他简单的说明 随即还把牛千三带到了前方的荒地旁 朴士俊需要他和蓝月师一样 在吃午饭前 将这一小片荒地下方的柔软土壤给翻出来 听到工作如此的简单 并且还有午饭吃 牛千三还有些难以相信 而在得到朴士俊的肯定后 他就准备开始耕地 缓缓地爬在地上准备了一会儿 下一秒 牛千三的脚竟然变得更加强壮 紧接着他猛然发力 一瞬间竟已经离出了数米之远 想到还有美味的午饭在等着自己 牛千三的干劲简直爆炮 现在朴士俊也很开心 这样打造富饶田地的计划将在更进一步 而接下来他和小兔子们也要开始劳动 今天需要先种植大葱 相对于其他的作物 大葱是最容易增产的 不仅种植方便 之后割去葱叶 过一段时间 又会继续分裂长出来 届时拿着长出来的分裂新芽再去种植就好 在大家的努力下 很快一大片的新大葱就种完了 得益于99层极佳的环境 大葱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所以并不担心会被牛千三吃完 不过随着农作物的数量增加 现在又多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小兔子们水壶内的水不够用了 这样来回取水会大幅降低工作效率 目前开垦的土地都不算多 可水壶的容量都已经跟不上 不过就在这时 兔子先生的身上就发生了变化 和之前的战士黑兔一样 兔子先生也成功二次觉醒 水壶更是变成了金色的 看到这一幕的兔子先生很开心 朴士俊也是激动不已 他询问着兔子先生水容量是否得到了提升 文言的兔子先生示意着 比起之前 现在黄金水壶多出了双倍的容量 于是他们就继续开始工作 觉醒之后 浇水的问题也暂时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在荒芜之地的另一边 牛魔王还在苦苦等待着 但牛千三却是迟迟不见踪影 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随即朴士俊就回去将兔子幼崽带了上来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天坑外面 朴士俊将孤傲介绍给宝宝们认识 现在小熊显得很是好奇 他缓缓地闻了闻兔子幼崽 这可将宝宝们吓了一跳 但在察觉到孤傲的善意后 宝宝们纷纷扑进了小熊的怀中 见状的泰奥顿时就有些不开心了 他吃醋地撅起了小子 于是小猫咪很自信地呼唤着兔子宝宝 表示让孩子们跟着叔叔走 接下来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洞外冒险 怎料却是没有一只宝宝下来 他们似乎迷上了这软糊糊的可爱小熊 看到这一幕的泰奥瞬间心碎 想到孩子们已经把自己这个叔叔忘记了 小猫咪颤抖着流下了眼泪 他伤心地垂着地面 明明一直陪着你们的事务 没想到在经历了青梅竹马的抛弃后 他今天又被丢下了 这让泰奥不禁怀疑起了猫声 看着小猫咪如此的难过 朴士俊一把将他抱起 随后放在了自己的怀中 同时让泰奥不要太悲伤 是跟猫条缓和一下心情 休息了一会 朴士俊突然想起来 泰奥应该是时候下去销售作物 文言的小猫咪也很无奈 说着虽然自己也很想下去 但暂时他还去不了 随即泰奥和朴士俊说明了此前的遭遇 得知银狼族的目标 竟然就是掌头上的草帽 朴士俊显得很是惊讶 现在小猫咪摆摆手 表明销售只能再过段时间了 至于朴士俊心中有些疑惑 虽然这顶草帽的效果很好 可如果不是农夫职业也根本用不上 难道是下面还有着和自己一样的农夫吗 想到这里的朴士俊 就生出了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牛战士仅仅是介绍了一份工作 便收获了同族美人的头怀送抱 还和其一起担任了小猫咪的护卫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见证的小猫咪连忙追问 他还是很想继续去卖东西的 这时朴士俊说着 身为流浪商人的泰澳拥有 自由雇佣兵的权利 如果他们能雇佣牛千三 那么就不必害怕银狼的威胁 在非塔之中的雇佣兵和流浪商人是一样的 是只有原住民才能当的职业 根据自由雇佣协会和流浪商人协会 达成的合作中 只要自由雇佣支付费用 就能随时使用商人通道 另外非雇佣职业的原住民 流浪商人也可以临时雇佣其获得保护 虽然朴士俊自己也想这样一起下去 但很可惜的是 临时雇佣兵也必须得是原住民 现在小猫咪好奇 牛千三会答应他们的请求吗 对方不管怎样 始终是99层中的强大怪物 文言的朴士俊让他放心 只要牛千三愿意 他会提供三倍的日新 听完农夫的话 泰澳很是激动 如果朴士俊说服了牛战士 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事情有了解决的方案 小猫咪就准备开始享受 泰老板的美好时光了 三天之后 此刻牛战士身处在荒芜之地中 不过他似乎在躲避着什么 就在牛千三以为安全准备走的时候 却被一道声音叫住 来牛竟然是同为米诺陶洛斯一族的牛尼斯 他的到来让牛千三很是震惊 还不等同伴问些什么 他就慌忙地说着自己没有要去拿 但却被牛尼斯当场试破 因为牛千三满脸的油光 他明白对方一定是偷吃到的东西 怎料牛千三刚刚反驳了不是偷 瞬间就被一把抓住 牛尼斯想让他带自己一起去寻找食物 看出了牛千三有些不愿意 他当即说着最近牛魔王一直在找你 如果不带自己去 他就去说明偷吃的事 无奈之下的牛千三只好答应一下 路上的时候 他和伙伴说着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对此牛尼斯毫不犹豫地让牛千三放心 一段时间后 他们就来到了森林之中 而在洞内的朴士郡听到外面的声音 随即便带着小猫咪爬了出来 原来是牛千三带着伙伴来到了这 看着这一幕的朴士郡有些疑惑 不过他也明白这大概是牛千三的朋友 见证主出来 牛尼斯开心地打着招呼 同时介绍了一下自己 一旁的牛千三则是说明了来意 他询问朴士郡能否让朋友在农场一起工作 但现在方帝的开垦并不着急 所以也不是很缺人手 不过很快朴士郡就想到了此前和泰奥商议的事 他想让牛尼斯来担任小猫的自由佣兵 负责保护泰奥的安全 报酬是每天三塔币的心事 肩上的小猫咪也一起请求着 怎料刚刚满脸期待的牛尼斯 现在却是毫不犹豫的拒绝 因为他并不需要躺避 那个东西无法当作食物 听到对方的话 小猫咪和朴士郡都愣住 他们还以为牛千三已经介绍过了管饭的事 随即朴士郡就把情况告知了他 除去知足的薪酬外 还会有一日三餐 共闲的时候还有零食吃 文言的牛尼斯当即就同意了保护小猫的工作 听到这么好的待遇 牛千三赶紧表示自己也要去 这些天他跟的地都还没有种植完 所以想找些新的事做 见状朴士郡答应了让他们一起去 有两牛的保护 自己心中也会更加的踏实 而听到朴士郡说下去的时候 还会得准备盘缠 他们更是显得难以置信 下一秒牛尼斯竟铺进了牛千三的怀中 他感谢伙伴介绍了这么好的地方 感受到牛尼斯的温暖 牛千三鼻子都冒着粗气 他也很开心能和牛尼斯在一起 看着公然撒狗粮的两牛 朴士郡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只有小猫咪还有些懵懂 确定好下去销售的时间 朴士郡便和小伙伴们一起准备食物 很快一大堆的葱叶就割好了 他现在担心的是泰奥的背包还能不能装下 毕竟已经装了许多的小番茄了 对此小猫咪让朴士郡放心 随即一把将商人背包扔了出去 紧接着魔法发动 整整一大片的葱叶就被全部吸收了 见状的朴士郡多少有些吃惊 因为容量比起之前高太多了 泰奥骄傲地展示了胸前的终极流浪商人勋章 他表示在升级之后 背包的容量就得到了大提升 直到小猫咪拿出来 朴士郡这才发现勋章的颜色和此前不一样 不过泰奥炫耀的模样立即被打回原形 农夫一把捏住他的猫脸 让其赶紧准备出发 已经干物很多天了 同时还让泰奥别忘记转交自己给家人的礼物 对此小猫很是自信 他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准备好之后 牛千三和牛尼四也踏上了第一次的拥冰旅途 小猫咪现在开心地挥手道别 朴士郡则是让他们一路小心 并且让两个牛战士好好保护泰奥 其余的小伙伴也在旁边 每次小猫的出行 大家都会来送他 等到他们走远后 朴士郡突然担心着泰奥会不会被吃掉 这可吓了战士黑兔一条 几个小时后 这里是流浪通道的居住区 此前的银狼族正在此地跋上 现在埃尔克带来了三只鸡头 这是他们的午饭 而他们带来的经费也花光了 就在埃尔卡让埃尔克来吃饭的时候 他却显得很没有食欲 在这里等了这么多天 埃尔克有些疲倦 他问着能不能回85层 毕竟离开族群很久了 对此银狼族长埃尔卡很是生气 他们此行背负了众人 就这样回去 该怎么面对还在挨了本带的族人 如果不完成本次的委托 银狼族就无法获得大财主的粮食 这已经关系到部落的存亡 清醒之后的埃尔克赶紧道歉 无奈的老银狼只得叹息一下 他也明白埃尔克的心情 然后还是递上了香喷喷的鸡腿 为了本次的委托 部落给他们筹备了食物的钱 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来回报 可下一秒 埃尔卡便感受到了那股期待已久的气息 见状的埃尔克询问着组长这是怎么了 老银狼低头一望 便发现了他们委托的目标 原来是泰尔也来到了这里 这一次埃尔卡发誓 不管发生什么 他也一定要拿到关于草帽的情报 可怜的小猫咪再次遇到凶恶的银狼族 危机时刻高傲的牛战士终于出手 仅仅是一拳 就把老银狼成功击退 而在此前 泰尔带着两牛来到了流浪商人的通道居住地 现在许多的商人们不禁望向了同一处 因为牛千三和牛尼四太过抢眼 一时间商人们议论纷纷 他们认出了两牛是来自米诺陶洛斯一子 在场的商人还是第一次见过99层的怪物 一想到流浪商人竟然有着这样强大的雇佣兵 他们好奇着对方是哪位传奇人物 听到有人在找能雇佣牛头怪的商人 小猫咪便得意地表示就是自己 泰尔很是自豪站了出来 他此刻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完全没有听到许多的质疑声 等到小猫咪回过神时 这才听到了大家说自己还做不到 闻言的泰尔很是不服气 他转身就大喊着牛千三和牛尼四 却不想刚刚还跟在自己身后的两毛 现在竟然不知去了何处 而就在附近的仓鼠摊位跑 新鲜香味 牛千三不争气地流下了口水 至于牛尼四已经在询问着价格 但仓鼠老板却是瑟瑟发抖 被吓到的他一时间连练求饶 就在这时 小猫咪终于是找到了两牛 泰尔现在有些生气 因为他们明明是来保护自己的 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见状的牛千三立马就到歉了 一番解释之下 小猫咪也就明白了 原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离开99层 所以对这些事物很是好奇 而且牛千三还有些问题 他很疑惑为什么这里要叫流浪商人通道 不应该是所有塔内的原住民都可以使用吗 对此泰尔见怪不惯 毕竟两牛一直住在99层 并不知道黑塔曾经的变动 这时小猫咪转头发现了堆积的箱子 紧接着泰尔就快速地跳到了上面 面对两牛的疑惑 小猫就展开了临时的知识课堂 原来在很久前的时候 黑塔的通道还没有命名 那时餐厅的大树贯穿了整座黑塔 从1至99层都遍布着分支 然而由于通道实在太多 其绝大部分的枝干都有危险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哪条通道才是安全的时候 第一个伟大的流浪商人站了出来 他创建了流浪商人协会 并且和自己的两位伙伴修剪了危险的质感 然后再建立安全的通道 另外两个伙伴创建了拥兵协会和魔法师协会 三大协会成为了塔内的新时代 他们彼此之间达成了协议 在修建的初期 三大协会各司其职 互相提供着需要的资源 其中通道的管理便是流浪商人协会负责 另外两大协会也并没有意义 因此从那时起就被命名为流浪商人通道 小猫咪的博学让两牛纷纷为他鼓掌 得到夸赞的泰奥还说着这些就是基本常识 但其实在初级流浪商人指南的第一页就有介绍 不过虽然是流浪商人通道 可所有的黑塔居民都是可以使用的 只有其中一条付费的例外 那是独属于流浪商人的快捷通道 因为流浪商人需要去很多的地方 因此快捷的路线是必不可少的 而这个居住村就是付费通道的中心点 他们此行会从这里去到40层 然后再换成到38层 这样时间就会得到大幅的缩减 牛千三没想到去往目的地竟然要这么复杂 而结束了讲解的泰奥并没有继续出发 因为现在是吃饭时间 听到小猫咪要带他们去吃东西 牛千三和牛尼四显得很是激动 但泰奥却是说着要带他们去鱼餐厅 还询问着两牛喜不喜欢吃鱼 然而小猫咪没有发现 此前的银狼组长埃尔卡已经朝他扑了过来 不过突如其来的危机感泰奥还是察觉到了 下一秒老银狼便落在了小猫的面前 他恶狠狠地看着小猫咪 见状的泰奥瞬间就害怕地缩成一团 他没想到对方会在这里等着自己 就在埃尔卡威胁小猫的时候 暴怒的牛千三瞬间挥出铁拳 一瞬间地面被砸成粉碎 不过老银狼的反应很快 这一击并没有伤到他 然而看清前方的牛头怪后 埃尔卡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认出了这是米诺陶诺斯一族的战士 这时的牛千三冷冷地询问对方身份 同时将泰奥护在了自己的身边 有了牛千三的保护 小猫咪的害怕便消失许多 随即他赶紧表示就是埃尔卡一直在追自己 明白情况之后 牛战士就准备好好收拾老银狼一顿 与此同时上方的两只银狼也冲了下来 他们想帮助组长袭击牛千三 但还不等埃尔克和埃尔克靠近 牛尼斯瞬间就来到了两狼的前方 下一秒他猛然挥出两拳 两只银狼眨眼间就被打飞 看着重重落在地面的族人 埃尔卡不禁一阵担忧 旁边的牛尼斯调笑地说着 原来还有两只可爱的小狗吗 随即他还告诉牛千三 让其好好保护泰奥 接下来就由自己接手战斗 健壮的小猫咪很担心 他说着牛尼斯单独上会不会有威胁 文言的牛千三让泰奥放心 他们可是99层的怪兽 这些小狗根本不是对手 而且牛尼斯可是比自己还强壮 听着牛千三的相信 加上其脸上的红韵 小猫咪又和此前一样疑惑着 想不明白的他 随即就表示 不需要将银狼们打死 健壮牛尼斯答应了泰奥 可能不能收住手 他自己也无法确定 前方的两只银狼终于是缓了过来 他们说着自己还能够撑住 埃尔卡询问着族长 接下来该怎么办 思索了一番 埃尔卡还是决定不能放弃 如果这一次不能成功 那么他们将再也没有机会 随即三只银狼便再度摆好了架势 而现在 99层的牛战士和85层的银狼族 即将发生战斗 与此同时的天坑之中 镰刀兔正在给推车兔修剪着毛发 不一会后 推车兔的毛发变得很是顺滑舒服 地旁的战士黑兔和朴士郡夸赞着镰刀兔 此刻也是轮到了朴士郡 他只需要将头发剪短一点就可以 但就在镰刀兔准备开工的时候 孤凹鼻中的热吸拼在了他的脸上 一时间镰刀兔的鼻子变得很痒 紧接着他就狠狠地打了一个喷嚏 然而这一下可让朴士郡遭了老罪 镰刀竟然不小心带走了一侧头发 看到这一幕的镰刀兔和孤傲惊恐怖 至于朴士郡 他还在傻傻地期待着新发型 他们是拥有继承灵魂之力的银狼一族 本应有着无上的荣誉和骄傲 然而为了生存 却也不得不选择低下高贵的头颅 如今当代的银狼族长更是为此对上了牛战士 因为如果抓不到小猫咪 部落将没有粮食来源 想到这里埃尔卡不再迟疑 当即带着两狼一起扑向前方的对手 见状牛尼斯没有丝毫的惧怕 续足力便要挥出一拳 但下一秒 埃尔卡却出现在他的面前 随即便恶狠狠地咬下去 他死死地咬住了牛尼斯要挥拳的右手 下方的埃尔科也没有闲着 对着牛尼斯的腿就是一口 此刻两狼已经钳制住了牛战士的行动 见状的埃尔卡立爪赫然往前抓去 紧接着便抓到了牛尼斯的脚 有了发力的点 老银狼准备发起致命的一击 一瞬间就咬在了牛尼斯的脖子上 短短几秒的时间 三只银狼间的配合堪比完美 可埃尔卡立马发觉了不对劲 因为口中并没有渗出鲜血的气味 牛尼斯的皮肤如同钢铁一般 他的牙齿根本无法咬穿 察觉到老银狼的震惊 牛尼斯不紧不慢地说着 米诺陶洛斯一族的皮肤拥有极强的防御力 话音刚刚落下 他的左拳就如狂蜂般砸向埃尔卡 剧烈的冲击让银狼瞬间遭受重仇 但牛尼斯的反击还远没有结束 他一把抓起了无力反抗的埃尔卡 紧接着便猛然扔向前方 可怜的银狼被砸进了一堆木板之中 看到这一幕的埃尔科顿时着急不已 一时间他松开了嘶咬 等到埃尔科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已经为时已晚 牛尼斯没有丝毫地留情 抬腿就将他暴力顶飞 还在咬住脖子的埃尔卡心中一惊 他没想到牛尼斯的战斗力强到这种成果 就在其惊讶的时候 牛尼斯赫然已经把老银狼抓在手中 下一秒便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这一刻埃尔卡明白他们已经输了 可他是真的很不甘心 还有那么多的族人在等着自己 然而牛尼斯的铁拳马上便要将他击杀 这一刻老银狼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 那时他的爷爷还在教育着自己 他们是黑塔中纯屑的银狼义族 有着非常顶级的天赋 此后会变成灵魂成为部落的守护神 这也是银狼义族强大的根本 他们可以继承先辈们的灵魂意志和力量 从而拥有高超的追踪和捕猎能力 正因如此 埃尔卡的祖父教育他 我们身上带着祖先们留下的荣誉 所以银狼义族无论何时 都要骄傲得体地生活下去 这样才不愧对于每一位无私奉献力量的祖先 曾经的埃尔卡发誓一定要守护部落的荣誉 但意外总是来得很突然 黑塔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别的部落甚至开始了自相残杀 只为了掠夺资源 很快争斗也发生在了银狼义族 埃尔卡的爷爷为了保护他 不顺被别的狼族杀害 多年之后 曾经憧憬未来的少年 已然成为了保护部落的族长 为了孩子们能好好地生活 埃尔卡不得不给大财主格利德工作 这遭到了族人们的反对 因为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正式格利德 银狼们都不赞同族长的做法 给那只卑鄙的野猪做事 简直是犹辱银狼义族的荣誉 对此埃尔卡心中就算在难受 却也反驳了族人们的话语 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 如果不这样 埃尔卡甚至不知道部落能不能撑到明天 只要能让孩子们可以生存下去 那些曾经坚守的荣誉 他愿意就此放弃 祖先们想来也会理解自己的吧 在这期间 埃尔卡做着无数的脏火 让大财主收获了许多染上鲜血的财产 日复一日的争斗 让他已经彻底麻木 唯一剩下的便是让族人好好活下去 如今也是如此 就算明知不是对手 埃尔卡还是选择了对抗99层的怪物 昏迷之中 他嘴里依旧在担心着部落的孩子们 好在牛尼寺并没有下杀手 泰奥也确认了 埃尔卡只是晕了过去 这时的牛尼寺询问要不要打断他们的毒 之后就不用再担心被跟踪了 想到这里泰奥连连拒绝 他认为那样太过残忍 思考了一番 小猫咪决定把他们带回去 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朴士郡处理最好 而在另一边的天坑之中 望着散发圣光的皮肤 镰刀兔和孤傲心中慌得不行 他们两个还在商量着该怎么解释 朴士郡这回以为已经剪好了 便要伸手摸一下 下一秒他就惊慌地站了起来 因为自己的头上竟然凸了一块 不过朴士郡自己看不到 他有些后悔没让他要买一块镜子 旁边的小蜜蜂女王也发现了凸的地方 健壮的镰刀兔急忙朝着朴士郡道歉 不想让伙伴太难过 他连连安慰着谁都会失误的 自己只要戴上草帽 就没有人会发现了 但说着说着 朴士郡就自闭了 因为根本就遮挡不住 恰好这时兔子太太也来到了外面 得知情况后的他大吃一惊 随即就要给朴士郡重新修剪 虽然很伤心 不够拗不过伙伴们 回到了理发的地方 兔子太太就果断掏出了自己的剪刀 一段时间后 管理者空间中 艾琳正在惬意地看着书 可很快他的小番茄零食就吃光了 长大之后 原本的分量根本无法满足自己 但他又不敢多样 这会被农夫物以为是一只猪 然而现在也管不得这么多 艾琳对着大号的水晶球 开始呼唤着朴士郡 不过仔细一看 他发现了天坑之中的情况 这时朴士郡也看到了艾琳的消息 随即便缓缓地回过头 男人仅仅是换了一个发型 却令高贵的黑龙未知脸红 而在此之前 由于镰高吐的失手 朴士郡的脑袋秃了一块 好在兔子太太成功捕救 等到艾琳想来找朴士郡的时候 却发现她的样貌有了大改变 看着容光焕发的朴士郡 反应过来之后 艾琳顿时吃惊不已 建讯西兰上迟迟没有消息 朴士郡询问着她是不是出事了 而在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 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农夫的新造型让她瞬间心动 脸上更是泛起了羞红 可这时的朴士郡还在往前凑 她的举动让艾琳害羞不已 于是急忙提示让朴士郡后退七步 不疑会艾琳终于是恢复冷静 随即就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原来她需要一些吃的东西 最好是来一点龙虾 见状朴士郡就解释了一下 这些天水潭中的食物少了许多 龙虾的数量一直在缓慢减少 食人鱼也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最近农场也是以蔬菜为主 吃了几天朴士郡的身体都有些空虚了 好在她可以给艾琳别的当作代替 随即拿了一些玉米 对此管理者很是感谢朴士郡 下一秒便收下了食物 临走的时候 艾琳忍不住表示 现在的发型和朴士郡很搭配 非常的好看 紧接着就逃一般的离开了 第一次听到艾琳的赞赏 朴士郡显得很是开心 而接下来 她也要继续投入工作之中 另一边的管理者空间中 艾琳拿着食物的手都在颤动 就连心脏也在扑通扑通的跳动着 摸着自己的龙之心 她十分的疑惑 不明白龙心跳动这么快的原因 想了一下艾琳急忙摇了摇脑袋 她觉得应该是朴士郡突然的变化 吓了自己一跳 转身就要前去吃东西 但再次望着手中的食物 艾琳突然想到了朴士郡说的话 随即就开始在书架上翻找着 不一会她拿起了一本厚厚的书本 其中的内容是关于料理食物的 有了这本书 艾琳此刻惺惺食服 她红着小脸 似乎准备给朴士郡做些什么 过了几天后 泰奥终于是抵达了黑塔38岗 看到流浪商人的到来 冒险者们纷纷激动地欢迎她 而小猫咪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这一次她带来了3600颗地级小番茄 每批分400颗为一组拍卖 听到数量如此之多 冒险者们一时间很是差异 紧接着就展开了激烈的拍卖 大家对更高一级的小番茄很是热情 短短几分钟便只剩下了2000颗 然而还不等她要把下一组拿出来 就有人出1600塔币的高价购买 余下的魔力小番茄 如此财大气粗的冒险者 让小猫瞬间就折服了 对方还朝其他人表明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们是麦克尔派过来的人 将全部的小番茄卖出后 泰奥挥手朝着大家告别 别的冒险者就算心中不满 可始终是争不过外面的大企业家 冬直他们也感叹着 小番茄的购买难度越来越大 但好在他和泰奥认识 只要通过小猫咪与朴士郡交易 想来就会拥有很多资源 就在这时 麦克尔派来的冒险家们发出了惊呼 因为原来被隐藏的种植者名字 现在竟然能看到了 一时间他们好奇着 这位农夫朴士郡到底是何人 文言冬直变得很是着急 随即一把抢过小番茄 同时告诉对方也让自己看一下 缓缓打开讯息面板 冬直顿时大胆不妙 上面果然显示了种植者的名字 得知朴士郡的职业是农夫 他再次被吓了一跳 另一边的冒险者当机立断 随即招呼大家回到一层的工会营地 他们要查明朴士郡的身份 必须让其站在几方阵营 一想到本次行动能获得这么有价值的信息 领头的冒险者已经在幻想着升职了 听到对方的话 冬直心中很是无奈 他不想失去拉拢朴士郡的机会 而且更重要的是 名字的暴露 意味着朴士郡的家人将会有大麻烦 对于外界的富人来说 小番茄是比珠宝更珍贵的东西 如果种植的人在塔中 他们为了垄断货源 一定会前去绑架朴士郡的家人 当作威胁的筹码 从此前泰奥的口中 冬直得知了朴士郡无法出他 那想必外界的情况他还无法得知 恰好正是小猫咪主动找上了冬直 可还不等泰奥打招呼 冬直便一把抱起他 随即往无人的地方冲去 来到一个空旷的区域 他还仔细地检查着四周 然后才把泰奥缓缓地放在地面 同时询问着种植者名字突然出现的原因 闻言小猫咪便将新手保护机制 和自己晋升终极流浪商人的情况说明 不过他好奇冬直为什么如此紧张 对此冬直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 由于朴士郡的真名出现 他的家人很可能会遇到威胁 在塔外 小番茄是让所有人为之疯狂的东西 原本种植者名字被遮挡 大家都不知道情况 但现在已经暴露了真名 一定会有人为了垄断 做出伤害朴士郡家人的坏事 听完冬直的解释 泰奥瞬间惊慌失措 想到会被朴士郡责怪 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见状冬直让小猫咪放心 他们工会一定会拼上全力 前去保护朴士郡的家人 事情紧迫 冬直想快点回到第一层 临走时泰奥让他再帮一个忙 他拿出一筐体力玉米和敏捷胡萝卜 然后让冬直带去给朴士郡的家人 本次的报酬是200克魔力小番茄 探查完两种作物的信息 冬直明白这又是能令大家争抢的东西 随即他向泰奥保证 一定会把东西交付完毕 然后两人便挥手告别了 看着眼前的这些神奇作物 冬直想来 也是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他的老师了 一段时间后 在38层的通道入口处 牛千三和牛尼四正带着两郎等候泰奥 这时的埃尔卡依旧很是不服气 他不明白 难道米诺陶诺斯一族的尊严都消失了吗 想到两牛竟然给如此低级的流浪商人当保镖 埃尔卡愤怒地表示 看来那些关于99层的传说都是假的了 听银狼一直在旁边叫嚣 牛尼四很想继续揍他一顿 不过被牛千三劝住 就在这时 泰奥飞快地跑了回来 现在情况紧急 他让两牛收拾一下 要立即回到天坑之中 听到是关于朴世俊家人的 牛千三没有迟疑 当即和牛尼四一把扛起三只银狼出发 不过泰奥看着前方的摊位 便让他们等自己一下 随后快速地拿起一串宝石项链 得知要两塔闭之后 小猫咪就忍不住开口还假 如此钱一样 他想让老板便宜些 伟大的黑龙苦心专言师谱两天半 结果却做出了一锅黑暗料理 小兔子们仅仅是看了一眼 就被吓得落荒而逃 而在此前 小猫咪从冬直那里得知 朴世俊的家人或将有危险 随即赶紧带着牛千三他们出发 不过在临走泰奥却被一串项链吸引 几天之后 另一边的冬直已然快速地传送出他 他全身穿着棉袄 将收集到有关朴世俊的资料 全部拿给了自己的老师看 冬直的老师名为泰俊 其是不死鸟工会前任会长 同时兼任毕国觉醒者协会委员 看着许久不见的老师 冬直询问他的身体有没有好些 闻言的泰俊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竟直接发飙 他的头上赫然升起了火焰 想到一个可能已经爬到40层以上的人才 冬直竟然对他保密 加上自己被困在这间犹如冰箱的房中 泰俊显得很是难受 见状冬直让老师不要这么生气 毕竟他自己也曾私下爬到了52层 泰俊现在想知道 徒弟还有没有隐瞒信息 但内容也基本就在报告上了 不过对于黑塔农夫这个职业 泰俊和冬直都是从未见过 了解完情况后 泰俊便坐了回去 看着老师手上的疤痕 冬直明白 他所中的火焰诅咒蔓延的更多了 对此泰俊并不在意 只是有些样 如果不是有诅咒在 他很想立马进塔前去寻找朴氏君 和徒弟短暂的寒暄完 泰俊好奇冬直前来的目的 应该不仅仅是这些事 原来冬直担心别国之人会查到朴氏君的身世 所以想请求觉醒者协会 帮助他一起保护朴氏君的家人 闻言的泰俊让冬直放心 他们接到通知就做好了警卫 不会让别国夺走这种人才 至于保护的事情 泰俊交给冬直来安排 觉醒者协会负责出人手 他还表明 在冬直来之前 已经有几个国家的人前来接触 好在被他们的人拦下了 临走的时候 冬直把他要给的报仇拿出来 这是他送给老师的礼物 有了这些小番茄 或多或少会对火焰诅咒有效果 这还是泰俊第一次真正的拿到魔力小番茄 随即他毫不犹豫地放进嘴 和传闻中的一样 味道确实很好 告别完老师 冬直就将小猫带来的蔬菜 送到了朴士郡的家中 健壮一家人都感到很疑惑 不过朴士郡的弟弟适时 一眼就认出了减肥大热门的小番茄 东西送到 冬直便将现在的情况说明 由于盯上朴士郡的人很多 他们也会因此受到威胁 而觉醒者协会想担任保护的工作 所以冬直建议朴士郡的家人尽快搬家 闻言士郡的父母有些愣住 他们房子的贷款都没有还完 又能搬去何处 对此冬直表示 他已经在另一处地方准备好了房子 得知是前去知名的豪华小区 适时好奇附近是不是都住着大明星 冬直说着他们搬过去是住在自己家旁边 不过他的女儿是拉 确实是毕国知名女团月光精灵的成员 听到这里的事实不由的一惊 因为月光精灵是国内最火的团队 一想到冬直是自己偶像的父亲 他瞬间就败了下去 最后在冬直的劝说下 朴士郡的家人便接受了搬家的建议 而在另一边的黑塔管理者空间中 爱玲正看着食谱作材 随着他撒下一样又一样的珍贵材料 锅内瞬间冒出了强烈的金光 这光芒让爱玲都不敢知识 等到光线消失 他低头一看 不禁开心不已 与此同时 天坑外面的大葱终于是长了出来 这是朴士郡在两周前种下的 现在终于是能收获了 他很好奇在洞外的农作物 是否也是一件道具 缓缓地割下一根叶子 然而却没有什么提示 朴士郡还以为种植出的是普通蔬菜 可战士黑兔这时指了指大葱的根部 明白他的意思后 朴士郡就将大葱连根拔起 果然很快系统就传来了消息 他收获了解毒的大葱 其的等级更是达到了C价 不仅味道更好吃 还能解除C价以下的毒素和提高钢功能 读完全部的信息 朴士郡显得很是激动 接下来就是品尝一下味道如何了 随即他和小黑兔便赶紧吃了几口 但经过他们的一致评价 和以前吃的大葱并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身上没有中毒 所以解毒的效果暂时无法得知 好在让肝功能更活跃这点 应该会对喜欢喝酒的人有大帮助 毕竟长期喝酒很伤肝 想来拿出去大麦并不是问题 这是旁边的铁敲兔前来寻找朴士郡 原来是到了吃饭的时间 可水潭中却已经没有鱼和龙下了 健壮伙伴们都很沮丧 唯一的蛋白质来源就这么猛 无奈之下的朴士郡也只好表示 最近只能暂时不吃肉了 就在大家难过的时候 艾琳却突然出现 她表示为了庆祝朴士郡 进塔超过200天 特意亲手准备了纪念礼物 随即便发布了任务 内容是上交一枚小番茄 报酬是艾琳的礼物 紧接着一口大铁锅便掉了下来 然而其中的东西 却让朴士郡黑了脸 原来里面装着满满一罐的黑暗料 这是艾琳龙生做的第一道菜 可上面提示喝了会中C级毒素 看着系统的讯息 朴士郡很快明白 这竟然还是一件道具 艾琳表示做的太认真 现在她有些累 还告诉朴士郡 这是她用心做的 一定要吃完 如果不吃完的话会死 随即就睡了下去 见状的朴士郡顿时傻眼了 她着急的询问着艾琳的话是什么意思 等到艾琳彻底消失后 朴士郡转头看向小伙伴们 她想知道大家要不要和自己一起尝尝 文言小兔子们赶紧逃离了这 被伙伴们抛弃 朴士郡不禁泪眼汪汪 女王风闻到气味后 更是直接来到了洞外 至于好心的黑龙 强如身红巨熊是否能够阻弯她呢 就在此前 管理员艾琳给朴士郡做了一大波的黑暗料 还要求她全部喝完 通过讯息提示 喝完能得到全属性的提升和大量经验 但副作用就是会中C级毒素 虽然从效果来说确实是不错的东西 可朴士郡不敢冒中毒的风险 就在这时 旁边的战士黑兔想到了什么 随即赶紧呼唤朴士郡 紧接着她就拿起了刚刚收割的解毒大葱 见状的朴士郡恍然大悟 现在能保证喝下去不会死 快速地吃下大葱获得毒免疫后 朴士郡就准备开动了 她还在期待着味道不是很差 随即就勇敢地咬了一手 但仅仅是用舌头触碰到 朴士郡瞬间就受不了 下一秒便直接喷了出来 突如其来的变动 可把小伙伴们吓了一条 至于朴士郡 她已经在嗷嗷地乱吐了 虽然想过会很难吃 不过吃下去的时候 那强烈的臭味还是让朴士郡难以下咽 她现在很怀疑 艾琳这只掌翅膀的猪 是不是想暗杀自己 但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朴士郡还是决定全部吃完 毕竟能获得非常多的经验 一口闷的时候 她一直在暗示自己在吃大餐 死了刚刚见底 里面却是一条活生生的鱼 这当场就把可怜的农夫吓了一条 手中的大锅也翻了出去 更加不幸的是 翻出去的大锅 带着残留的毒素进入了水潭之中 健壮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傻眼了 而喝完汤的朴士郡 也成功获得了属性点和经验 就在她以为结束的时候 讯息栏突然爆出了一堆的消息 其中的一条是任务 内容是让朴士郡抵挡巨型电脉 快速地读完全部信息 她顿时感到惊讶 为什么会出现巨型电脉 拿完奖励 这回朴士郡和小伙伴们趴在水潭边 现在里面的水已经被污染了 对于这个结果推车兔很不满 健壮的朴士郡赶紧道歉 惊慌之下她也没有办法 接下来的时间 看来是不能饮用里面的水 虽然兔子一家的水壶足够大家生活 可残留的毒素流入了水潭洞口 如果龙虾和食人鱼被毒死 他们就真的失去了蛋白质来源 但刚刚任务提示有不明电脉 朴士郡推测 在水潭洞的另外一边 有着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 不知道最近鱼类变少 是不是里面出了问题 这时朴士郡来了洞 只要他们能想办法 获取水潭洞内的信息 那么就可以有更多的蛋白质来源 听到朴士郡的话 战士黑兔已经在跃跃欲试了 看着他想游进洞中 朴士郡当即就阻止了 就算吃了解毒大葱 可这个洞口太小 一旦被卡住出不来 届时解毒时间一波 加上还有电满 很有可能遭遇危险 虽然知道小黑兔是为了大家着想 但朴士郡不想让他出现意外 随即就说着 等到毒素散了之后再做打算吧 同时安慰大家 存储的食物还有很多 不需要担心 文言小伙伴们也纷纷振作起来 接下来大家还要一起努力劳作 与此同时在黑塔99层的传送水晶处 牛魔王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牛千三的归来 他现在有些怀疑 牛千三是不是忘记自己交代的事情 转头询问了一下旁边的牛五 他这才得知 派出去寻找牛千三的牛尼四也没有回来 思考了一下 牛五担心他们因为寻找青草 闯入了身红巨熊或者毒蜜蜂的领地遭遇了危险 毕竟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怪兽 对此牛魔王倒没有很担心 牛千三和牛尼四都很强大 不会轻易被打败的 但牛五的话还是让他很在意 随即起身表示 让牛五召集他的手下来这里 期间这个位置就交给牛五暂时代管 牛魔王准备亲自去找回两个消失很多天的族人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天坑外面堆满了许多的大葱叶 这是给牛千三和牛尼四准备的 足足够十只米诺陶诺斯吃了 看着高高的草堆 孤傲很是开心的跳到上面 这软绵绵的感觉让他很舒服 随即朴世俊就建议 让他们带些回去垫在洞穴当作床使用 恰好这时草帽的技能祈愿丰收发动 下一秒刚刚被收割的大葱全部冒出绿芽 而且接下来的一周内 这片大葱地的产量将提升50% 本来大葱的生长速度就很快 现在有着祈愿丰收的加持 这速度简直肉眼可见 于是朴世俊开心的回头 而镰刀兔则是信心满满 他会帮朴世俊一起收割的 就在这时爱玲终于是休息好 他询问自己做的营养汤有没有喝完 见状朴世俊展示了一下身材 多亏了爱玲的汤 让他成功升级变得更强壮 紧接着爱玲还询问味道怎么样 对此朴世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看农夫迟迟没有给出评价 他显得很是失落 随即朴世俊急忙说这味道很好 大家都很喜欢喝 得到肯定的爱玲 当即就准备再去做一步 这可把朴世俊吓了一跳 同时解释成 此前爱玲就说过 做完之后他累到直接睡觉 自己只要能和爱玲对话 就已经很开心了 不想他费力的去做食物 以后料理全部就交给自己 为了能让爱玲答应不再做黑暗料理 朴世俊的脸上写满了真诚 另一边的爱玲没想到 农夫会为自己着想 他现在开心的不得了 心中也是更加的喜欢朴世俊 而得到爱玲不会再做的回答 朴世俊简直高兴坏了 如果继续下去 自己有一天真的会被毒死 然而还不等朴世俊松一口气 地面突然发生了剧烈的抖动 大家都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感受到危险的熊妈妈 当即炎镇一带 只见在前方的大聪地中 赫然是99层的区域 BOSS牛魔王 朴世俊感到很是意外 对方的气息和之前的 米诺陶诺斯有着很大的区域 至于牛魔王 找不到族人的他 怒气已经无法压制 镇守黑塔99层的 顶级怪兽牛魔王 此刻竟对着大聪散发爱意 这让如临大敌的伙伴们 纷纷看闪了眼 而在此前 来到天坑的牛魔王 当即发出怒吼 强大的气息 险些让朴世俊和伙伴们 站步 更是为此捂住耳朵 而熊妈妈 则是将大家护在身下 看着牛魔王就这样冲过来 朴世俊他们 显得很是慌乱 这时的管理者 爱玲发来讯息 他告诉朴世俊 对方是守护99层 传送水晶的BOSS牛魔王 但为了守护领地 他们是不能离开的 看到管理者的话 朴世俊这才得知 原来对方 就是挡住自己下去的怪兽 可关于牛魔王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爱玲也很是疑惑 于是他表示会前去沟通一下 此时的管理者空间中 爱玲正翻阅着 爷爷凯撒留下来的书本 上面明明记录着 守护BOSS是不能离开领地的 但现在情况紧急 他立马使用管理者的权限 想召唤牛魔王对话 怎料下一秒 却被黑塔提示无法执行 这可让爱玲傻眼了 沟通失败的情况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无奈之下的爱玲 赶紧把消息告诉朴世俊 而小兔子们已经很是害怕 连管理者都无法沟通的话 又有谁能阻止眼前的怪物 至于熊妈妈 他已经准备好迎战了 听到熊妈妈的声音 朴世俊他们很是担心 于是赶紧让身红巨熊一起逃跑 BOSS级别的牛魔王 不是他能对付的 然而熊妈妈没有退缩 依旧挡在了大家的前面 下一秒 牛魔王的蹄子狠狠发力 紧接着一跃来到了空中 伴随他的强大压迫感袭来 农场的小伙伴们 纷纷以为要完蛋了 就连爱玲也慌了神 这一斧子下去 朴世俊可能会直接消亡的 仅仅一瞬间熊妈妈就已经扑上去 怎料牛魔王的斧头 却是落在了地面 发现没有受伤的朴世俊 惊讶地回头 他很是不急 因为牛魔王的目标 竟然不是他们 而是朴世俊和伙伴们 给两牛准备的大葱 此时的牛魔王 美美地吃了一口葱叶 随即忍不住舒服地大叫起来 自从牛千三带来的食物吃完后 他也和族人 一直都在饿肚子 看到这一幕的大家呆住了 朴世俊更是忍不住吐槽 这完全不像一只强大的怪兽 反倒是一头爱吃大葱的牛 不过他们也不敢前去打扰牛魔王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大口大口的进食 但很快 牛魔王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即一把抱起大片的葱叶 紧接着用嘴巴叼起自己的斧头 然后在朴世俊的惊呼声中 这只强大的99层守护Boss 竟然直接当起强盗跑路了 望向越跑越远的牛魔王 爱玲便明白 她这是要回到自己的领地了 直到牛魔王彻底消失 朴世俊很是感谢熊妈妈的保护 面对这样的怪兽 她并没有半点退缩 虽然伙伴们都无疑受伤 可农田却遭到了惨重的破坏 随即朴世俊和小兔子们就开始收拾起来 劳动了这么久的成果变得一团糟 大家心情都很是低落 见爱玲担心自己 朴世俊先是谢谢她 紧接着却表示 现在自己还是有些开心的 如果早知道对方爱吃大葱的话 她应该就带着葱叶前去拜访牛魔王了 那样说不定还可以出头 因为之前从牛千三和爱玲那里得来的讯息 里诺陶诺斯一族是相当重视荣誉的 身为他们的大王想来更是如此 听完农夫的话 爱玲想到了此前牛千三的经过 难道牛魔王也误以为这是没有人要的东西吗 而朴世俊则是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破坏了这么大的农田 还抢走他们的作物 该让牛魔王赔偿多少塔币好了 不一会后 朴世俊就把食物做好了 今天得赶紧解决午饭 稍后要继续收拾被牛魔王弄乱的地 但面对全部是素的食物 兔子宝宝们纷纷闹腾起来 最近因为没有肉 他们一直闹得十分厉害 对此一旁的兔子太太也很无奈 于是朴世俊就示意了一下旁边的孤傲 如果你们不好好吃饭的话 等到蓝月降临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长大成为漂亮兔子的 有了孤傲当作榜样 兔子宝宝们这才乖乖地吃饭 至于不挑食的小熊 朴世俊当然要好好地夸奖他 可让他疑惑的是 最近孤傲没有很明显地长大 朴世俊想来只有两种可能 朴世俊终于是赶回了天坑之中 听到他的声音 朴世俊顿时开心不已 但转头一看 他很好奇牛千三和牛尼四 扛着的是什么 随即牛千三解释道 他们三个是银狼一族的 泰尔这时跳到了朴世俊的肩上 小猫表示此前就是这三只银狼袭击自己 好在已经被牛尼四制服 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带来让朴世俊决定 健壮的朴世俊便想询问一下 奈何他们还在睡觉 原来是路上的时候 埃尔卡太长 所以牛尼四把他们都打晕了 这时小猫咪也注意到了身后的农田 他好奇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乱 随即朴世俊直接和两牛说着 刚刚牛魔王来过这里 听到农夫的话 他们顿时很担心 顾名白大王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的 不过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吃饭 这件事稍后再详细地了解 紧接着两牛便开心地前去干饭了 徒留下朴世俊和小猫看守银狼 此刻泰尔正想告诉朴世俊重要的是 怎料下一秒 老银狼埃尔卡却突然站起身 这股危险的气息 让朴世俊和泰尔联盟回过头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孤傲猛然击退了埃尔卡 这才没有让他们受伤 现在孤傲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敌人 而老银狼真是狡猾到了极点 竟然趁着两牛的离开发慢 但孤傲的力量让埃尔卡明白 这又是一个大麻烦 可就在这时 泰尔联盟提醒朴世俊 他的草帽竟然消失了 紧接着埃尔可和埃尔科也瞬间跳走 而听到声音的两牛也折返回来 然而草帽赫然出现在了埃尔卡的爪子上 拿到东西的老银狼已经无心恋战 健壮的朴世俊没想到 仅仅一瞬间的功夫 对方就抢走了草帽 傲的银狼却向普通的农夫低头 只因他们误以为朴世俊就是伟大的黑龙 而就在此前 埃尔卡假装昏倒 随即成功抢到了圣者草帽 健壮的朴世俊和泰奥都不禁感叹对方的狡猾 前方的老银狼则是赶紧提醒埃尔科和埃尔科 但他们还没有跑出机名 却突然被前方的庞然大物挡住 几只银狼的行为 无疑将生红巨熊激怒了 而看着熊妈妈的样子 埃尔卡他们顿时不敢有所动担 因为三郎赫然已经被吓傻了 紧接着生红巨熊猛然砸向地面 虽然并未直接对银狼出手 却也给他们带来无尽的恐惧 就如同埃尔卡之前吓小猫咪一样 现在的生红巨熊同样对着他怒吼 见证的老银狼立马放下了草帽 同时表示自己投降了 很快朴氏骏拿回了草帽 简单地拍拍灰尘 他就重新带了回去 好在刚刚抢脱的过程中 草帽没有任何的受损 接下来就是处理银狼们的时候 然而在朴氏骏和小蜜蜂女王的前方 不管是熊妈妈和孤傲 又或者是两牛 他们对三只银狼都很是生气 其中牛尼斯后悔之前没有打断他们的毒 熊妈妈则是表示支持他 快速地走上前 小猫咪得知了孤傲的意思 因为他觉得应该把狼吃掉 这可把朴氏骏吓了一跳 于是他赶紧安抚了一下孤傲 还让小蜜蜂女王帮个忙 为孤傲准备一些蜂蜜吃 等到小熊跟着小蜜蜂女王离开后 朴氏骏示意大家都先消消气 坐下来好好谈一下 闻言的伙伴们也就稍稍冷静了一点 见状的埃尔卡感到不可思议 他好奇着朴氏骏的身份 为什么这些强大怪物会听他的 至于旁边的埃尔卡 立马害怕地捂住眼睛 因为他想到了流传在黑塔中的故事 能让99层怪物听话 他害怕地说着 朴氏骏一定就是黑色的龙 黑塔之中一直都有着传说 伟大的黑龙掌管着99层 是黑塔真正的统治者 可埃尔卡怎么看 朴氏骏都是一个很瘦弱的人类 紧接着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那就是伟大的黑龙在故意示弱 现在朴氏骏终于是开始询问 他想知道 为什么银狼族要找泰奥和这顶草帽 然而下一秒 埃尔卡却是带着族人匍匐在地 同时还真诚地道歉 表示自己不知道 小猫咪是伟大黑龙的下属 闻言的朴氏骏有些愣住 他不知道对方口中的黑龙 是在称呼时 与此同时的管理者空间中 看着天坑变故的爱玲 突然来了兴致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 随即连忙向朴氏骏发出了讯息 爱玲表示 要朴氏骏代替他展露黑龙的威严 这对折服银狼也很有帮助 而看到爱玲上面说的代替自己 朴氏骏终于明白 原来爱玲不是一只会飞的猪 而是一只恐怖的黑龙 但想来也是如此 毕竟他能给自己发放任务和奖励 既然假装黑龙展示威严能让爱玲开心 随即朴氏骏就开始胡家虎威起来 同时他用一副自以为很是嚣张的表情 然后大声地告诉银狼自己就是黑龙 健壮的三只银狼拜得更加下去了 旁边的两牛则是有些傻眼 而朴氏骏的行为 让爱玲简直有些不忍之事 现在牛千三还一货地询问 朴氏骏黑龙的身份是真是假 对此牛尼四感觉他有些太傻 小猫自然也是明白朴氏骏是装的 可刚当朴氏骏的模样 让他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不过泰奥也很上榜 既然自己是黑龙的下属 那么也就应该更加嚣张一些 此刻埃尔卡再次真诚道歉 他明白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但还是希望能获得一次原谅的机会 健壮的朴氏骏说着 他愿意破例原谅银狼们 不过条件是支付一万塔币 这些钱是为了弥补泰奥受到生命危险的补偿 这个巨大的数字 无疑将三只银狼都吓到 旁边的小猫咪则是被莫名的感动 他没想到自己在朴氏骏的眼中会如此珍贵 紧接着朴氏骏赶紧提示了泰奥 让他准备一下合同 对此老银狼埃尔卡表示 他们没有这么多的谈议 文言的小猫咪很是生气 泰奥说着 没有钱的话那就用身体作为偿还 他的话让埃尔卡很疑惑 随即小猫咪解释 就是接下来的时间留下来工作 对此旁边的埃尔科急忙提醒组长 因为埃尔卡和大财主格利德还有着合同 无奈之下的老银狼只得继续求饶道歉 至于签下合同在这里工作 他们可能是无法做到的 这使得朴氏骏和泰奥有些不敢相信 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也很生气 因为朴氏骏现在假扮的是黑龙 而银狼竟然拒绝了这个题 好在朴氏骏并未生气 他微微一笑 然后询问着埃尔卡拒绝的原因 思考了一番的老银狼随即娓娓道来 原来他们部落所在的85层由于长期干旱 现在粮食非常短缺 所以如他们这些强壮的族人 就会前来为大财主工作换取粮食 而这次大财主格利德发布的任务 正是找到被偷走的草帽 现在由于任务失败 如果接下来他们还舍弃原本的合同在这里工作 那么部落的食物来源一定会被切断的 所以埃尔卡不能答应朴氏骏的提议 这会使幼小的族人们饿死 对此朴氏骏却突然询问了老银狼的名字 得到告知后 他让埃尔卡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缓缓地朝旁边看去 再加上朴氏骏的解释 埃尔卡这才明白前方是一大片的耕底 这时的朴氏骏说着 合同他会加上别的条件 这一万塔币有整个银狼部落一起支付 而朴氏骏还会提供食物给整个银狼部落吃 随即还询问现在埃尔卡是否愿意 不过还不等老银狼开口 埃尔卡和埃尔科都开心不已 因为这样以后都不用给那只野猪工作 同时还能保住性命 并且还有饭吃 于是他们就答应了为农场工作的提议 埃尔卡很是感谢朴氏骏 现在事情终于得到圆满处理 伙伴们都显得很是开心 对于这个结果 艾琳也是没有想到的 可他也认为朴氏骏的处理方法很好 随即还大大的夸赞了一下农夫 很快合同也就写好了 等到双方按下手印在经由黑塔的见证 银狼们也就成为了泰奥的下属 负责接下保护小猫咪的安全 这时的泰奥还带着三只银狼前去打招呼 小猫表示牛千三和牛尼四是他们的前辈 以后要更加的尊重两牛 至于朴氏骏 他现在考虑着埃尔卡口中的大财主格里德 对方想来是塔中的大人物 今后很有可能还会有所交集 有了下属的猫咪很开心 他让朴氏骏帮自己准备一些考虑 要和银狼们一起美美地吃一顿 然而朴氏骏的回答 却让他要傻眼了 得知水潭中没有鱼吼 小猫咪当即躺在地上大闹 还表示如果没有鱼他就要罢工了 对此朴氏骏也很无奈 他已经在尽力想办法了 好在经历了最近的西市之后 水中的毒素基本也就消失了 现在朴氏骏询问战士黑兔准备好没有 文言的小黑兔信心满满 而接下来他们就要正式探索水潭的另一段了 敏感的小黑兔第一次进入海中 不仅发现了从未见过的风景 竟还遭到了一头大白沙的进攻 而在此前 战士黑兔已经做好了探查水潭的准备 随即他拿起木锤凌空一跃 下一秒便将洞口上方的岩石打碎 伴随着石头的落下 通往神秘水域的洞口也就出现了 现在洞口变得很大 已经不会被卡在其中 接下来小黑兔毫不犹豫地潜了下去 但很快就游了回来 因为里面太过气飞 导致他什么也看不见 见状朴士郡也明白 看不清的情况下 就算出现危机 小黑兔也来不及躲避 于是朴士郡就询问泰奥 有没有什么能照明的东西 这回的小猫咪还在和兔子宝宝宝玩手 听到朴士郡的话 泰奥就开始翻找着自己的背包 他不确定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为了更方便的寻找 小猫将全部的东西都倒了出来 其中的一块紫色项链吸引了朴士郡 这是泰奥此前在商人通道中购买的 讯息显示这是一块有划痕的一级项链 其余的都是未知内容 随即朴士郡想到了艾琳 他让管理者帮忙鉴定一下 仅仅是拿回去不到几秒 艾琳就表示这件物品很适合现在用 这也让朴士郡有些期待 然后他赶紧把一框的小番茄交给了艾琳 很快鉴定结束 讯息表示这件道具名为光明项链 而且经过鉴定后 项链和原本的样子简直天差地别 这枚光明项链的作用便是照明 使用者的等级越高 光线便会越强 看完全部的效果 朴士郡赶紧和伙伴们报喜 有了这个 就可以看清楚洞中的环境 健壮的泰奥表示有帮助的话 他能不能获得更多的泰老板时间 文言的朴士郡一把牵起小猫的双掌 果然泰奥的爪子能带来好运 鉴于小猫咪长期以来的优异表现 朴士郡决定让他的职位重回泰老板 不再需要临时的时间 而且从今天开始 泰奥也是农场销售的最高负责人 随即朴士郡再次夸赞着小猫咪 文言的泰奥很是开心 从他被降职开始 今天总算是再次成为正式的老板 同时为了庆祝小猫的晋升 朴士郡表示他获得了一天的董事长权限 紧接着泰奥就下达了指令 让大家利用项链将于重新戴回来 而战士黑兔和朴士郡 此刻全都信心满满 这时朴士郡先实验了一下光明项链的作用 他确实如讯息中一样 虽然当小黑兔戴上后 散发的光芒简直是朴士郡的无数倍 亮得他甚至睁不开眼 虽然早就知道结果 可差距这么大 还是让朴士郡有些难受 不过按照这个光线 想来进入洞中就不会看不清了 而为了以防万一 朴士郡又让小黑兔再吃一些解毒大葱 同时给他编了一条大葱安全绳 随即告诉战士黑兔 一定要死死地抓住安全绳 遇到危险的时候 只要快速拉两下 自己就会立马将它拉上来 想到木锤在水下不方便 朴士郡还给了小黑兔一把匕首和一个袋子 这下全部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 战士黑兔信心满满地朝着朴士郡挥手后 随即在外面深吸了一大口气 下一秒他就毫不犹豫地钻进了水里 洞中和朴士郡想的一样 是链接另外一处生态系统的通道 仅仅是游了十多秒 战士黑兔就发现了一处亮光 于是他加快了向下前的速度 很快也就来到了破开的石壁旁 从里面出来后 这竟然是一处庞大的水域 战士黑兔还从未见过这些东西 他显得很是好奇 就在小黑兔的附近 有着许多鱼类 有乌龟 还有着鲨鱼 更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鲸鱼 不过小黑兔明白 自己此行是来寻找龙虾和鱼 或者是能吃的肉类 四周看了一会 他发现了前方的巨物 而且旁边还漂浮着许多龙虾和鱼 望着从中散发出的有毒物质 战士黑兔当即明白 他们这是吸入了大锅中的毒素 现在战士黑兔将目标 放在了巨大的电蛮身上 靠近之后 他就将匕首拿了出来 接下来战士黑兔 从电蛮的上方往下割开 这时里面却突然散发着光芒 从中竟然有着一团金色的东西 见状的小黑兔很是疑惑 于是他用手缓缓地伸了进去 而这居然就是电蛮的内胆 获得这么好的东西 战士黑兔已经幻想着 获得朴氏菌的表明 随即他就将内胆放进了袋子中 然后还拿出了一条大葱绳 绑在了电蛮的身上 小黑兔打算把电蛮带回去当作食物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下一秒一条巨大的鲨鱼猛然出现 更是张开大口要吞下电蛮 见状的战士黑兔已经有些吓到 好在大白杀的目标只是电蛮 这才让他逃过一几 但小黑兔绑住电蛮的大葱绳被拉动 突然的变故让战士黑兔瞬间溺水 幸好鲨鱼锋利的牙齿将电蛮一分为二 因此小黑兔并没有被带着走 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 战士黑兔终于是快速地拉动着安全手 另一边的朴士俊感受到后 随即急忙地让大家准备好 紧接着所有人一起发力 下一秒朴士俊全力拉动着绳索 小兔子们也没有闲着 很快在大家的努力下 小黑兔就被拉了出来 可他的情况十分不好 这让朴士俊惊慌失措 他大声地呼唤着战士黑兔 但小黑兔却依旧闭着眼睛 见状一瞬间大家都被吓到了 纷纷担心着战士黑兔的情况 男人明明是个只有八点法力的废子 却能让伟大的黑龙未知脸红 还收获了一群十分可靠的兔子伙伴 而在此前 小黑兔被拉出后 便陷入了昏迷 眼看情况紧急 朴士俊也顾不得许多 随即将帽子递给了女王丰导管 然后他就准备给战士黑兔做人工呼吸 此料下一秒小黑兔突然睁开眼 随即还被朴士俊的模样吓喷了 不过好在战士黑兔终于是醒了过来 健壮的兔子夫妇赶紧抱住自己的孩子 此刻的朴士俊也很是开心 但战士黑兔则是责怪他 因为刚刚差点就被朴士俊亲了 眼看战士黑兔如此的嫌弃自己 朴士俊有些不愤 毕竟他也还是粗稳 而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 则是被天坑中的一幕逗笑了 不管如何 战士黑兔能平安回来 就是最好的结果 可朴士俊却觉得嘴里有点闲 这时的艾琳发来了讯息 他表示小黑兔可能是进入了次元之海 那是位于每个楼层之间的东西 但碍于海中强大的怪兽 所以都是使用安全通道穿梭楼层 不过也会有水流向次元之海 就如同天坑中的水潭 生活着各种各样生物的次元之海 除了怪兽也还有着许多鲜美的东西 现在朴士俊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天坑水潭会出现海洋生物 等到小黑兔休息完 朴士俊激动地询问里面 有没有可食用的鱼类 文言的战士黑兔就打开了袋子 随即从里面掏出了一团金色的东西 讯息显示 这竟是巨型电蛮的内胆 它的等级是一级 如果食用将会获得雷雨相关的技能 不过最低的食用限制是 自身法力值达到十点 看着上面的资料 朴士俊更加的激动 难道战士黑兔找到了一条巨大的电蛮吗 对此小黑兔肯定地回应着 紧接着他还主动拾起安全绳 随着战士黑兔的猛然发力 此前被他拴好的蛮鱼残驱就被带了出来 健壮的小伙伴们纷纷看闪了眼 推车兔更是流下不争气的口水 而且鰻鱼出水后 还有许多的食人鱼和龙虾涌出来 看样子它们是被鰻鱼身去吸引的 不一会的功夫 整个水潭再一次装满了优质海鲜 这时朴士俊一把抱起战士黑兔 他和伙伴们很是感谢小黑兔 如果没有他的勇敢 那么农场就很难再次获取蛋白质来源 为了庆祝今天的收获 朴士俊决定办一场宴会好好庆祝一番 过了一段时间后 食物也就全部做好了 可现在朴士俊却得知自己的家人有威胁 泰奥表示这是东芝告诉他的 而且东芝还承诺保护好朴士俊的家人 对此朴士俊有些烦恼 他还真没想到小番茄会这么糊 想了一会 朴士俊告诉小猫 等下次的时候 让他询问一下保护的详细方案是什么 至于金东芝帮了自己很多的忙 朴士俊决定感谢一下他 听到泰奥说东芝喜欢小番茄 随即朴士俊就想下次送给他一些作物当报偿 聊完正事 朴士俊就开始要为小猫吃猫条 可途中却让蛮鱼内胆掉了出来 见状的朴士俊这才想起来 资料上有介绍 吃下这个就能获得一个新的技能 而且还是关于雷雨方面的 文言的泰奥很是担心 如果是禁电的话 他会非常烦恼 自从进塔之后 朴士俊学习的都是农业方面的技能 如果获得雷电相关的 他应该会更像一个冒险者吧 看到朴士俊这么开心 小猫咪就催促着他赶紧吃下去 却不想朴士俊很难过地表示 自己现在还吃不下去 因为使用内胆有十点法力的限制 可他目前的法力值只有八点零五 听到朴士俊的话 泰奥当即展开了无情的嘲笑 毕竟这实在太弱了 见状的朴士俊立刻恼羞成怒 他认为小猫的法力也高不到哪里去 不过泰奥却表示 不会告诉他自己的法力 小猫咪的模样可把朴士俊气坏了 随即他快速地掏出光明项链 然后戴在了泰奥的脖子上 只要光线不强 也就证明小猫咪的法力很低 怎料下一秒光明项链散发出强光 连孤傲都感觉到刺眼 现在自取其辱的朴士俊浑身颤抖 原来整个天坑最弱的就是他自己 这时的孤傲还示意一下自己的嘴巴 不过却被朴士俊拒绝了 因为项链是不能吃的 另一边的牛千三和牛尼四 还在美滋滋地吃葱叶 而三只银狼则是有推车兔送来的考译 对此埃尔卡很是感谢的 其余的小兔子们也在享受着美食 夸赞着烤鱼的味道很好 他们感谢伟大的黑龙带来的恩典 但朴士俊还是注意到了老银狼的表情 他说着 埃尔卡应该是想念85层的族人了吧 文言的埃尔卡没有反驳 他确实担心族人们没有饭吃 朴士俊则是告诉埃尔卡 很快蓝月就要降临 到时候他就可以回去了 这段时间 只要他们在天坑中帮忙 就会送许多的烤鱼给埃尔卡带走 而接下来 要进行种植和收获堆压的作物 这需要他要带着银狼们一起帮忙完成 对此小猫咪一口答应下来 随即就带着埃尔卡他们出发了 牛千三和牛逆四 朴士俊则是需要他们帮个忙 将自己带去一个地方 文言的牛千三很适宜或要去何处 下一秒朴士俊语出惊人 他说着 要让两牛带自己前去找牛魔王讨债 此话一出 牛千三和牛逆四瞬间就被吓得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在99层的传送水晶处 许多的牛头怪们纷纷吃上了葱叶 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吃过东西 牛魔王带回来的葱叶 得到了牛群们的高度喜欢 然而牛魔王却没有因此开心 他显得很是郁闷 自己一开始是前去边境寻找两牛的 路上还遇到了红色的熊和别的生物 但由于太久没有看到鲜美的草 所以牛魔王当时变得兴奋无比 就把所有事情全部抛开了 现在想起来 他就知道 自己应该是当了一回小偷 按照惯例的话 他应该要被取消牛战士的资格 可好在此行有了巨大的收获 也可以将功底过了 而且那片土地的作物明显是有人特意种植的 但回想起当时遇到的生物 牛魔王也记不清到底谁才是种植的主人 思考了一番他终于确定了 牛魔王认为就是旁边的那只白兔所种下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红色的熊会和龙民白兔在一起 可身为牛战士的王 他更不应该偷东西的 但牛魔王是99层传送点的守护者 允许离开的时间只有一小时 好在每次蓝月降临都会重置这个时间 尽管时间不多 牛魔王还是决定蓝月过后 就去用钱偿还抢来的草 毕竟好不容易找到食物来源 他也需要持续交换让族人们获得食物 不过现在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牛魔王不知道 自己到底该付多少钱合适 朴士俊获得了与自然界生物交流的能力 这也是他第一次听懂小伙伴们说的话 原来小黑兔是叫自己叔叔 而小熊更是直呼朴士俊为爸爸 在此之前 牛魔王还在思考该赔偿多少钱合适 但他不知道的是 朴士俊已经准备钱去见他了 不过在走之前 他需要和伙伴们一起把成熟的作物收割 加上尽量种植更多的作物 干了一会之后 朴士俊变热得不行 逆风女王也很贴心地帮他拿着草帽 随即朴士俊就继续收割小番茄 而在每月辛勤的劳动下 他的职业等级竟然提升到了C级 这让朴士俊很是意外 没想到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 还有这样意外的惊喜 同时讯息提示 他的职业特性也得到了强化 更是获得了隐藏技能自然的朋友 这是一种与自然亲近的天赋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效果 那就是和语言不通的动植物沟通变得顺畅 看到这个效果 朴士俊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试探性地叫了一下兔子先生 听到声音的兔子先生就回应了一下 这可把朴士俊惊得摔了一跤 起身的他赶紧让兔子先生再回应一次 见状旁边的镰刀兔很疑惑 他询问着士俊叔叔是不是有什么事 这个称呼让朴士俊很是开心 于是他一把就抱起了镰刀兔 被莫名其妙地揉了一顿 镰刀兔表示要动用镰刀了 文言的朴士俊一把抓住他说着 你还想和上次一样弄掉我的头发吗 此话一出 瞬间轮到小兔子们傻眼了 难道他们之间的语言互通了吗 这时朴士俊终于开心地宣布 他获得了新的技能 拥有和自然界生物沟通的能力 确认之后 兔子先生和镰刀兔很是激动 于是他们赶紧让大家聚过来 听完两兔的解释后 兔子太太也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士俊终于是能听懂大家说话 不过很快他有怀疑的询问丈夫 该不会是士俊又去捡奇怪的东西吃了吗 直到朴士俊亲自和兔子太太说话 他这才明白 大家的语言已经互通了 战士黑兔更是激动 他一直以来 都有许多的话要和士俊叔叔说 朴士俊和伙伴们是一样的 都憋着数不清的话 要互相和对方倾诉 而旁边的女王蜂则是害羞地叫了一下 他断断续续地询问 朴士俊真的能听懂吗 对此朴士俊轻轻抚摸女王蜂的脑袋 然后肯定告诉他 这是当然的 自己能清楚地听见他说的每一个字 农夫的话让女王蜂喜笑颜开 随即开心地扑到了朴士俊的身上 其他的独蜜蜂们也纷纷跟着一起 今天是朴士俊最开心的时候 他告诉伙伴们 得赶紧把这个消息也传达到洞外 兔子先生则是贴心地把草帽递过来 等到朴士俊戴上后 训信念版却再次出现 因为他的等级提升 所以圣者草帽也达到了C级 同时又解锁了新的技能 光是看着促进生长这个名字 朴士俊就明白 他的效果一定很夸张 其的具体作用是促进十种作物生长七天 且无任何副作用 阅读完后 朴士俊就更加开心了 这个技能简直就是神级 而有了这个效果 他现在还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来到洞外之后 朴士俊就种下了一些太阳南瓜红薯的幼苗 紧接着就对其发动了促进生长技能 果然在此技能的作用下 很快幼苗们就发生了生长的趋势 有了促进生长 之前他担心太阳南瓜红薯扎根蔓的想法就消失了 不过目前空间不多 所以朴士俊是种在了大葱田之间 紧接着伴随一阵金光闪过 幼苗们竟又一次成长 这使得朴士俊很势不紧 好在有着讯息的提示 他这才明白 原来是红薯芽获得了大葱地祈愿丰收的作用 接下来它的收获也将提高50% 这双重的增益让朴士俊很惊喜 有了两个技能效果 想必太阳南瓜红薯很快就能成熟 就在这时 后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原来是孤傲朝着朴士俊扑了过来 突然发生的情况让他瞬间冒出冷汗 下一秒朴士俊最害怕的还是发生了 他被小熊直接压倒在地面上 现在孤傲很兴奋地表示 他刚刚听黑兔哥哥说朴士俊已经可以和他们沟通了 紧接着孤傲的称呼 却是让农夫愣住 因为他后面叫的是爸爸 朴士俊没想到 自己还没谈过恋爱 竟然就当了爸爸 还询问熊妈妈这样合适吗 对此身红巨熊并不在意 他说着 对于孤傲来说 朴士俊就是父亲一般的存在 况且他们是最亲密的伙伴 各自称呼他认为没有什么的 随即身红巨熊再一次鞠躬 他真的很感谢朴士俊能帮助自己和孤傲 听完熊妈妈的话 朴士俊也就不多想 他不介意多出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 现在小熊终于能开心地说出自己想吃什么东西 听到孤傲说出许多的食物 朴士俊决定让他吃些特别的 因为今天刚刚好收获了新的作物 那就是正好成熟的大土豆 他的全名是力量土豆 作用是能分解边缘脂肪30克 将挖出的土豆和水一起放入锅中 再盖上盖子 然后点燃火开除 不一会的功夫 一份香喷喷的煮土豆就完成了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的食物作为辅佐 此刻朴士俊的脸上笑意不断 他的塔内奇遇又增添了一件趣事 至于管理者空间中的爱琳 他现在已经吃上了水煮土豆 朴士俊终于抵达了99层的传送水晶 然而就算得到牛魔王的同意 他却也无法传送出来 而就在此前 朴士俊收获了新的作物土豆 和伙伴们美滋滋的享受之后 他就准备出发前去牛魔王的领币 暂听到朴士俊要离开的消息 孤傲当即躺在地上嚎啕大哭 他说什么也要跟着朴士俊一起去 旁边的朴士俊则是和伙伴们 检查了一下需要带的东西 刚刚吃完饭 他们一起收割了很多的大葱叶 检查完了 朴士俊便前来让小熊站起来 他告诉孤傲 难道忘记之前答应的了吗 文言的小熊虽然很是伤心 不过还是表示会好好保护小蜜蜂女王 这个就是以前他答应朴士俊的 见状的朴士俊安慰孤傲 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 让小熊不要难过 要不了多久就会再见的 头顶的小蜜蜂女王也在轻轻抚摸着孤傲的头 在大家的安慰下 小熊便开心了一些 一切准备就绪后 埃尔卡俯身在地面 他表示今天要亲自服侍伟大的黑龙 随即朴士俊和泰奥还有小黑兔就坐在了老银狼身上 而前往牛魔王领地的路 则是由牛千三和牛尼四带领 后方的伙伴们挥手告别 小熊现在也不再难过 他要继续担任保护小蜜蜂女王的责任 至于朴士俊和战士黑兔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天坑去往别的地方 有着埃尔卡的帮忙 赶路的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仅仅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抵达了荒芜之地 不过由于跑得太快 扬起的风沙让战士黑兔和小猫有些睁不开眼 即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朴士俊突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区域 就在他们远处竟还有着一片大森林 可其中却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听到朴士俊的疑问 牛千三便表示 那里有着让人心情变坏的家伙 这时的牛尼四开始大致说明99层的情况 原来99层划分为了许多区域 如朴士俊之前所在的就是深红巨熊领地 而现在要前往的则是米诺陶诺斯一族的领地 至于远处散发诡异气息的地 便是隶属于堕落者的区域 虽然曾经并不叫堕落者 但牛尼四表示 那里是危险的地方 最好不要去靠近 他的话让朴士俊很好奇 看了回去之后 他需要找艾琳询问一下具体的信息了 可就在下一秒 却有一团泥土砸在了朴士俊的脸上 紧接着眼前一黑的他 便落在了地面 这一幕将伙伴们都吓到 大家纷纷担心朴士俊的情况 好在朴士俊说着并无大碍 就是这泥土来得太突然了 等到他朝前看去 这才发现 眼前竟然有着许多的牛头怪在吃着泥巴 见状朴士俊有些傻眼 难道是因为荒芜之地没有吃的东西吗 看到这里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此前两牛看到葱叶会那么激动 而现在牛尼四很是生气 他询问这是谁乱扔东西 听到声音之后 前方就走来了一只黄发的牛头怪 见到是牛尼四和牛千三 他还有些好奇两牛怎么会在一起 误以为朴士俊等人是两牛找来的玩具 他正想开口索要 下一秒迎来的却是牛尼四无情的铁拳 对于如此无理的家伙 加上其还乱扔泥土 牛尼四为有用拳头好好教训他一顿 至于挨上一拳的黄毛牛头怪 已经躺在泥巴中晕了过去 看到力量爆棚的牛尼四 牛千三的脸上不禁泛起些许的红韵 因为刚刚真的帅到他了 一段时间后 就有族人前去禀报牛魔王 失踪的牛千三和牛尼四回来了 很快在牛魔王的同意下 两牛就走了上前 同时表明朴士俊他们是从 身红巨熊领地来的客人 文言旁边的牛头怪们全都很是差 而牛魔王则是开心不已 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再跑一趟了 于是牛魔王就让朴士俊他们快过来 不过他却是把一行人 当做了身红巨熊的不想 等到发现过来的只有朴士俊和小猫 牛魔王很是疑惑 为什么没有白兔子 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生物走在前 这时朴士俊和泰奥就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名字 虽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牛魔王还是表示能走到这里辛苦 毕竟朴士俊和小猫一看就很弱 紧接着他说着自己对弱小的生物比较光复 如果是在红熊的领地上干活遭到压迫 他可以前去救出朴士俊他们 听完牛魔王的话 朴士俊就知道对方误会了 于是他开始说明自己并不是在熊妈妈手下干活 相反熊妈妈和孤傲是在帮助自己 同时此行也不是来求救的 而是来回收米诺陶诺斯一族牛魔王三天前偷走的作物 然后朴士俊表示 如果你不想当小偷的话 最好对此做出补偿 但小偷这两个字瞬间激怒了牛魔王 他现在非常的生气 身为99层最强的存在 牛魔王拥有很强的荣誉感 他绝不允许被称呼为小偷 可就算面对如此强大的怪物 朴士俊和小猫咪并没有退缩 他还大声地告诉牛魔王 那些葱业是自己种下的作物 可牛魔王不仅大摇大摆地将其拿走 现在还不知羞耻地先发火 听完朴士俊的话 旁边的牛头怪们似乎明白了什么 原来大王带回来的草是别人种的 现在牛魔王瞬间明白朴士俊才是农田的主人 随即就赶紧给朴士俊道歉 因为他是守护者 行动有时间限制 所以当时就走得很匆忙 至于补偿牛魔王认为是必须的 因为他原本就打算前去致富 于是牛魔王询问着 朴士俊需要些什么东西 只要不是塔内那些传说级的道具 他都会尽力满足 而朴士俊来这里的最大目的也只有一个 随即他就说想使用一下传送水晶 农夫的话让牛魔王不禁回头一看 毕竟传送水晶是他一直守护的东西 不过思考了一会牛魔王便答应下来 如果这就是朴士俊想要的 那他也只好选择答应 为了自己的名誉 牛魔王认为这都是值得的 于是就从座位上站起身 同时让朴士俊上来 见状朴士俊兴奋不已 泰奥也在旁边为他开心 因为小猫咪知道朴士俊一直都想住他 而今天他终于来到了最接近塔外的地方 只要能使用传送点 自己就有回到外面的希望 站在传送水晶的面前 朴士俊还是有些失神 自从知道这里有传送点后 他一直都想来到此地 缓缓地靠近传送水晶 朴士俊有些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等到他将手放在水晶上 讯息面板就传来提示 已经储存了99层的传送点 正在定位别的传送点 然而很快 讯息就表示朴士俊无法使用传送水晶 因为没有储存其他楼层的传送点 无法离开的消息让朴士俊傻眼了 健壮的牛魔王才知道 原来朴士俊不是黑塔中的原住民 随即他说着 虽然不知道朴士俊是怎么来到99层的 但是外来者必须要以第一层为起点 然后注册每一层的传送水晶 才能拥有使用的资格 这是黑塔一直以来的规则 无法离开 就是因为朴士俊只有99层一个传送点 听完牛魔王的话 朴士俊绝望了 他还以为自己有希望离开黑塔 结果现在抱着的小希望彻底消失了 伟大的黑龙终于要亲自出手 这也是数百天以来艾琳的首次出门 而他身处的管理者空间 竟是屹立在99层的最上方 就在此前 从牛魔王所说的要从第一层为起点来看 加上讯息提示自己没有别的传送点 朴士俊就明白自己出塔的希望破灭了 原来黑塔几乎是一个单行道 只有从下道上激活传送点或者是原住民 才能够没有束缚地使用传送水晶 虽然来的时候朴士俊就抱着最坏的打算 但现在亲自确认没有办法离开后 他还是无可避免地感到空虚 这时的牛魔王开口说着 朴士俊的需求他已经完成 之后就不再有所亏欠 闻言的朴士俊也恢复了心情起身 随即也确认了牛魔王说的话 不过他现在有一个提议 想知道牛魔王有没有兴趣听听 紧接着朴士俊让小猫咪打开包袱 得到指示的太傲当即行动 下一秒无数的大葱叶就源源不断地出现 看到高高的草堆 在场全部的牛头怪都呆住 他们的脸上纷纷露出渴望的神色 同时也认出 这就是上次大王带回来的食物 牛魔王颤颤巍巍地询问朴士俊是什么意思 对此农夫淡淡地表示 只是对邻居的一点点礼物 他的话让牛魔王很是疑惑 但眼前的食物实在是太诱人 以至于牛魔王也不禁流下了口水 不过现在朴士俊却又很失落地说着 如果能增加种植面积的话 这样的从每天都能有 可惜现在他们人手不足 开阔荒地比较费劲 所以他的提议就是 要和米诺陶诺斯一族交易 用食物来换取牛头怪们的帮忙 一段时间之后 另一边的孤傲正盘坐在土坡上 他和小蜜蜂女王都在等待着朴士俊的归来 此时的小熊心情很是低落 但很快他和小蜜蜂女王发现了前方的情况 原来是埃尔卡带着朴士俊他们赶回了天坑 见到伙伴们时 朴士俊很是开心地打着招呼 小熊则更加激动 他一边跑一边欢呼着爸爸回来 看到这一幕的朴士俊从老银狼的身上跳了下来 随即就和赶来的孤傲抱在一起 这时的小熊向朴士俊诉说着 自己很坚强 没有继续哭泣 文言的朴士俊非常欣慰 听到声音的兔子先生也来到了外面 他惊讶伙伴们回来得真快 见到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 小黑兔赶紧上去说起本次外出的经历 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去到外面 而旁边的朴士俊则是朝后方招呼着 紧接着后面就走来了几只牛头怪 他们就是第一批前来农场耕地的牛 对此伙伴们感到十分诧异 朴士俊则是解释着 牛魔王答应了自己的提议 接下来米诺陶诺斯一族会一起帮忙耕地 几只牛头怪现在充满了干净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工作 而孤傲看着牛头怪们健壮的肌肉 眼中全部都是羡慕 听到他们还认识牛千三 小熊就更加开心了 于是就主动带着牛头怪们前去需要开阔的荒地 他还表示 此前牛千三哥哥也是自己带去工作的 对此几牛便欣然跟着孤傲离开 健壮朴士俊也没有阻拦 转头就和小兔子们商量着准备食物 而一起回来的太后 现在却依旧在躺着睡觉 与此同时的传送水晶区域 正传来一阵阵吆喝的声音 牛头怪们在玩着剪刀石头 这是牛千三为了绝处能先去农场工作的名额 而前十之不一会的功夫就选出来 望着不同以往死气沉沉的族人 牛五也很开心 他询问牛魔王 如果开垦土地种植的话 那以后他们的领地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长满青草的草原 对此牛魔王想着 也许真的可以恢复以往的情景 他只会对于和邻居们的生活 也多出浓浓的期待 几天之后 此时的独蜜蜂们正挨个往前方飞去 他们将采来的花蜜装进了瓶子之中 而小熊则是死死的守在旁边 本来想着马上蓝月就要降临 独蜜蜂们可能没有时间收集 可朴士俊想不到的是 他们竟然将太奥买回来的瓶子全部装满 看来是因为最近小蜜蜂女王的势力得到了扩张 将一部分拿给孤傲 朴士俊提醒小熊要省得吃 紧接着他询问熊妈妈 今天是不是就会前往森林深处 毕竟明天就是蓝月降临的日子 得到肯定之后 朴士俊就准备再多给小熊一些蜂蜜 旁边的埃尔卡也告诉朴士俊 他们要回去迎接蓝月 食物上的问题 让老银狼有些难以欺吃 见状朴士俊让他不要担心 自己早就准备好了 随即将很多的食物全部交由小猫咪带了上来 这些都是战士黑兔最近捕捉到的海鲜 一部分还是前去次元之海打捞的 看着如此多的美食 银狼们纷纷扑扑在地面 感谢着战士飞途 对此小黑兔让他们不必在意 这点程度对自己来说是小菜一点 就在朴士俊想着该怎么让银狼们带回去时 埃尔卡就掏出了自己的背包 虽然不如流浪商人的大空间 但由于他们三个都有 所以还是能将全部的食物都装下去 装好之后的背包就落在了三只银狼的掌间 现在关于大家蓝月期间的食物已经安排完毕 朴士俊就开始和伙伴们道别 让大家蓝月之后再相见 道别完熊妈妈一家和银狼们也就离开天坑附近 银狼们还要前往85层中 望着逐渐消失的伙伴们 接下来就轮到朴士俊准备自己的事了 看到农夫严肃的表情 管理者爱玲便询问她是不是在担心农田 对此朴士俊便承认了 蓝月每次的降临她都很不安 旁边的黑兔则是挥挥手 她要前去帮助爸妈干活 明白朴士俊的担忧 爱玲表示让她相信自己 同时得意地询问农夫 以前蓝月降临有没有看见她出来制服怪兽 管理者的话一时间将朴士俊拉回了以前 那还是她进入天坑的第一个月 可朴士俊还是很担忧 因为每次蓝月降临 怪兽们就会变得无比狂暴 哪怕是可爱的小兔子们 如果不躲进房间中 也无法避免 一个月前牛千三对农田的破坏 让朴士俊这次也很担心 虽然已经让他们尽量去到远离农田的地方 但等到蓝月降临 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方法是否有效 于是朴士俊将自己的烦恼全部说给爱玲听 对此爱玲表示这一次 就让自己亲自来守护农田吧 而到了现在 朴士俊也明白 迎接第一个蓝月时看到的黑龙 想来就是爱玲了 随即她一扫刚刚的滴落 朴士俊说着她相信爱玲 见状爱玲瞬间喜笑颜开 她让朴士俊要继续大力种植 伟大的黑龙爱玲普里塔尼不会让你失望的 结束了对话 爱玲活动了一下身子 然后她将手放在了门上 紧接着就一把推开了大门 同时爱玲慢慢地走向了外面 她已经在爷爷留下的图书馆中待了太久 很快爱玲走到了管理者空间的顶层 原来她身处在一片巨大的浮空岛上 而在岛上则还有着一座黑塔 爱玲便是宅在其中 至于这座浮空岛的位置 正是位于黑塔99层的天空 感受着拂过身体的清风 爱玲感觉十分的舒服 她已经太久没有出来 爱玲现在要准备应对蓝月的将领 随即她缓缓地伸出手打开某个面板 接下来就轮到自己来保护朴士郡他们 下一秒许多的讯息蓝纷纷出现在爱玲的面前 而这一次伟大的黑龙爱玲将亲自出马 可怜的农夫紧紧吃下一颗土豆 却让高贵的黑龙十分生气 只因朴士郡吃下的 是黑塔的隐藏料理蓝月蜂蜜土豆 就在此前 爱玲决定了本次蓝月就由她来保护农田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兔子一家基本已经进入小屋中 朴士郡则是在保存好活着 这样明早生活做饭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方便 保存好后 她突然听到了旁边的声音 原来是小猫咪在抱着兔子宝宝们大哭 想到照顾了很久的小兔子即将长大 泰奥内心就无比的感动 见状朴士郡便走上前 让小猫赶紧回到包袱中去 因为蓝月马上就要降临了 等到泰奥要和上包袱的时候 朴士郡急忙叫住了她 然后将一枚毒蜜蜂女王的剪递过去 这是今天早上一代蜜蜂女王拿给朴士郡的 最近蜂群的势力壮大了很多 蓝月马上就要掩盖住还未落山的太阳 等到夜幕彻底降临 现在的天坑附近顿时一片安静 但唯独天坑之中的兔子宝宝们正在嘶吼 这是他们要成长所必须经历的 而朴士郡正坐在小兔子们的前面 虽然之前就看过一次 可她还是有些无法失业 好在这个状态很快就会结束 紧接着自外面传来了许多怪物的叫声 这让朴士郡很是意外 难道艾琳还没有出发吗 但她才走了几步 就发现兔子宝宝们正一脸凶狠地看着自己 按照之前的经验 被蓝月照射他们就会变成白兔子 可不知为何现在还没有任何改变 而且还变得更加的狂暴 看着对自己嘶吼的小兔子 朴士郡还想着呼唤一下让他们醒来 怎料兔子宝宝们却突然冲向了她 正当朴士郡以为要被抓伤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传来了一声龙吟 紧接着小兔子们就安静了下来 抬头看着空中的巨大龙女 朴士郡很是开心 艾琳终于是赶到 就在这时天坑外面的农田 也迎来了第一位不速之客 这是99层的树枝怪兽 被蓝月影响了她 正对前方的农田虎视眈眈 但突然她察觉到天空中的情况 只见一条巨大的黑龙贴近飞过树枝怪的上方 在艾琳的威压之下 这只怪兽恢复了理智后 便赶紧逃离此地 可就在下一秒 黑龙巨大的身躯却模糊了许多 原来这竟然不是艾琳的真身 因为她无法离开管理者空间 所以在蓝月降临的时候 艾琳会用爷爷留下的魔法道具 模拟出她成年后的幻影 也就是说 艾琳可以远程保护着农田 缺点是靠近地面时 幻影就会逐渐消失 最让艾琳激动的是 经过这一次 想必朴士郡的眼中 都是自己那威武霸气的身影吧 接下来艾琳要继续控制幻影飞行 直到蓝月结束为止 而黑龙出现之后 原本狂暴的怪物们都变得安静了许多 就在这时 朴士郡身后的小兔子们终于开始了进化 等到七彩般的光芒散去 原本黄色的小兔子 也变为了一只只农民白兔 看着蜕变过后的孩子们 朴士郡瞬间激动得不行 随即一把将三只小兔子抱在了怀中 见状小兔子们也很好奇 不知道士郡叔叔这是怎么了 很快朴士郡的身后又传来了一阵蓝光 放眼望去 一部分作物在月光的照射下 已经拥有了蓝月的气息 看到这一幕 朴士郡和小兔子们都很开心 接下来他们也是时候收获蓝月作物 不一会后 天坑中慢慢升起一缕缕雾气 朴士郡他们现在正生火烹饪着食物 等到食物全部煮熟 他将其摆放在大葱盘子中 本次收获的蓝月作物有红薯和土豆 还有一如既往的蓝月小番茄 为了犒劳艾琳的心 朴士郡将煮熟的蓝月食物送给他 得到食物的艾琳很感谢农夫 同时表示下一次的蓝月也让自己来保护吧 现在艾琳泡完澡后就美美地躺在沙发上 他今天操控幻影确实有些累了 好在结果是值得的 拿着一颗蓝月红薯 艾琳很期待能不能让自己的龙之心继续跳动 缓缓将小小的红薯放进嘴中 很快他就再次听到了龙心的声音 而且和以往都有所不同 这一次艾琳能感受到一股稳定的魔力 正在自己的体内流动 还不等他开心 黑塔就给出了一道提示 上面写着黑塔隐藏的料理重新出现 它的名字是蜂蜜土豆 看到这里艾琳想到了什么 和他想的差不多 这个隐藏的料理 正是朴氏菌将蜂蜜倒在蓝月土豆上 从而引起的 健壮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很是气氛 因为朴氏菌给自己的 是没有加蜂蜜的土豆 不过艾琳望着新的提示 他顿时想到了一个获得蜂蜜土豆的好办 确认了一下技能之后 艾琳不由地感叹 这对农夫职业来说 确实是非常好的技能奖励 而天坑中朴氏菌的美食也就完成了 蕴含蓝月气息的蜂蜜土豆 食用可以永久增加0.3的魔力 在朴氏菌看来 土豆不管是蘸盐还是蘸蜂蜜 都是非常好吃的 第一口朴氏菌想让小兔子们先吃 就在别的小兔子准备拿着吃的时候 其中的一只小兔子却急忙阻碍 他表示爸爸以前就说过 蓝月的作物要让给氏菌叔叔吃 因为氏菌叔叔很弱 所以提升魔力是很重要的 此话一出 朴氏菌本来很是欣慰的心 终于是彻底死了 在小兔子们的劝说下 朴氏菌含泪吃下了蓝月蜂蜜土豆 裹上一层蜂蜜的土豆 口感上更加的细腻 就在他沉浸在美味中的时候 讯息面板再次出现 上面赫然显示 朴氏菌让塔内隐藏的蜂蜜土豆重现了 见状他有些惊讶 难道是自己把蜂蜜撒在土豆上的原因吗 紧接着艾琳就发送了新的任务 用蜂蜜土豆来招待塔的管理者 奖励是获得特殊的职业技能 拒绝的话 只吃到蓝月土豆的管理者会很生气 看到这里朴氏菌急忙解释着 他只是把蜂蜜撒在土豆上而已 想到可以获得新的技能 朴氏菌就接取了任务 向艾琳确认了普通的土豆也可以 他就开始了制作 过程十分的简单 短短一分钟 新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本次任务奖励的技能名为料理 它能让用塔内食材做出的料理味道提升 且效果也会相应增加 看到这个特殊技能的效果 朴氏菌很是震惊 因为其还记录了一个诗 正是他刚刚制作出来的蜂蜜土豆 朴氏菌都有些无奈了 他明明是农夫职业 但自己平时还兼当渔夫 现在似乎厨师的身份变得更加正式 不过这个技能让朴氏菌很满意 接下来他招呼着小兔子们 一起做早餐给其他伙伴吃 而今天朴氏菌来到黑塔的第八个兰月 也终于迎来了尾声 三只可怜巴巴的小灰兔 却是兔子夫妇失散的侄子 看到很久未见的叔叔 饱受磨难的小灰兔终于是喜极而起 在此之前 艾琳利用幻影赶走了怪兽 朴氏菌也因为解锁隐藏料理 从而获得新的技能 现在99层的蓝月已经消失 被艾琳赶走的树枝怪 也慢慢地回到了西边的森林 他浑然不知自己回家的路上有着不速之渴 紧接着树枝怪被一根树根绊住 随即他就这么瘫坐在了地上 可怜的怪兽误以为自己是精力耗尽 但这时在他的头顶 却忽然出现一只巨大的树枣 等到树枝怪察觉到的时候 他已经被对方死死地抓住脑袋 同时无数的树条疯狂蔓延出来 无力反抗的树枝怪 就这么被无情吞射 而这只袭击的怪兽 竟是堕落的树魔 他缓缓地从阴暗中走了出来 然后死死地盯着森林外的荒芜之地 指引在另一端 有着另外一片他和同伴们都想去的森林 与此同时的朴氏菌正品尝着食物 但他身后一堆烧焦的作物中 竟悄悄地冒出了一根心眼 而在黑塔的85层处 老银狼埃尔卡将食物成功带回了部落之中 拿到食物的孩子们都很感谢组长 眼看埃尔卡又要离开 他的妻子显得很是不舍 可现在蓝月已经结束 埃尔卡必须要回去了 听着妻子想让自己看完孩子再走 老银狼则是温柔告诉他 自己侍奉的是伟大的黑龙 所以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耽误 潇洒地整理了一下披风 埃尔卡也就带着两郎前往99层 一段时间之后 在流浪商人的通道居住地中 竟有着一道道疯狂逃跑的声音 这是三只灰色的小兔子 他们似乎正被追赶着 其中稍稍落后的小灰兔发现了后面的情况 他正想叫自己的哥哥 然而一只凶狠的狐狸 赫然已经来到了小灰兔的身旁 紧接着他便被狐狸的力爪击中 下一秒便倒在了地面 前方的两只小灰兔见状就停了下来 但他们没有发现的是 另一只狐狸尽早就挡在了前方 等到小灰兔们转头的时候 就无可避免地落入对方的魔爪 他们痛苦的声音回荡在通道村中 其中老银狼埃尔卡也被吸引 现在的小灰兔已经被死死地抓住 而狐狸则是很抱怨 他为了抓这些从农场中逃出来的奴隶 已经连续跑了很多层 接下来狐狸们准备将一只小灰兔吃掉 因为逃走的奴隶 就算少了一只 也没有谁会在意 正当凶狠的狐狸张开大口时 下一秒却是被一只巨爪打在了头上 原来是埃尔卡出手就下了可怜的小灰兔 缓缓地接住小灰兔 老银狼就这么盯住前方的狐狸 此刻狐狸们也认出了埃尔卡 他们不明白对方为何要出手阻碍 如果这件事传给大财主 一定会对银狼一族带来灾难 可现在的埃尔卡根本不怕那只野猪 反而告诉几只狐狸 趁自己还不想咬断他们的脖子 就赶紧滚出这个地方 面对凶神恶煞的银狼 无奈之下的狐狸们 也只得灰溜溜地离开 埃尔卡看着族长 便明白他的老问题又发作 对此埃尔卡只好道歉 他又一次不自觉就出手了 埃尔卡认为他们应该带着小灰兔回去 留在这里的话 有可能会被狐狸们抓走 望着三只下的瑟瑟发抖的小灰兔 老银狼只得叹了一口气 于是决定将他们带回天坑 也许可以对伟大的黑龙有所帮助 转眼的功夫就到了中午 朴世俊现在很是高兴 他说着有重大的事情要分享 那就是吃了本次蓝月的作物 自己已经成功让魔力达到了十点 文言的小伙伴们全都沉默了 他们本以为是什么大事 小猫咪更是出言询问 朴世俊这是在炫耀吗 对此农夫急忙拿出了鰻鱼的内胆 原来现在的朴世俊 已经达到了使用内胆的魔力要求 只要吃下去 他就可以获得新的技能 但泰奥却根本不感兴趣 他打了一下哈欠 然后说着自己想回去睡觉 不过朴世俊却强行留下泰奥 让他亲眼看着自己获取技能 全部吃下去 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吃 反而还带点橘子的酸味 紧接着讯息面板传来提示 朴世俊使用了蛮鱼内胆 成功学习到技能雷雨 和以前做任务的获得不同 这次显示的是学习 雷雨技能有着三个不同的效果 但很可惜的是 碍于魔力的限制 朴世俊现在只能使用制造乌云 至于下雨和打雷 还处于未解锁的状态 看完全部的介绍 朴世俊当场就傻眼了 如果下雨和打雷都不能用 那这个技能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不过他还是准备尝试一下 随即就挥手制造乌云 很快在朴世俊的前方 果然有一些气体在慢慢聚集 眨眼的功夫就成为了一团乌云 可由于朴世俊的魔力太弱 这团乌云的体积也是小得可怜 小兔子们不忍心打击朴世俊 于是纷纷回去工作了 至于小猫咪则是安慰他 虽然很弱行 但朴世俊依旧是自己的上司 只有孤傲在为爸爸高兴 他认为这个技能很帅 能够遮挡太阳 而且孤傲相信 以后乌云一定会越来越大的 听完小熊的安慰 朴世俊这才开心了许多 对于孤傲的话 太傲也有些认可 于是他招招手 让朴世俊把乌云挪过来给自己遮阳 就在这时 埃尔卡他们也回来了 但很快朴世俊就发现 在老银狼的下方 还有着三只小灰兔 随即朴世俊走了上前 然后询问他们是谁 对此小灰兔们非常害怕 祈求着不要吃掉自己 看着他们身上都是伤口 后面的兔子太太却很是震惊 以至于手里的剪刀都掉在了地上 看着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 朴世俊有些疑惑的出声 而兔子先生这时终于开口了 他不敢相信小灰兔们还活着 其中的一只小灰兔更是激动不已 原来兔子先生竟然是他们的叔叔 伙伴们有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兔子们则是已经抱在了一起 久别重逢的他们 这一刻终于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们本是一群辛勤劳作的小兔子 每天都生活在富饶的兔子王国中 只因一场灾难的降临 却让小兔子们丢失了家园 甚至还遭到了邪恶野猪的剥削 从此不停地被压榨着劳动力 而三只小灰兔历经磨难 才终于从中逃了出来 已经很久没有吃饭的他们 此刻见到许多的新鲜美食 便忍不住大吃一顿 朴世俊和伙伴们也没有打扰 他们身之小灰兔肯定是饿惨了 见其中的一只小灰兔不慎被噎住 兔子太太就急忙把水递过去 而朴世俊则是让他们慢慢地吃 听到小灰兔感谢自己 但叫的却是伟大的飞龙 朴世俊便说着以后叫自己士俊就行 同时告诉埃尔卡他们也是一样的 现在大家都是同伴也是家人 所以不用再称呼他伟大的飞龙 本想拒绝的老银狼 在朴世俊的要求下也就改口 这回朴世俊开始观察着几只小灰兔 讯息也及时给出提示 他们分别是美术灰兔和工艺灰兔 还有一只是建筑灰兔 看起来他们全部都是技术型的小兔子 吃完饭小灰兔们将从农场逃出的经历说了出来 紧接着朴世俊好奇他们是从第几层来的 可当灰兔子说是55层时 父子先生却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侄子之前一直是在55层 于是兔子先生很是激动地询问 兔子国王和王后还有公主是不是还在 那些袭击王国的怪物们呢 看到兔子先生都把小灰兔摇晕了 朴世俊和兔子太太就赶紧拦住他 听到世俊问了他刚刚说的是什么 兔子先生也就慢慢地讲了一个故事 原来在很久以前 55层是兔子们生活的地方 那里名为红丝带王国 看兔子先生很是失落 朴世俊急忙询问现在的王国呢 兔子先生也表示 大约在几十年前 红丝带王国就灭亡了 曾经兔子们的红丝带王国 是一个和平美丽的地方 兔子们在那里安居乐业 有些小兔子选择辛勤耕作 也有的负责创造各种工艺品 他们都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着和平的生活 但直到那一天的降临 令所有的兔子们都陷入了危机 无数的灭亡之影 不知为何来到了红丝带王国 战斗的小兔子们拼命反击 同时保护着族人们离开 可惜力量上的悬殊 他们的反击并没有起到作用 红丝带王国很快就被彻底摧毁了 而国王一家也因此失踪 失去国王的带领 小兔子们为了躲避怪物 只好四处逃散 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也逃离了55层 最后几经很多波折才来到了天坑 现在朴世俊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怪物齐聚的99层 会出现人畜无害的小兔子 兔子先生说着 他们当时以为55层被怪物们毁灭了 没想到还有人留在那里 旁边的小灰兔表示 他们和家人没能从通道离开 所以只好躲着怪物们 但那些怪物却是突然消失了 然而等他们出去时 在那片被烧焦的土地上 却有别的危险 埃尔卡也接过话 他缓缓地说出了一个叫炸网的名字 那是隶属于野猪格力德的组织 原来红丝带王国被怪物毁灭后 格力德就率领野猪一族 占领了无主的55层 他称自己为大地主 接下来就是野猪们对小兔子无尽的剥削 红丝带王国的土地 也变成了只生产粮食的炸网农场 而三只小灰兔实在是撑不下去 这才冒死逃离农场 对灰兔们的遭遇 朴世俊很心疼 随即就让小黑兔先带他们去休息 在小兔子们的搀扶下 他们就潜去了天坑里面 这回朴世俊问埃尔卡 草帽当时也是格力德在寻找吧 文言的银郎表示是的 而格力德是一个靠着粮食 就能影响整个黑塔的富豪 不过埃尔卡很是嫌弃那只眼珠 给格力德干活让他很是恶心 对方只要有机会 就会疯狂地剥削居民 格力德的名字他要表示他也知道 因为粮食会由商人们在塔的各处流通 而其中大部分的粮食都是来自炸网猛场 随即朴世俊询问 对方会不会追到99层 埃尔卡让他放心 因为99层十分危险 所以不管花多少钱 那些胆小的雇佣兵是不可能来这里的 听到银郎的话 朴世俊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在55层的炸网制成中 野猪格力德显得很是生气 因为狐狸们告诉他 小灰兔在银郎族埃尔卡的帮助下成功逃脱了 不过思考了一番 格力德并没有在意 他相信等到粮食见底 埃尔卡一定会回来求劳的 比起这个 接下来他们还有一个大事 那就是拒绝那些来拿粮食的商人 从而最大的限制粮食流通 尽管各大协会提出问题 但都还在控制范围 只要粮食危机的出现 格力德相信 自己就会和几十年前得到55层一样 不过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控制整个黑塔 对此朴世俊他们一无所知 时间也缓缓来到了第二天 朴世俊一如既往的叫小猫咪起床 可当朴世俊去洗脸的时候 却发现水潭边多了一个洗漱台 甚至还有着水瓢 这使得他很是兴奋 随即朴世俊就急忙开始洗头 他猜测这些应该都是灰兔子们做的 洗完头太傲就突然叫朴世俊过去 前方不仅多出了一个灶台 而且连桌子和吃饭的工具也全都有 这是朴世俊一直都很需要的东西 小猫咪还说着 李克和维克还有李克给他做了一个碗 上面还有自己的掌印 原来三只小灰兔们有自己的名字 他们为了报答恩情 为农场的小伙伴们做了家具 镰刀兔子收到的是来自美术小灰兔的礼物 听到朴世俊叫他们 小灰兔们纷纷回头打招呼 紧接着就再次向朴世俊道谢 做的这些东西也是想尽可能的帮上忙 至于朴世俊却是突然握住建筑灰兔的小手 然后询问他们 愿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农场之中帮忙 听着朴世俊的话 小灰兔一时间也有些没反应过来 黑塔即将迎来一场重大危机 几十亿只蝗虫将要吞噬塔内的一切 而在此前 朴世俊询问灰兔子们愿不愿意留下来 得到他们开心的同意后 天坑农场正式迎来了新的小伙伴 兔子先生一家纷纷欢迎着小灰兔们 有三个如此优秀的技术人员 朴世俊相信 农场会变得越来越繁华的 对此小灰兔们更是信心满满 接下来朴世俊想拜托他们先盖一些兔子窝 不仅是小灰兔们需要 刚刚长大的小白兔们 也是时候要有自己的家了 虽然他们已经在很努力地盖房 但似乎有些困难 对此建筑灰兔立马答应下来 这个就是他所擅长的领域 见状小猫也想有一个房子 灰兔子们则是表示 可以做一个猫舍给他要居住 缓缓望向朴世俊睡觉的地理 建筑灰兔很疑惑地询问 世俊先生难道你没有家吗 听到朴世俊回答没有后 小灰兔就想要给他建一个房子 不过天坑中空间已经不够 可以去外面给朴世俊盖 且外面取材也非常的方便 文言的朴世俊瞬间兴奋不已 看来他马上就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了 刚好最近有了很多牛头怪的帮助 荒帝已经开垫了许多 于是朴世俊询问需要什么材料 对此建筑灰兔说着 要是有做砖块的沙子或者泥土是最好 听完他的话 朴世俊和太奥瞬间就想到了一个地方 随即他们就前往了荒芜之地中 因为米诺陶诺斯一族的领土上 正好有着优质的泥土和沙子 经过建筑灰兔的查看 这些泥土非常的适合做砖块 牛魔王很疑惑朴世俊拿泥土做些什么 毕竟这是目前他们的食物来源之一 朴世俊则是告诉牛魔王 这是另一个新的交易 接下来小灰兔会教牛头怪们制作砖块 而砖块可以用来和自己的农场兑换大葱 此话一出 牛魔王当即让族人停下吃土的行为 因为这些要全部留下来做砖块 交易达成 朴世俊也很期待着新房子的建成 一段时间后 天坑外面的伙伴们都在各司期值 熊妈妈和小熊负责的是木材的获取 牛头怪们则是一如既往的耕地 小兔子们则是在松土和耕种 兔子献上他们有水壶的 便做起了浇灌作物的工作 小熊休息的时候会和老银狼比试 他们两个的较量也很是精彩 朴世俊时不时在旁边欢呼打气 比试完他奖励了孤熬一瓶蜂蜜 从来没有吃过的埃尔卡 此刻也有些嘴馋了 见状朴世俊自然不会忘记的 当即就拿出了一瓶给埃尔卡 看着朴世俊 老银狼显得有些错不及防 他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么轻松地获取美食 而朴世俊休息完 便前去帮助伙伴们刚 今天他要收获的是太阳南瓜红薯 这一株就是整整15个 收取好朴世俊的技能也得到了升级 这些太阳南瓜红薯让他很是满意 不过干了一会农火 朴世俊便感到十分的炎热 于是他就召唤出了乌云 以此来给自己遮挡阳光 擦汗的时候 朴世俊看着堆积的大葱 他想后面也该在外面建一个牢固的仓库 这时他要来到外面就和朴世俊打了一下招 至于朴世俊想知道 小猫咪准备什么时候再下去收卖作物 这次他准备让太奥带一些解毒大葱下去 说不定会有冒险者需要 更主要的是最近种植的太多 除去给牛头冠们准备的 已经是彻底堆不下了 思考了一番 太奥也有了决定 既然如此 他表示这次就带100根下去试一下 就算怀疑大葱的销量 但小猫咪始终相信朴世俊的决定 毕竟他从来没有错过 不过身为猫咪 太奥有些无法适应大葱的味道 快要装完的时候 朴世俊就叫他去吃饭了 担心自己的鱼会被吃掉 小猫咪当场就着急了 这导致太奥没有发现 他无意间装了一些太阳南瓜红薯 装完东西小猫便赶紧去拿自己的烤屋了 与此同时的黑塔67层中 一只大青蛙似乎发现了猎物 然而他还没有出击 就被身后的一根箭矢击中 原来在青蛙的上方 同样有着怪兽将它当作猎物 这是隶属于67层的蜥蜴人一组 快速地跳到青蛙的身边 他就准备享用美食 却不料下一秒一道红色的身影突然写来 这是一只奇怪的红色蝗虫 而蜥蜴人则是一把将它抓了起来 随后就直接吃了下去 这个味道让它有些意外 因为此前蜥蜴人似乎没有见过这种生物 很快它便察觉到了四周的不对劲 抬头看去 蜥蜴人立马大吃一惊 因为在它的前方 赫然是无穷无尽的死亡蝗虫 它们疯狂地朝着地面的蜥蜴人飞过去 伴随着许多蝗虫的成群结队 这一幕就和灭亡当初的兔子王国一般 面对如此之多的死亡蝗虫 蜥蜴人根本无法招架 仅仅一瞬间 它就被蝗虫群彻底淹没 等到蝗虫们离开的时候 留在地面的 也只有蜥蜴人的装备了 另一边的99层管理者空间中 爱玲的铃声正在疯狂地响着 黑塔的提示 铃声吵得它有些睡不着 无奈之下的黑龙就只好起床了 随即爱玲将手放在水晶球上 想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 可就在下一秒 无数来自黑塔的提示 正不停地冒了出来 原来此刻的67层 正被几十亿的蝗虫入侵 死亡蝗虫的这个名字 当即让爱玲困意全无 这种生物大约是100年前入侵到黑塔中的 此后过了几十年 55层就遭到了吞噬 当时还是她的爷爷凯撒出手 这才成功阻止了55层的灭亡 于是爱玲急忙用管理者权限 想链接塔的外部通信 但她却发现 根本无法将消息传出去 因为爱玲目前的能力 无法打开与外部相连的通道 然而接下来黑塔的通知 更是让她着急 仅仅没有多长的时间 67层就已经消失了0.01% 且速度还在持续增加中 一时间爱玲便愣住了 她在不停地思考着解决办法 看起来可可爱的小仓序 却是黑塔魔法师协会的会长 而在此前 67层被死亡蝗虫持续侵蚀 爱玲正努力地想联系外界 至于朴氏郡和伙伴们 把黑兔捕捞的鰻切块 然后放进鰻鱼油中煎炸 其散发出来的香味 让小猫咪止不住地流下了口水 这时镰刀兔将切好的红薯拿了滚 暂时黑兔有些好奇 氏郡叔叔这是要做什么新食物 朴氏郡则是信誓旦旦地说着 是比蜜蜂土豆更加好吃的东西 随即他询问伙伴们 有没有听过拔丝地瓜 紧接着朴氏郡就开始动手制服 收集好的鰻鱼油加热后 他就把红薯放了进去 朴氏郡用筷子细细地翻面 将红薯的表面炸至酥脆 接下来就是放入蜂蜜一起煎炸 不一会后 朴氏郡版的简单拔丝地瓜也就做好了 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这道菜竟然还收集进了菜股之中 望着散发香气的拔丝红薯 小黑兔和泰奥纷纷馋得不行 于是小猫咪就赶紧让朴氏郡也把他的鱼炸一下 不过这一次的炸鱼并没有收录进菜股中 但也已经让泰奥迫不及待地想吃了 最近朴氏郡多了一个兴趣 就是看看那些食物能出发菜股 过了一段时间 一大堆的美食便做好了 朴氏郡和伙伴们也都聚集在旁边 对于牛头怪们 每天最舒服的 就是工作后的吃饭时间了 银狼们也吃得很是开心 在大家的努力下 并没有一点食物剩下 成功地做到了光盘行动 小猫咪更是表示 自己现在一点也吃不下 休息了一会 泰奥就召集银狼们 今天他们要下去售卖商品 不过小猫突然看到了朴氏郡身边的食物 这是朴氏郡给艾琳留的 因为刚刚叫他的时候一点回应也没有 泰奥说着黑龙大人可能还在睡觉吧 朴氏郡也希望是这样吧 希望艾琳没有发生什么事 而黑塔的管理者空间中 艾琳还在修理着通讯系统 可刚刚恢复的龙之心 还不足以让他联系到外界的族人 这让艾琳很是自责 但一时半会却又想不到半会 之所以艾琳会如此的着急 是因为现在的67层已经危在旦夕了 与此同时在商人的管理中心处 正聚集着来自各大协会的高层 为首的是流浪商人协会的梅森 以及自由拥兵协会的汉尼巴 还有魔法师协会的一奥 他们几个分别隶属于狐狸族 虎族和仓鼠族 更是三大协会的会长 小狐狸杰拉斯也是在会议室中 他现在的内心有些惊讶 因为这还是杰拉斯第一次见过魔法师协会会长 现在的他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竟然能让各大组织的首领都来了 这是流浪商人协会的梅森率先发言 他说着按目前得知的消息 死亡蝗虫已经吃掉了67层很多的东西 尽管他们已经派人去防御了 可目前情况没有任何好转 汉尼巴则是问起通道的事情 如果没有及时管制的话 蝗虫有可能会入侵别的塔楼 对此梅森告诉他 死亡蝗虫是外来者 根本无法进入通道的 真正让他担心的是传送点 那里是有可能让蝗虫们入侵其他层的 汉尼巴表示要是去到前面的几层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此各个组织的首领瞬间着急不已 因为67层的上面有黑塔的五大粮仓之一 如果粮仓被毁 大饥荒将会再次到来 有些新任的高层显得很是疑惑 此时一道声音响起 他提及了曾经55层的红丝带王国 声音的主人正是魔法师会长伊奥 原来以前红丝带王国是最大的粮食聚集地 由于被死亡蝗虫吞噬 才导致了上一次的大饥荒时代 说到这里 伊奥不禁忍不住表示 要不是那只野猪趁机霸占 可还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梅森便急忙劝阻道 您冷静一些 格力德并不是坏人 况且当时您不也重新建造了灭亡王国的粮仓吗 梅森的话让伊奥很是不屑 随即冷声嘲讽着 好人吗 是指剥削兔子族 然后占据粮食售卖渠道吗 文言旁边的汉尼拔却是突然发 他认为伊奥的话有些过分 接下来的讨论中 所有的首领都很是着急 为什么伟大的黑龙还没有出来守护黑塔 大家的讨论方向让伊奥一阵无语 于是他就主动站了起来 然后缓缓地诉说着黑塔的历史 近千年间也有多次别的外来入侵者 在伟大的黑龙保护侠 一直以来黑塔和居民们都很安全 黑龙每次也都很快赶走了外来者 但在上一次的蝗虫入侵中 黑龙大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迅速站出来 等到近乎一半的55层被破坏时 才成功将蝗虫消灭 当时骨仓几乎都聚集在红丝带王国 所以王国的毁灭造成了整个黑塔粮食短缺 说完这些 伊奥表示各位不能一直想着黑龙大人会及时出现 大家要在黑龙来之前 尽各自的权利去守护黑塔 固然塔的秩序又将再一次崩碎 这一次伊奥将代表魔法师协会 派遣战士们去抵御外地 他想知道各大组织的首领是否愿意一起 另一边的埃尔卡去38层的时候 顺便先回了一趟85层 对此泰奥倒是没有拒绝 不过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待得太晚 这时几只小银狼走到了小猫的前方 他们想知道难道泰奥就是伟大的黑龙吗 一向喜欢炫耀的小猫咪当然不会放过机会 泰奥表示算是的 他是黑龙最聪明的部下终极伤人泰奥 此话一出果然得到了小银狼们的崇拜 于是纷纷高呼着小猫的名字 被伊奥夸奖 泰奥瞬间开心不已 随即将一串串的烤鱼丢给小银狼们 可就在他准备继续的时候 却是突然摸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缓缓地拿了出来 正是朴士郡的太阳南瓜红薯 是让泰奥瞬间大惊失色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背包中 听到声音的埃尔卡询问小猫发生了什么 见状太奥急忙敷衍过去 他可不想被朴士郡知道 随即就让埃尔卡赶紧出发 现在小猫咪唯一的念头 就是要消灭证据 于是泰奥就带着三只银狼奔赴38层 可爱的小猫只是拿出了一根大葱 却成功收获了人类少女的芳心 就在此前 泰奥发现他不小心带走了太阳南瓜红薯 小猫正想着销毁证据的时候 另一边的天坑农场中 朴士郡已经在着急的寻找着 因为他收获的太阳南瓜红薯不见了 直到将所有的大葱都翻开后 朴士郡还是看不到红薯的身影 思考了一下 他很快就想到 会不会是泰奥的问题 紧接着朴士郡便确认了这个想法 因为当时是将大葱和红薯放一起的 所以基本实锤就是小猫咪不小心带走 就在朴士郡考虑之后 该如何捉弄太奥的时候 讯息突然传来了提示 原来是种子商店再次开放 本次给出了4个随机的作物种子 且以前的种子价格还大幅降低了 不过上面出现了一个叫火焰豆的种子 这是朴士郡从未听过的作物 而且一颗种子竟然就要无塔币 虽然他现在的钱也很足够 可一旦买了火焰豆种子 其他的种子就不能购买了 因为种子商店现在只让消费无塔币 加上农场的兔子增加 朴士郡便没有冒险地选择火焰豆 随即就将胡萝卜和青椒 还有草莓的种子全部买下 这也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尽管接下来要种的东西很多 但一想到能吃到青椒和草莓 朴士郡瞬间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拿到大量的胡萝卜种子 他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兔子先生 接下来要辛苦兔子先生 他们种植一下胡萝卜 对此兔子先生自然是非常的愿意 至于朴士郡 则是要将其他的种子一并种下 如今天坑外的农场变得越来越繁荣了 几天后的现实世界中 东芷的师父泰骏在小番茄的帮助下 便来到了外面放松心情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外面的风景 不过在泰骏身后的男子 也就是他的徒弟石鹤却提醒着 要注意一下火焰诅咒的发作 随即劝泰骏放松完便回去了 但泰骏还有些想知道的东西 就是东芷是不是还在38层 他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对方了 文言石鹤便说起来38层现在的情况 由于毒蜘蛛群的剧毒 导致东芷他们在攻略上吃尽了骨头 如果没有充足的解毒剂 根本无法接近蜘蛛们的潮雪 再加上能制作解毒药剂的炼金术是很难找 所以工会的攻略一直都没有进展 明白情况的泰骏问起了朴氏骏的家人 东芷没有在的这段时间 正是由石鹤派人前去担任保护任务 他们的保镖也没有露出破绽 并不会影响朴氏骏家人的生活 唯一的插曲就是有外国协会的人 想去接近朴氏骏的弟弟 好在最后世事果断地拒绝了 听到一切无碍 泰骏也更加地高兴 可下一秒他的诅咒又复发了 于是泰骏赶紧拿出了一枚小番茄 缓缓地将其吃下后 他的身体就慢慢恢复了 小番茄的出现 让泰骏对抗诅咒变得轻松许多 而且这个道具是能够帮助许多人的 所以他坚信朴氏骏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 放松完的泰骏和徒弟道别完 也就重新回他的房间中 石鹤相信有一天 师父的火焰诅咒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他和东芷会一直寻找下去 至于另一边的东芷 现在正处于战斗之中 而他的对手是许多的毒蜘蛛 眼看一直杀不完 这使得东芷很是苦恼 无奈之下的他通知伙伴们 处理完这一批 今天就先回去休整 但就在这时 队员中却有人急忙提醒东芷 因为在他的头顶 一只毒蜘蛛的攻击 赫然已经要伤到东芷 好在关键时刻 一个女孩及时出手 成功为东芷挡下了攻击 来人正是许久不见的苏夏 可仓促之间 他还是不慎被猪毛划伤了脸颊 紧接着狠狠地刺入了毒蜘蛛的嘴巴中 遭到致命伤害的蜘蛛便当场死亡 但中毒的苏夏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东芷急忙让队里的魔法是使用魔法 可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只能暂时地延缓毒素蔓延的速度 这让东芷着急不语 因为他们带来的解毒剂全部用完了 带去找到炼金术师也根本来不及 正当东芷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 小猫咪已经来到了身后 并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这 毕竟此地距离交易地点还有些路程 不过还不等东芷回答 太奥就注意到了他默认的布下苏夏 于是小猫急忙过去询问他躺下干什么 见状旁边的队员说着苏夏中毒了 文言小猫咪顿时很担心 随即让他好好地休息 而东芷则是赶紧询问 附近有没有卖解毒剂的炼金术师 但想了一下 太奥表示附近一个都没有 然而很快 小猫就想到了可能解决的办法 于是太奥急忙在背包之中翻找 很快他就把解毒大葱拿了出来 听到小猫的话 东芷好奇大葱能做些什么 可当拿到手中查看完面板后 他立马明白这是能解毒的作物 随即东芷赶紧递给苏夏让他吃下去 缓缓地吃下了一截大葱 下一秒苏夏身上的毒便立马消失 就连伤口也快速地愈火了 这让他感到很不可思议 而旁边的太奥和东芷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获救后的苏夏一把抱起小猫咪 他很感谢太奥的帮忙 果然太奥就是自己心中最棒的猫咪 不过事情结束后 贪财的小猫果断报价无塔弊 同时说着这是身为他的部下 才能拥有的特别优惠价格 东芷好奇大葱是怎么来的 太奥则是告诉他 这是本次带来销售的新作物 小猫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惊讶 连一家集毒素都能快速消除的大葱 只要有了解毒大葱 东芷相信很快就能攻下38层的毒蜘蛛 而他看着太奥的眼神 也变得愈发的激动 这使得小猫咪感到有些疑惑不已 只因留下了充满渴望的泪水 小熊竟再次成为幼年时的迷你形态 而在此前 看到了解毒大葱的强大效果后 东芷便明白攻略38层的机会来了 随即他赶紧询问太奥带来了多少大葱 听到整整有100根 东芷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全部买下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后却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 看到是其他工会的人 东芷显得很是意外 对方还谴责他 为什么要偷偷背着大家购买作物 而东芷明白 这些人能立即赶到 大概率是早就在附近监视 也许他们出现劣势 就会遭到对方的偷袭 这时领头的一个男子 很严肃地告诉小猫咪 如果只给一个工会方便和优惠 是会遭到其他人的抱怨 届时他将丢失很多的客户 对此东芷明白 这就是在胡说 因为小番茄极其地受欢迎 不管他要做什么 一定会有人抢着来购买的 但现在很多人都在看着 公平和信誉对于流浪商人 是很重要的东西 果然考虑到公平的问题 小猫就决定如以前一样决心拍卖 文言其他人也都纷纷答应 拍卖会太奥要先售卖小番茄 最后才轮到解读大葱 本次小猫带来了C级小番茄6000颗 每批次为500颗起拍 他的话在人群之中引起了躁动 因为小番茄的等级 比起上一次的D级 还要再高出一个级别 上次的D级小番茄 在塔外都已经卖出了高价 他们深知C级的指挥更加火爆 而第一个竞拍的人 竟是东芷公会的成员 C级番茄的诱惑 让他有些无法按捺得住 短暂的沉默过后 所有人纷纷开始激烈的参与竞拍 仅仅过了一分钟 东芷公会的成员 已经喊出了600塔币的高价 一段时间后 魔力小番茄的拍卖便结束了 接下来太奥要售卖的 就是解读大葱 数量是100根 每批次为10根一起拍卖 比价是100塔币 这一次换成东芷率先抢拍 旁边的公会观察了许久 自然是不会让给东芷 好在东芷爆出155塔币后 太奥便快速地完成了交易 这让东芷显得很是开心 看来只要报价达到这个预期值 小猫就会果断进行售卖 于是他想着下一轮也继续抢拍 可当太奥说出下一轮开始的时候 刚刚领头的男子 却是立刻喊出了更高的价格 对此小猫咪自然是一口同意了 接下来的每一轮 东芷还没开口 领头的男子都会开出 比上一轮更高的价格 不知道拍卖精髓的太奥 每次也都瞬间答应 这让东芷都憋红了脸 但这根本没有用 因为对方实在是毫无人性 一次比一次更高的价格 让小猫咪开心的找不着本 比起东芷的奋力竞拍 苏夏他们却是在一个近的 抓拍太奥的可爱动作 所以等到拍卖结束后 东芷仅仅只买到了十根大葱 望着他落魄的样子 其余工会的人还不忘记嘲讽 临走时还说着会在更高层 等着不死鸟工会的 这回东芷工会的成员也明白 不该那么冲动 把钱全部花在购买小番茄的 但东芷认为这也很正常 拍卖结束 苏夏便带太奥来找金东芷 随后他们就如此前一样 在隐蔽的地方聊天 小猫和东芷了解了 朴世俊一家目前的状况 他将得知的内容全部记了下来 而东芷还表示 有H国觉醒者协会的人轮流保护 安全方面完全不需要担心 紧接着太奥想了起来 世俊来的时候交代过 为了报答上次东芷保护他的家人 所以准备了一些礼物 其中包含了200颗魔力小番茄 还有50根解毒大葱 这使得东芷很是激动 因为解毒大葱关乎着他们的攻略境 现在小猫还告诉东芷 今后只要有需要的作物 都会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他 以此来当作今后保护家人的交易 文言的东芷当然是非常的愿意 他无论如何都会好好保护朴世俊的家人 本以为今天的谈话就止不于此 却不想小猫叫住了准备离开的东芷 他说着今天有秘密的物品要进行交易 且机会只有这一次 随即便询问东芷 有没有兴趣来了解一下 太奥的话让东芷停了下来 他确实被秘密物品吸引 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 牛头怪们一个个的将砖块运来的天坑外 有些牛头怪则是和小灰兔一起搭建房子 望着逐渐成型的房子 朴世俊和小伙伴们都很吃惊 没想到才过去几天 外部的模样就几乎已经完成 建筑灰兔表示 这也多亏牛头怪们的辛勤劳动 但是内部的构造 届时只能由他们三兄妹完成 所以里面会花些时间 且接下来还要和朴世俊商量一下里面的布置 随即朴世俊就和小兔子们走了进去 见状的小熊也很是好奇 于是他就拖着小蜜蜂女王追了上前 来到房子内部 朴世俊将家具摆放的想法告诉了建筑灰兔 不过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后面传来动静 缓缓地回头看去 却是让朴世俊吓了一跳 因为房间门太小 导致小熊怎么都无法进去 随后朴世俊急忙告诉布敖 让他不要进来 这使得小熊不明白是为什么 于是朴世俊耐心地解释着 因为你的身体太大 现在进来会让房子坍塌的 你是一个好孩子 也不想毁掉爸爸的房子吧 文言的孤傲这才停了响 等下朴世俊还要继续看房子 所以他先让孤傲在另一边吃蜂蜜等自己 可小熊在旁边看的时间越长 他的心中就愈发的难受 因为他也想和小兔子们一样 进去观看爸爸的房子 对此小蜜蜂女王只能安抚着伤心的孤傲 但没想到的是 孤傲竟哭了出来 他明白都怪自己太大 要是可以变小一些 就能和爸爸一起睡觉了 然而随着小熊的泪水滴到了一双熊爪上 下一秒他的身体似乎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不一会后 朴世俊还在询问小灰兔 能不能将大葱放在床上当垫子 对此小灰兔认为那太硬了 可就在这时 朴世俊再次听到了小熊叫自己的声音 紧接着一团红色的生物便扑向了他 巨大的冲击也让朴世俊瞬间倒入了大葱堆里 战士黑兔和建筑灰兔都被这一幕吓到 朴世俊更是懵了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很快 他感受到有东西在舔自己的脸颊 此刻在朴世俊身上站着的 赫然是一只红色的小熊 孤傲的这副模样使得他很是惊讶 小熊现在很是开心地举起双掌 因为他成功地变小了 只因害怕长大后失去疼爱 身红小熊便进化成了蜜蜂熊 望着孤傲开心地说着自己变小了 这让朴世俊瞬间大吃一惊 他好奇孤傲是怎么做到的 跟当初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小 好在讯息给出了提示 原来孤傲现在进化成了蜜蜂熊 战士黑兔拍了拍小熊的肩膀 他挺喜欢孤傲这副模样的 朴世俊则是询问还能不能再次变大 听到他的话 小熊就努力地尝试一下 紧接着还真的瞬间变成了巨大的心态 这可把朴世俊他们吓了一跳 不过朴世俊很是开心 孤傲的这个进化太强了 竟然还能自由控制大小 但旁边的牛千三却解释着 变小的想法是在一直生长 这在害怕成为大人的小怪兽中经常发生 小熊弱弱地说着 现在能不能去爸爸的家里 我也能像黑兔哥哥他们那样抱您了 直到此刻朴世俊终于明白 原来孤傲想要的是和从前一样的疼爱 随即还和小熊道歉 是爸爸没能及时理解你 紧接着朴世俊一把将孤傲抱起来 然后说着要带他一起去看房子 接下来就是看一下房子中床位的放置点 不过小熊突然说着 他还想回去洞穴中和兔子哥哥们玩 这也让朴世俊想起了不好的回忆 战士黑兔更是疯狂地摇头 是一条世俊想办法拒绝 因为那样的话 存储的食物又要遭殃了 而在另外一边的38层 小猫咪已经把秘密东西拿了出来 正是他无意之间带来的太阳南瓜红薯 缓缓地查看红薯的详细信息 结果却是让冬直大吃一惊 因为上面赫然写着 使用了太阳南瓜红薯后 会获得五小时的火焰耐性 这也关乎着他的师父 H国曾经的传说级强者韩太郡 第一个抵达52层的人类 当时太郡和52层传送点的燃烧王者 展开了对决 然而历经三天三夜的大战后 双方都身负致命伤以平局收场 太郡也就这样遭受到了火焰诅咒的折磨 只能通过注射魔力 又或者是降低温度来延缓诅咒发作 自奈施起 所有人都知道韩太郡无法再付出 只有他自己还在坚持不放弃 望着红薯 东直心中燃起了希望 有了这个的话 就能暂时平息老师的诅咒 到时再去打败燃烧王者 火焰诅咒就可以解除 那么H国觉醒协会的传说就能回来 而且还收获了这么多的解毒大葱 东直现在更加感谢泰奥 他表示这是自己非常需要的东西 小猫内心则是在暗笑 这样的话 他的失误就不会被发现了 很快东直就拿出塔币完成交易 告别完泰奥 他就开心地返回寻找队友 看着东直拿出一大框的大葱 所有人都很是惊讶 也猜出是从小猫咪那里弄来的 东直告诉大家 这会有了大葱 攻略38层的机会也到 文言小队的人纷纷开心不已 照顾着大家吃下解毒大葱 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前去攻略毒蜘蛛 不受毒账的影响 一时间所有人都战意昂扬 过了一段时间后 在黑塔的75层商业街中 许多原住民都被前方的一幕吓倒 因为一只小猫咪 身后竟然跟着三只大银狼 今天又是完美的达成销售 泰奥的心情非常不错 随即他决定 要带狼部下们前去吃大餐 就在埃尔卡他们激动的时候 小猫咪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的寻宝功能再次开启了 很快泰奥就找到了一处摊位上 上面的镯子小猫咪一眼瞬间相中 就在他一巴掌拍下去的时候 却也有着另外的爪子盖了上来 看着先自己一步的小猫 伊奥有些意外 而泰奥手脚很快 一把就将镯子夺了下来 发现对方是一个终极流浪商人后 伊奥虽然有些惊讶 但还是让泰奥拿给自己 因为这不是小猫咪能拿的 他的话令泰奥有些不开心 随即就让伊奥这个小不点赶紧走开 听到被叫小不点 这可真的惹怒了魔法师会长伊奥 埃尔卡过来后询问发生了什么 可看着下方的仓鼠 他当场就被吓坏了 因为伊奥可是黑塔的大破坏魔法师 从那根魔杖 埃尔卡就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毕竟这根魔杖被称为灾难魔杖 是黑塔传说中的物品 传说中 大破坏魔法师只要一挥帐 山就会变成平地 挥两次 河流就会变成大 伊奥是名副其实的破坏化身 老银狼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 至于伊奥也很疑惑 难道小猫不认识自己吗 他原本还想让泰奥收回刚刚的话 但现在自己的心情太差 所以伊奥决定 要让小猫咪用生命来为言行道歉 看到这一幕 埃尔卡急忙上前阻止 同时表示 泰奥是伟大的黑龙的部下 听到黑龙部下的身份 伊奥这才冷静了许多 这时他询问银狼的身份 埃尔卡也很尊敬地告诉了伊奥 紧接着伊奥表示 如果刚刚说的是假的 冒充黑龙大人部下这一点 就足以让埃尔卡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此老银狼表示 自己愿意发誓 绝对不会有半点欺骗 泰奥也在旁边附和着 他本来就是黑龙的部下 至于伊奥则是让泰奥他们证明自己的身份 而最好的办法 就是带自己钱去见伟大的黑龙 怎料小猫却是不想免费带伊奥去 这可把埃尔卡吓得脸都黑了 他没想到泰奥的胆子这么大 但小猫咪是商人 可不会做亏本的事情 天坑农场又诞生了新的小蜜蜂女王 朴士俊仅仅是送上了新鲜的花朵 便使得他修红了脸颊 而三代蜜蜂女王也终于成功相见 在此之前 泰奥遇到了魔法师会长伊奥 听到对方想见伟大的黑龙 小猫果断就拒绝免费带伊奥去 因为他除了是黑龙的部下 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流浪商人 所以想见到伟大的黑龙 就需要伊奥为此付出代价 老银狼今天已经为小猫咪震惊了太多次 伊奥则是显得有些忍俊不惊 很快也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他很喜欢小猫那坚定的眼神 随即就询问需要些什么 文言的泰奥就说自己在给黑龙买东西 刚刚的饰品正是其中之一 对此伊奥答应了付钱 而且还很豪爽地表示 如果有其他喜欢的东西 尽管对自己开口 对伊奥来说 只要能见到伟大的黑龙 那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小猫咪的内心却是乐开花了 他没想到今天能遇到冤大头 于是泰奥就带着他们前去逛商人街道 由于有小仓鼠来买单 小猫买东西很是大手大脚 普通的瓶子直接就要一百个 还为银狼他们也挑选礼物 这个帽子泰奥准备送给埃尔卡的 见状伊奥已经有些傻眼了 说好是给黑龙买需要的物品 然而小猫咪竟都是选自己喜欢的 无奈之下的伊奥还是选择同意 只希望这只猫千万别欺骗自己 就在这时 泰奥突然拿来了一顶巫师帽子 随后就给伊奥带了上去 他感觉十分的合适 小猫咪的举动 让伊奥一时间有些满心 说了谢谢的同时 也表示 其实魔法师并不需要这种帽子 但回应他的只有小猫催促买单的声音 没有办法的伊奥询问了一下价格 听到所有东西加一起要二十塔币 他果断就拿出了钱准备付款 可就在下一秒 泰奥却突然阻止老板拿钱 并让对方便宜一点 同时还很不明白 为什么伊奥连价钱也不讲 依旧让他再便宜一点 直到三次还价结束后 泰奥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路上的时候 小猫很感谢伊奥今天的大方 伊奥现在很是疑惑 他本以为对方会要很贵的东西 结果只是一些便宜的杂物 且还为了省钱给自己讲价 想不明白的伊奥 便选择了询问黑龙的位置 听到泰奥说在九十九层 他就更加疑惑 难道不是在管理者空间吗 闻言的小猫咪没有回答 而是告诉他去了就知道 尽管听起来很不靠谱 不过伊奥还是选择了相信 与此同时的三十八层处 有了解读大聪的帮忙 东直他们目前已经解决了毒蜘蛛 这也象征着不死鸟工会 成功攻略了三十八层 看向后面焕发光芒的传送水晶 东直迫不及待地上前查看 工会的伙伴们也都很是兴奋 随着东直触碰了水晶后 讯息也给出了 是否要去三十九层的提示 一段时间后 在第二层的加格尔塔龙场基地中 迈克尔也得知了 不死鸟攻略三十八层的消息 他的属下报告 能快速攻略的原因 是流浪猫商人卖的新作物 解读大聪的作用 这让迈克尔更加的升起 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却连一颗正常的魔力小番茄也没有 现在竟然又出现了新的作物 哪怕身为加格尔塔的副董事 迈克尔明白要是番茄再没有效果 他很可能会遭到所有人的抵制 就在这时 一位农场的研究人员急匆匆地草进来 还说农场出现了诡异情况 走到自己的农场中时 迈克尔也瞬间傻眼了 因为他们种植的小番茄 居然变成了一株类似食人花的植物 珍妮认为是注入生长素引起的变异 迈克尔不明白 他为什么不及时消购 这种看起来跟怪物一样的东西 迈克尔果断蹲下割断作物 可黑塔的消息就紧跟着传来 从上面显示的消息 割掉这种被污染的小番茄 竟然能获得惊艳 望着震惊的迈克尔 珍妮说着 这是因为变异的植株已经成为了怪物 而且和植物需要水和营养不同 变异后的番茄植株需要的是食物 比如虫子或者是怪物的 也多亏了这些变异植株 珍妮还成功升级了 所以认为研究得到了成功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发现 如果做得好的话 珍妮表示甚至能改变塔的秩序 文言的迈克尔也赞成他说的话 随即还决定了 将现有的作物全部抛弃 转而换成受污染的番茄植株 如果无法种植出魔力小番茄的话 那他就让这里成为经验值的农场 当然这些远在99层的朴士俊肯定不知道 之前蜜蜂女王给的茄即将孵化 所以朴士俊如上一次一样等待着 很快小蜜蜂女王的茄绽放出白色的光芒 就这样第三代小蜜蜂女王也成功诞生了 讯息也给出提示 他认了朴士俊当主任 看着可可爱的三代蜜蜂女王 朴士俊开心地打着招呼 同时和前两代女王为他送上了新鲜的花朵 这也让三代小蜜蜂女王开心不已 和平且安稳的日子 他希望能一直持续下去 不过还不等朴士俊闭上眼睛 就被黑乎乎的墨汁喷在脸上 突然的变化让他猛然坐了起来 抬头一看原来是孤傲坐的 小熊激动地分享着 这是水潭新出现的家伙 而朴士俊顾不得脸上的墨汁 因为他已经被大鱿鱼深深吸引了 伟大的黑龙却向弱小的农夫求助 而看着伙伴们纷纷为他想办法 爱玲第一次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在此之前 被小熊手中的大鱿鱼吸引后 随即朴士俊就急忙回到了天坑中 但小白兔们已经都被墨汁染到了脸上 健壮的朴士俊立马大笑起来 兔子先生他们则是去给孩子们擦拭 其中兔子太太还误以为 战士黑兔也被染了墨汁 给小兔子们清理完后 朴士俊便盯着水潭中看 现在里面有着很多的大鱿鱼 孤傲和战士黑兔是最先发现的 他们好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闻言的朴士俊就说着 这些软糊糊的叫鱿鱼 而且是非常好吃的食物 小熊他们还有些不相信 于是朴士俊就当场下厨 将鰻鱼油加热后 再放入大葱胡萝卜炒香 最后放入鱿鱼和泰澳换来的辣椒 很快一份香喷喷的辣炒鱿鱼就做好 接下来他还做了烧烤大鱿鱼 以及生半鱿鱼丝 望着桌面上的一道道美食 战士黑兔和孤傲已经不争气地流下了口水 叫来伙伴们后 朴士俊他们就开始美滋滋地享用 小兔子们抱着烤大鱿鱼吃的不亦乐乌 孤傲似乎最喜欢生半鱼 兔子太太则是由兔子先生亲自喂到嘴中 战士黑兔没想到会有这么好吃的生物 现在他又想再去一趟深海 紧接着小熊激动地说着 他也想跟着黑兔各个去 对此朴士俊询问孤傲已经会潜水了吗 可他似乎也很不确定 随即朴士俊决定了 等忙完农场的活 就来交一下小熊 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 泰奥和银狼们已经踏上了归程 但这是前方的传送通道有的情况 很多的商人和居民都被拦住 原来是个大协会的人 将这条高速通道禁用 需要大家去别的通道 小猫咪询问着发生了什么 埃尔卡也很不明白 不一会埃尔卡他们打听到了情况 原来是死亡蝗虫又一次在塔内出现 所以很多通道都被管控了 此话一出将老银狼都吓出了冷汗 至于泰奥则是不知道这些 他不明白代表着什么 旁边的医药解释成 那是一群被称作灾难开始的害虫 是为了毁灭一切才诞生的存在 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夺走塔内居民 赖以为生的家园 现在正在控制通道的是 雇佣兵联合军 医药表示他原本也是要加入其中的 可现在要去见伟大的飞龙 所以就决定去使用光速通道 但这让小猫咪疑惑了 自己只是终极流浪商人 光速通道是高级商人才能用的 文言的医药让他不用担心 随即从斗篷下掏出了一块 使用所有通道 紧接着小猫咪更是激动地表示 要和一要好好相处 怎料回答他的是小仓鼠的拒绝 不一会后 朴士郡和伙伴们已经开始了工作 由于大葱的成长太快 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树林 他们有些忙不过来 而大葱太高 导致朴士郡都看不到伙伴们 只能听到割大葱的声音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了镰刀兔的惊呼 随即朴士郡就走了过去查看情况 见朴士郡来了 镰刀兔就告知 他面前的这根大葱割不断 对此朴士郡认为这怎么可能 随即他就伸手准备直接折断 怎料下一秒 居然被大葱叶割到了手 朴士郡是真的没想到 眼前的大葱能让自己流血 轻轻地用手试探一下 他这才发现 前面的这颗大葱和钢铁一样坚硬 不过那也只是叶子 朴士郡抓住大葱根部后就拔了出来 通过讯息的提示 他也得知了这是全新的品种刀刃大葱 是一种为了不再被割去叶子 从而突变保护自己的新品种 等级是C级 且味道并不好 出现新的作物 让朴士郡很是兴高采烈 但使用没有任何的特殊效果 这一点倒是让他很失望 不过针对其锋利如金属的叶子 朴士郡便拿起尝试了一下 没想到仅仅是一挥就收割了成片的大葱 用大葱割大葱 朴士郡是完全没想到的 而这个新品种的用处确实很好 正当他开心的时候 艾琳终于再次发来消息 见他都哽咽地请求帮助 朴士郡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闻言的艾琳忍不住哭泣 眼泪都顺着消息窗口流了出来 经过一番的解释后 朴士郡他们这才明白 一种名为死亡蝗虫的生物入侵了67层 兔子太太对此感到很是害怕 兔子先生让他冷静一点 这样对肚子里的孩子们不好 看到他们的样子 朴士郡好奇 难道就是当初灭亡兔子王国的怪物吗 同时问着对方具体是一群什么样的骄傲 艾琳表示 死亡蝗虫是一群会吞噬一切 从而增加数量且继续进化的怪物 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话 67层的生命体会全部死亡的 而且对方还会慢慢的入侵其他楼层 这回朴士郡也明白了这些怪物的威胁性 艾琳说着他有自己的苦衷 所以无法采取措施 随即还抱歉地表示 自己需要大家的帮助 朴士郡让艾琳不用担心 只要能帮上忙 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因为这里也是自己的家 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怪物们打扰这里的安妮 小兔子们也都回应着艾琳 让他相信塔内的居民们 望着大家在一起讨论解决的办法 伟大的黑龙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朴士郡想到自己都无法下去 究竟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忙 就在他思考的时候 泰奥也赶回了天坑中 朴士郡正想把蝗虫的事告诉他 不过小猫咪却是率先表示 今天有新的客人 伊奥缓缓地上前表示尊敬 然后好奇地询问朴士郡是不是伟大的黑龙 朴士郡看着眼前的仓鼠 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而小熊对伊奥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一颗用来收割农作物的刀刃大葱 却成为了消灭蝗虫的最佳武器 而在此前 小猫将伊奥带到了天坑中后 朴士郡显得很是疑惑 随即泰奥就解释着 伊奥不相信自己是黑龙的部下 所以就把他带来了 至于小仓鼠 他正式地介绍自己是魔法师协会的会长伊奥 并且向大家问好 就在这时 艾琳给朴士郡发了消息 他知道对方是来寻找自己的 还提醒协会会长是塔内级别很高的怪兽 明白艾琳想让他装下去 朴士郡就开口承认了 然后告诉伊奥 他是客人不能就这么一直坐在地上 于是很快就给伊奥准备了一张圆桌 还有一份蜂蜜番茄纸 朴士郡尴尬地表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能将就一下了 旁边的小猫看见小熊 很惊讶他怎么变小了 现在朴士郡带艾琳询问 伊奥找自己是为了何事 见状他刚刚开始恳求 朴士郡就主动说着 是不是因为67层出现了蝗虫 且已经蔓延到了68层才来找他的 文言的伊奥很是惊讶 原来伟大的黑龙什么都知道 但为什么不站出来呢 对此朴士郡用了艾琳之前说的话 表示他也是有苦衷的 不过还没继续聊下去 小猫咪和孤傲就想吃东西了 见到这么轻松的气氛 伊奥怀疑朴士郡真的是黑龙吗 而且孤傲称呼的爸爸让他更加疑惑 再次仔细观察了一下 伊奥发现除了黑法 其他完全和黑龙没有关系 更像是最近入塔的人类种族 最重要的是 在朴士郡的身上 他完全感受不到强大的魔力 种种的迹象 使得伊奥愈发的疑惑 想不通的他随即喝了一口番茄汁 死了下一秒伊奥就震惊了 因为喝了这种粘稠的红色液体 自己居然感受到魔力的提升 而且又甜又好吃 看到小仓鼠的模样 朴士郡解释着 这是加了蜂蜜的魔力番茄汁 由小兔子们亲自栽培的小番茄 还有毒蜜蜂的蜂蜜制作而成 文言伊奥就想看一下魔力小番茄 随后兔子先生就拿来了一小筐 而伊奥见到他后 就不敢相信地询问着兔子先生 是不是红丝带王国的居民 对此兔子先生肯定地回应了他 失去家园后 是士郡收留了他们 查看完讯息后 小仓鼠很意外 这是自己从没见过的作物 他想知道还有没有别的 于是朴士郡就把农场的作物说了一个遍 就连还未收获过的花生也告诉了伊奥 听到有花生 小仓鼠明显很是感兴趣 紧接着他们又被旁边的小熊和小猫吸引了 因为小猫咪把自己珍惜的猫条给了孤傲 这时伊奥终于是好好看了一下四周的情况 大家都很是开心且和睦 仔细地思考了一番 他终于得出了结论 难道黑龙大人是一边照顾无家可归的怪物 一边研究粮食困难的问题吗 也许黑龙大人魔力微弱也是为了小动物们考虑 一想到伟大的黑龙能放弃自由 现身于高塔的粮食研究 可自己居然愚蠢地没能理解 随即伊奥就和朴士郡道歉了 他表示是自己没有及时感受到这深沉的恩惠 还要用命来偿还对黑龙大人的不敬 见状可让朴士郡都傻眼了 不过他也没有多问 而是将刀刃大葱拿了出来 想询问伊奥这个能不能有所帮助 通过查看了作物的讯息后 刀刃大葱的名字他也是第一次听过 紧接着朴士郡还说了一个故事 在冬天只要有沾上血的刀刃 就能轻易地掠捕到可怕的狼 因为饥饿的狼会去舔食刀刃上的血 随着时间的流失狼会被刀割破舌头 刀刃上也会一直有洗 但由于寒冷狼无法察觉 于是就会这么慢慢地舔自己的血死去 听完这个故事 小猫咪则是告诉埃尔卡 千万不要舔刀刃 自己会给他鱼吃的 而伊奥听完后就明白朴士郡的意思 蝗虫是分不清一般大葱和刀刃大葱的 尝到新鲜大葱的蝗虫们会继续去吃刀刃大葱 最后去啃食刀刃的蝗虫们会被直接杀死 且死亡蝗虫是一种会因受伤 就会彼此捕食淘汰的怪物 如果有了刀刃大葱的话 抵抗死亡蝗虫应该不是问题 这下伊奥是真的确认 朴士郡就是伟大的黑龙 不仅在解决塔内的粮食问题 还研究了消灭蝗虫的武器 见状朴士郡明白 他似乎引起了无法挽回的误会 但不管怎么样 朴士郡说着这个想法是值得实验一下的 刀刃大葱目前也是刚刚挖出来 需要继续种植从而增加数量 听到黑龙大人想实验 伊奥表示不用担心 因为他正好抓了几只死亡蝗虫 随即就打开了一个魔法空间 紧接着伊奥缓缓地伸手进去 很快就把自己的魔法杖拿了出来 伴随着伊奥的小手一挥 几只恐怖的蝗虫就凭空出现 他们被强大的魔法束缚着 看到这一幕的伙伴们 也纷纷被蝗虫吓到了 伊奥说着他之前为了实验 费了很大劲才抓到的 现在小仓鼠询问着接下来该怎么做 朴氏君让他稍等一下 随即就去将大葱买好 等到把解毒大葱和刀刃大葱都摆放好后 他就让伊奥把蝗虫们放出来 出来的第一时间 这些蝗虫就直接奔着眼前的作物而去 散发着新鲜气息的大葱 对蝗虫来说简直就是一份可口的美食 迅速地啃食殆尽后 他们注意到了前方还有一株 于是就挨个争香冲向了刀刃大葱 只见蝗虫张大了嘴巴用力咬过去 可下一秒却是被刀刃大葱一分为二 没有智慧的他们根本看不到同伴的死亡 而是一只又一只地冲向了致命的美食 等到几只蝗虫全部死亡后 朴氏骏显得很是激动 刀刃大葱的效果超出他的想象 就在这时黑塔也发来了讯息 告知朴氏骏创造了用农作物消灭害虫的伟大业绩 作为奖励会给他一个新的职业特性 用农作物消灭害虫后能获得经验值 这个效果让朴氏骏一惊 完全就是为了本次灾害所准备的特性 对他来说新的职业特性简直太棒了 与此同时的人类世界中 出塔后的农直第一时间找到了师傅 听到徒弟攻略了38层 太郡也是非常的开心 可他知道 农直一出来就找自己 肯定还有别的消息 文言农直就把太阳南瓜红薯拿了出来 看完其的效果后 农直他们还表示 整个协会都在期待着传奇的归来 五小时内能综合火焰诅咒的效果 使得韩太郡那颗寂静已久的心再次重燃 令所有人为之头疼的死亡蝗虫 却被小熊救着大葱一口吃下 这也将朴士郡吓了一跳 而在此前 朴士郡和一奥决定使用刀刃大葱对付蝗虫 过了几天之后 此时的死亡蝗虫赫然在进攻黑塔67层 许多的塔内战士正在拼命地对抗它们 但数量上的天差地别 让战士们已经苦不堪言 就在大家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奥终于是赶到了战场 只见他开始释放出一道道魔咆 随即在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火焰反正 一奥的到来令所有小动物惊讶 而随着他猛然挥下了魔掌 一时间小半个战场就被火球吞噬 无数的蝗虫也在这一击下化成灰烬 虽然这仅仅只是一小部分的蝗虫 可也让联军的战士各个目瞪口袋 不等大家继续惊讶 一奥就赶紧把刀刃大葱扔了出来 随即让同伴快速种植在阵地的前方 对此蜥蜴人们也毫不犹豫地听从 他们刚刚种下了大葱 前方的死亡蝗虫就被这绿色深深吸引 然后铺天盖地地朝着刀刃大葱袭来 但下一秒局势发生了巨大逆转 这些蝗虫仿佛遇到了天敌般 正一只接一只地死在刀刃大葱下 战士们不敢相信这一幕 那些令他们头疼的蝗虫 进自己前去送死 且短短的时间内 死掉的蝗虫就已经堆积一片 于是有动物询问着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对此一奥回答了大家 他表示是来自黑龙的恩宠 这也让所有动物有些不明所以 紧接着一奥开始鼓舞着所有的战士 不必再惧怕死亡蝗虫 只要攻击经过大葱的敌人 就能将它们赶出家园 随着一奥高呼致敬伟大的黑龙后 所有的魔法师和他火力全开 下方的战士们犹如得到了精神支柱 纷纷朝着蝗虫发起总攻 而在另一边的99层 小蜜蜂们正在获取玉米的花粉 至于朴世俊在看到一条条的窗口提示后 他就明白 看来刀刃大葱灭蝗虫是行得通的 就是不知道现在战场上的具体情况 旁边的小熊则是拿着一根刀刃大葱 随着他使出全力 竟将尖如钢铁的大葱掰断 看着像自己炫耀的孤傲 朴世俊也显得很是开心 此前他还担心刀刃大葱太硬 会非常难分主 好在孤傲的力气很大 轻松就能将其掰断 原来在几天之前 为了构建抵御蝗虫的防线 朴世俊就和医奥进行了刀刃大葱的交易 起初是直接准备送给医奥的 他表示为了保护黑他 所以要无偿贡献自己的力量 怎料医奥却是拒绝了 他先是感谢黑龙大人的恩惠 但自己不能免费货币 那样的货币 塔内一定会出现滥用这种作物的事情 于是医奥给出了建议 就是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取 这样也能对黑龙大人的商人部下有所帮助 协商好后 医奥表示 接下来他要下去带领大家战斗 后面会委托协会前来运送 当时还出现了让朴世俊惊讶的事 那就是小熊将死亡蝗虫的尸体吃掉了 甚至还是救着刀刃大葱吃的 他本想让孤傲吐出来 结果这家伙已经全部咽下去了 让朴世俊更想不到的是 埃尔卡也提出 想尝尝死亡蝗虫的味道 最后他这才明白 蝗虫对塔内的怪物们来说是不错的食物 之后埃尔卡他们还成为了运送刀刃大葱的一员 和朴世俊道别后 埃尔卡也就前往了67层 他此行还有别的目的 从伊奥传来的消息 67层战斗的蜥蜴人会把蝗虫当作食物 但由于蝗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 供应量远远超出消费的量 以至于甚至没有地方堆放 可又不能不管蝗虫的尸体 因为别的蝗虫会吃下后获得能量再次繁殖 好在经过协商 由银狼族负责运输死去的蝗虫到99层 然后把这些蝗虫当作食物来售卖 以此来重建因干旱而受苦的85层 最近通过刀刃大葱和蝗虫尸体 农场又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朴世俊开心的同时 还催促着实习生太奥给自己扇风 对此小猫民一边说自己的手痛 一边询问还能不能再当老板 这也是对他不小心拿走南瓜红薯的惩罚 朴世俊表示 如果不是提前分了种 那以后很可能就再也种不出这个品种了 对于这件事 太奥也是果断的认责 并承诺再也不会分 但他还是告诉朴世俊 是卖给了冬芝 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太奥信誓旦旦道 他看出来冬芝很需要太阳南瓜红薯 自己的举动又一次增加了双方的信赖 所以他认为做得也还不错 可回应小猫咪的 是朴世俊无情地再扇30分钟的扇子 看着太奥眼泪哗哗地说不行了 他就示意自己的肩膀有点酸 文言太奥一把丢掉了扇子 随即赶紧来给朴世俊按摩 就在这时 窗口又一次出现 见状朴世俊知道是蝗虫又发起进攻了 这几天的持续获得经验 终于是让他的等级达到了20级 且还有了新的职业任务 获得1000个作物后 就能升到21级 这个任务的难度很低 朴世俊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完成 不过小猫咪却是让他赶紧做好 自己的按摩还没有结束 他还认为世俊的脸部有问题 表示要趁这个机会帮他好好按摩 可在猫爪揉自己的脸时 朴世俊总是感觉有些不舒服 与此同时在森林西边的边界 现在一棵大树魔阵瑟瑟发抖 然而下一秒 巨大的红色熊掌毫不犹豫地把它拍笔 熊妈妈这几天都在消灭入侵的怪物 她也不明白 为什么从不久前开始 西边的树就一直在入侵自己的领地 于是也决定后面要加强巡逻 此时正值正午 熊妈妈知道也到了回去的时候 随意地抓起一根破损的树根后 她就慢悠悠地回去了 同时想着孤傲有没有好好吃饭 还有世俊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朴世俊的温馨小屋终于完工 她本想和伙伴们逛一下 结果却发现了谈恋爱的镰刀土 还被直接赶出了房子 而在此前 熊妈妈解决了入侵的敌人后 便准备回去吃饭 另一边的爱玲却是已经在开吃了 由于死亡蝗虫的问题得到解决办法 她的胃口就恢复了很多 这回爱玲直接一口气喝了很多蜂蜜番茄汁 最近心烦意乱让自己没能好好吃饭 爱玲打算给这几天没吃的都补回来 看她吃得很开心 朴世俊也放心了许多 还表示稍后给她一些地瓜干 恰好杀死蝗虫的消息又一次弹出 今天已经连续跳了很多次了 她不由的感慨究竟还有多少只要消灭 爱玲告诉朴世俊 现在蝗虫已经停止了增长 只要再增加一点刀刃大葱的数量 加上塔内的战士们 很快就能解决这些入侵者 随后她将笼爪放在了水晶球上 爱玲掉出了目前消灭蝗虫的贡献榜 朴世俊赫然高居第一 一要则是紧跟其后 从排行来看 爱玲就明白 刀刃大葱是很成功的 于是她就给朴世俊加油打气 距离赶走蝗虫不远了 同时还表示 消灭蝗虫的贡献者都是有奖励的 朴世俊询问了一下是什么 不过爱玲没有告诉她 而是提示贡献越高奖励越好 见状朴世俊不由的有些期待 随后还顺手拔出了一根胡萝卜 这根敏捷胡萝卜已经达到了C级 食用除了分解脂肪外 还可以提升自身敏捷度 朴世俊将一根根胡萝卜拿给伙伴们 让小兔子们分发下去 吃了这些萝卜后 大家才能更有力气 就在这时泰奥揉了揉猫眼过来 她给朴世俊说自己要出发了 小猫此前和艾尔卡相约在88层见面 然后在一起下去38层 助她一路顺风的同时 朴世俊提醒小猫咪千万不要再拿错东西了 闻言泰奥有些愤愤不平 因为她不是那种会重复犯错的猫 但还不等他们继续闲聊 美术灰兔就找了过来 随即开心地告诉大家 房子已经搭建好了 于是朴世俊就带领伙伴们前来参观 走近一看 朴世俊就非常的满意 灰兔子们甚至连厨房也做好了 里面也和朴世俊心中的一模一样 他还带着大家一起 躺在了一张巨大的床上 这是灰兔子们做的伙伴 躺在上面很是暖和 朴世俊有些好奇 自己当时明明没有说细节 小灰兔们是怎么构建的如此完美 建筑灰兔也给出了答案 原来是以前有接过类似的伟婆 不一会他们还来到了外面聊天 这时小熊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和泰奥都好奇 房子下方的小门有什么 随即朴世俊就替他们把门打开了 此料却是发现了里面的镰刀兔和美术灰兔 两兔一时间瞬间羞红了脸 而甜甜的恋爱被打搅 镰刀兔当即对伙伴们下了朱颗粒 并表示下次记得先敲门 带着孤傲他们逃到了外面后 朴世俊还有些气喘吁吁 这回朴世俊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 自己的家还被赶走了 小熊好奇爸爸这是在难过吗 现在熊妈妈也已经回来了 看到他的第一时间 孤傲就非常开心地欢迎着 朴世俊则是疑惑今天晚了许多 而且最近巡逻的是不是太专心了 熊妈妈表示没有办法 因为这几天领地的四周太混乱了 紧接着他还把拿来的大树放在了地面 伙伴们都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熊妈妈感觉可能有用 所以就带了回来 吃完饭后 泰奥得知熊妈妈还要回森林后 就让他带自己一场 而熊妈妈也十分开心地同意了 这样路上也不会无聊 和朴世俊他们道别后 小猫就和熊妈妈离开了天坑 过了一会 建筑灰兔他们准备处理熊妈妈带来的树木 这根木头的质量建筑灰兔认为非常的好 随即工艺灰兔拿出了自己的小斧头 告诉他得自己再弄一张床后 朴世俊就准备和伙伴们去清理四周 可就在这时 工艺灰兔发现大树突然闪烁着红光 下一秒他就被长出的树枝直接捆住 被勒得很痛的小灰兔急忙求救 朴世俊他们听到声音就赶紧回头 随即就看到刚刚的大树活了过来 发现危险的第一时间 孤傲便立马出击 瞬间变大后 他就朝着树膜扑了过去 小熊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救下工艺灰兔 遭到孤傲锋利的熊爪攻击 绑住小灰兔的树根就当场断裂 小灰兔也因此得以获救 但危机并没有解除 眼前的树膜被激怒后 当即将目标对准了小熊 好在孤傲并不弱 他一口咬住了对方的树根 紧接着直接把树根全部扯断 一时间孤傲和树膜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旁边的朴世俊很想帮忙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就赶紧联系了艾琳 看到有堕落的怪物 伟大的黑龙也很是疑惑 随即艾琳急忙查看了资料 很快他就找到了树膜的弱点 原来对方的中心有着一种果实 可现在树膜正和小熊在战斗 朴世俊无法确认位置 于是他急忙让孤傲变小 听到朴世俊的话 小熊也就变成了蜜蜂熊形态 下一秒朴世俊果断冲了上前 他拿出武器直接刺入了树膜的中心 伴随着怪物的痛苦哀嚎 朴世俊就察觉到里面确实有东西 成功将果实用匕首带出来的瞬间 眼前的树膜也就轰然倒地 状态窗口给出提示后 朴世俊还不敢相信会就此结束 这时小熊却突然让他转身 回头一看朴世俊这才发现 前方竟然有着许多的怪物 他明白天坑农场迎来了入侵者 而通过窗口讯息 眼前的这些是堕落的小型侦察树枝怪 天坑农场的保卫战正式开始 兔子伙伴们纷纷拿起武器去赶入侵者 其中小黑兔还成功率到了朴世俊 而在此前击杀了一棵巨大的树膜后 转过头的朴世俊却发现 前方竟然冒出了许多小型的侦察树枝怪 剑撞孤傲当即重新变为巨大形态 朴世俊则是赶紧告诉小灰兔们 去将其他能战斗的伙伴们叫来 小熊则是已经朝着敌人们杀了过去 面对这些小型的怪物 他果断地一跃而起 下一秒孤傲就猛然砸向了地面 数只怪物们在这一击下就被毁掉了许多 接下来孤傲更加的强悍 冲入怪物群中的他 很轻松就打碎别的敌人 朴世俊一样没有闲着 这些小怪物的战斗力他也能应付 抬起武器用力一劈就能杀掉 不过看着后方已然还有怪物涌进来 他好奇对方都是从何处来到这里的 恰好这时接到灰兔子们的消息后 战士黑兔和镰刀兔率先支援了过来 听到朴世俊说不能让怪物们接近农田 小黑兔也就不再留守 全力出手了他 迅速地挤锤让数只怪根本来不及反 随后就被砸成了木渣 小黑兔的精彩战斗 瞬间就率到了朴世俊 得到夸赞之后 战士黑兔还不忘摆了一个造型 但没想到的是 有一只怪物不讲武德 竟然趁机偷袭小黑兔 可惜他还没有成功 就已经在下一刻变成了碎片 出手的正是镰刀兔 他的镰刀对付数只也十分的锋利 得到帮助的战士黑兔反被哥哥帅到 优雅地落到地面后 镰刀兔就告诉小黑兔不要分心 因为那样是很危险的 此时推车兔他们也抄起武器前来守护农场 三代毒蜜蜂女王同样率领着小蜜蜂们一起支援 很快大家纷纷和许多树枝怪打成一团 有了伙伴们的帮忙 局面基本就是一边倒 朴士俊鼓舞着大家 在加把镜马上就能赶跑入侵着 但就在这时 战士黑兔突然发现了新的变化 于是赶紧提醒大家看身后 随着朴士俊他们朝后头看去 这才发现在小树枝怪们的后面 居然还跟着许多的大型树魔 望着和之前一样高大强壮的怪物冲过来 朴士俊明白对方不是小树枝能比的 直到局势不力 他急忙呼唤着伙伴们先撤退 看到朴士俊有危险 乌翁就赶紧跑了过来 紧接着他就拦下了追逐朴士俊他们的怪物 小熊绝不允许眼前的家伙欺负爸爸 获救的朴士俊心中很是着急 大型树魔太多 乌翁肯定支撑不住 可熊妈妈刚刚出去 而牛魔王他们又离得太远 就在朴士俊慌乱地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只树魔却已经突袭到他的身后 当朴士俊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是有些来不及躲避 跑在千军一发之际 牛魔王竟然出现在了身后 仅仅是一斧头 就把巨大的树魔一分为二 看着和自己打招呼的牛魔王 朴士俊顿时吃惊不已 跟着一起来的 还有牛千三和牛尼斯他们 大家的及时支援让士俊终于是放心了 这时在树魔的后方又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几只怪物更是被打飞在空中 仔细一看原来是熊妈妈回来了 她现在很是愤怒 这些家伙竟然敢入侵自己的地盘 还妄图破坏士俊的田地 现在朴士俊很是好奇 大家是怎么知道农场有危机的 爱玲则是弹出了对话框 然后表示是自己叫来的 刚刚她提前发现了从远处袭来的怪物 所以就联系深红巨熊和牛魔王 让他们迅速往天坑赶 这回伟大的黑龙很是自信地拍拍胸脯 让士俊不用再担心了 得知一切的朴士俊对爱玲更加的感激 有了伙伴们的帮助 她也瞬间信心满满 然后告诉大家 一起将农田守护好后 一定会做许多美食庆祝的 听到有食物吃 牛魔王他们动力就更加十足 熊妈妈同样如此 至于小熊和战士黑土 还开心地蹦了起来 而接下来 天坑农场的保卫战正式开始 有了牛战士们和熊妈妈的到来 大家纷纷一起冲向了前方的入侵者 与此同时在67层的一片土地上 赫然堆满了无数的蝗虫尸体 现在小猫和埃尔卡已然来到了这里 她要好奇路上的时候 不是说这里是绿莺的森林吗 文言老银狼说着都被蝗虫啃食干净 很快小猫又注意到 银狼族不是只负责运输蝗虫尸体吗 为什么还在做别的事情 埃尔卡表示是联军的任务 要求帮忙清理破森的大帝 前方的人员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处理 泰奥好奇有获得报仇吗 对此老银狼说着没有 毕竟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死了听到他的回答 小猫咪却是火冒三丈 然后就生气地转身 同时让埃尔卡跟着自己 见状老银狼懵了 不明白泰奥要去做什么 随即小猫直接告诉他 自己要前去拿钱 不一会他们就抵达了联军的营地 现在一名蜥蜴战士 正拦住了下方的莱克 小猫则是叫他让开 自己要去见你们的领袖 听到对方说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 泰奥顿时就不乐意了 于是就让他将医药叫出来 对此蜥蜴战士当然不愿意 只把小猫当成捣乱了 泰奥却大声表示 自己和医药是很亲密的关系 此话一出 营地中的战士们纷纷愣住 他们没有想到 这一次他生下了 三只可爱的兔子宝宝 而在此前 小猫带着埃尔卡 前去了联军营地 泰奥准备索要清理战成的费用 还表示自己和大魔法 是医药是很亲密的 这也成功吓到了老银狼 随即他赶紧询问 泰奥是什么意思 见埃尔卡的表情 小猫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惊讶 因为在他的眼中 自己是士郡的部下 而医药又向士郡磕头 小猫认为 他也是士郡的部下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肯定很亲密 于是就再次大声说了一遍 营帐中的医药 也听到了小猫的声音 随即就赶紧跑了出来 表示不要说 这些会引起误会的话 接下来医药 就带着小猫进入了里面 刚刚他是在 和别的成员 商议下一轮的战斗 现在医药询问着 小猫咪找自己做些什么 泰奥也告诉他 本次来是关于 银狼们的合同问题 原本只是清理蝗虫的尸体 结果却多出了 打扫战场的工作 这是不合理的合同 文言医药询问着 旁边负责的蜥蜴人 其正是蜥蜴部落的首领托罗 他表示族人们都在战斗 剩下的都是儿童和老弱者 没有能力收拾残局 所以才拜托银狼族的 对此他要告诉他 新增的工作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托罗想知道要多少钱 随即小猫咪直接说着 违背自己的意愿 驱使他的部下 所以每只银狼要支付一塔币 总共是100塔币 听到需要这么多 托罗当即就生气了 还把小猫咪当成 没有道德的流浪商人 看到这一幕 伊奥表明小猫是黑龙的部下 能保护67层的土地 都是靠着那位大人 带来的刀刃大葱 泰奥则是接过话 接下来如果这个地方出现大事 蜥蜴族是要承受代价的 明白利害关系后 另一个蜥蜴员 劝阻着族长要冷静 无奈之下的托罗 只好答应付钱 拿到钱之后 伊奥就带着小猫走出去 一路上泰奥的脸上 都洋溢着笑容 正准备把钱转交给老银狼 埃尔卡却是拒绝了 他们是小猫的部下 所以拿卖蝗虫的钱就够了 对此小猫也就收了下来 之后也会买东西给银狼买 还告诉埃尔卡以后 不要再当冤大头 多增加工作内容 就堂堂正正的索要钱财 泰奥也很感谢小仓鼠 刚刚站在自己这边 伊奥认为是应该的 同时还向银狼和小猫道歉 自己在最前线指挥 并不知道这种事 接下来泰奥告诉埃尔卡38层 自己去救后 他就带着蝗虫尸体 回去99层 看着旁边的小猫咪 伊奥心中有些感慨 蜥蜴族是以不交出 自己的东西而闻名 这件事用了黑龙的部下 为借口成功索要代价 之后想必泰奥会因此闻名塔内 但肯定会出现不好的声音 不过伊奥明白这是无所谓的 毕竟有伟大的黑龙在背后 但如今这座塔已经腐败不开 粮食就是能左右塔的重要权利 接下来肯定有许多的人 会注意到小猫了 继续走了一段距离 泰奥就表示送到这里便可以了 和伊奥互相道别后 小猫就踏上了自己的路途 尽管今天的事情会被夸大 可伊奥依旧认为 总有一天 小猫会真正地成为 文明塔内的大流浪商人 与此同时 在天坑之中的朴士郡 再次迎来了升级 今天大战堕落怪物后 让他很累 以至于刚刚朴士郡 小小地休息了一下 现在大战已经落幕了 牛头怪们正在收拾 一根根巨大的树木 从结束到收拾 已经过去了大半天 堕落怪物们的袭击 很是凶猫 但在熊妈妈和牛魔王 他们的帮助下 孤傲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战斗很轻松 就得到了解决 朴士郡之所以能升级 也是得到了小熊的照顾 把树魔打晕后 拿给他补刀 为了预防今后出现这种情况 朴士郡还请牛头怪们帮忙 将怪物的尸体 拿去制作栅栏 整理得差不多后 现在终于是有时间 查看这些怪物的情况 从没入侵自己的领地 最近却是很频繁的前来 而朴士郡看着他在吃树根 便想知道真的好吃吗 熊妈妈还和他道歉 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巡逻 朴士郡让他不用在意 独自巡逻这么大的区域 肯定照顾不过来 之后等到二代和三代 小蜜蜂女王的势力扩大后 就让他们帮助一起去巡逻边界 文言的熊妈妈 很开心地感谢着士郡 这回朴士郡问着 为什么堕落的怪物会来这里 艾琳则是回答了他 堕落的怪物是病毒一般的存在 它们是一群混乱的生物 只要周围有魔力的植物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会去使其堕落 所以99层有魔力的树 基本都被污染了 如果没有污染的对象 它们就会一动不动地睡觉 而现在醒来活动的里头 艾琳表示你应该能想到 看完艾琳的话 朴士郡也明白了 看来是农场中的作物引起了 正准备思考接下来的对策时 他的肚子却突然发出了响声 望着一脸期待的小熊 朴士郡才想起来 帮助朴士郡 需要煮的食物 由他和一些小兔子完成 牛千三和小熊负责端过去 牛尼寺他们去准备 所需要的玉米叶子 还有的伙伴正在烤着许多的鱼 很快一堆堆的美食 就准备得差不多了 等到朴士郡将炸好的鱼带来 大家也就开始美滋滋地享受食物 不一会的功夫 食物就被消灭得所剩无几 牛魔王吃完还喝了一杯蜂蜜番茄汁 第一次品尝了它 当场就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管理者空间中的爱琳自然也没有被落下 看着熊妈妈没有吃饱 孤傲就赶紧扯了一下士郡的衣服 见状她感到十分的抱歉 正要去继续做的时候 转头却看到了很是惊喜的东西 原来是老银狼带着满满的蝗虫尸体回来 有了如此多的食物 熊妈妈和小熊都很是开心 随后熊妈妈就继续吃着阿尔卡带来的食物 而就在这时 朴士郡突然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 看着兔子太太难受的模样 她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竟然是新的兔宝宝要出生了 这也让在场的大家很是慌乱 现在去洞内也来不及 于是朴士郡就让他们去自己的房子中 经过了一段焦急的等待后 朴士郡就打开了小屋的房门 望着下方的情况 大家一时间看入了神 兔子太太顺利地完成了生产 看向三只可爱的兔宝宝 伙伴们一个个都非常开心 而天坑农场再一次迎来了新的成员 兔子太太迎来了第三次生育 这一次她生下了三只可爱的兔子宝宝 还表示自己和大魔法师医奥是很亲密的 这也成功吓到了老银狼 随即她赶紧询问太太是什么意思 见埃尔卡的表情 小猫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惊讶 因为在她的眼中 自己是士郡的部下 而医奥又向士郡磕头 小猫认为她也是士郡的部下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很亲密 于是就再次大声说了一遍 营帐中的医奥也听到了小猫的声音 随即就赶紧跑了出来 表示不要说这些会引起误会的话 接下来医奥就带着小猫进入了里面 刚刚她是在和别的成员商议下一轮的战斗 现在医奥询问着小猫咪找自己做些什么 太奥也告诉她 本次来是关于银狼们的合同问题 原本只是清理蝗虫的尸体 结果却多出了打扫战场的工作 这是不合理的合同 文言医奥询问着旁边负责的西翼人 其正是西翼部落的首领托罗 他表示族人们都在战斗 剩下的都是儿童和老弱者没有能力收拾残局 所以才拜托银狼族的 对此他要告诉她 新增的工作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托罗想知道要多少钱 随即小猫咪直接说着 违背自己的意愿驱使他的部下 所以每只银狼要支付一塔币 总共是一百塔币 听到需要这么多 托罗当即就生气了 还把小猫咪当成没有道德的流浪商人 看到这一幕也要表明小猫是黑龙的部下 能保护67层的土地 都是靠着那位大人带来的刀刃大葱 太奥则是接过话 接下来如果这个地方出现大事 蜥蜴族是要承受代价的 明白利害关系后 另一个蜥蜴员劝阻着组长要冷静 无奈之下的托罗只好答应付钱 拿到钱之后 一奥就带着小猫走出去 一路上太奥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正准备把钱转交给老银狼 埃尔卡却是拒绝了 他们是小猫的部下 所以拿卖蝗虫的钱就够了 对此小猫也就收了下来 之后也会买东西给银狼买 还告诉埃尔卡以后不要再当冤大头 多增加工作内容 就堂堂正正的索要钱财 太奥也很感谢小仓鼠刚刚站在自己这边 一奥认为是应该的 同时还向银狼和小猫道歉 自己在最前线指挥并不知道这种事 接下来太奥告诉埃尔卡38层自己去救后 他就带着蝗虫尸体回去99层 看着旁边的小猫咪 一奥心中有些感慨 蜥蜴族是以不交出自己的东西而闻名 这件事用了黑龙的部下为借口成功索要代价 之后想必太奥会因此文明塔内 但肯定会出现不好的声音 不过一奥明白这是无所谓的 毕竟有伟大的黑龙在背后 但如今这座塔已经腐败不堪 良事就是能左右塔的重要权利 接下来肯定有许多的人会注意到小猫了 继续走了一段距离 太奥就表示送到这里便可以了 和一奥互相道别后 小猫就踏上了自己的路途 尽管今天的事情会被夸大 可一奥依旧认为 总有一天 小猫会真正的成为文明塔内的大流浪商人 与此同时在天坑之中的朴士郡 再次迎来了升级 今天大战堕落怪物后让他很累 以至于刚刚朴士郡小小地休息了一下 现在大战已经落幕了 牛头怪们正在收拾一根根巨大的树木 从结束到收拾已经过去了大半天 堕落怪物们的袭击很是凶猫 但在熊妈妈和牛魔王他们的帮助下 孤傲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战斗很轻松就得到了解决 朴士郡之所以能升级 也是得到了小熊的照顾 把树膜打晕后拿给他补刀 为了预防今后出现这种情况 朴士郡还请牛头怪们帮忙 将怪物的尸体拿去制作栅栏 整理得差不多后 现在终于是有时间查看这些怪物的情况 朴士郡表示 这应该就是此前牛千三说的戏边的怪物 熊妈妈则是很奇怪 之前堕落的怪物从没入侵自己的领地 最近却是很频繁的前来 而朴士郡看着他在吃树根 便想知道真的好吃吗 熊妈妈还和他道歉 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巡逻 朴士郡让他不用在意 独自巡逻这么大的区域肯定照顾不过来 之后等到二代和三代小蜜蜂女王的势力扩大后 就让他们帮助一起去巡逻边界 文言的熊妈妈很开心地感谢着诗郡 这回朴士郡问着 为什么堕落的怪物会来这里 爱玲则是回答了他 堕落的怪物是病毒一般的存在 它们是一群混乱的生物 只要周围有魔力的植物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会去使其堕落 所以99层有魔力的树基本都被污染了 如果没有污染的对象 它们就会一动不动地睡觉 而现在醒来活动的里头 爱玲表示你应该能想到 看完爱玲的话 朴士郡也明白了 看来是农场中的作物引起了 正准备思考接下来的对策时 她的肚子却突然发出了响声 望着一脸期待的小熊 朴士郡才想起来 战斗之后就一直没有吃东西 很快她也就开始为大家制作美食 小兔子们则是一起搭手帮助朴士郡 需要煮的食物由她和一些小兔子完成 牛千三和小熊负责端过去 牛尼寺他们去准备所需要的玉米叶子 还有的伙伴正在烤着许多的鱼 很快一堆堆的美食就准备得差不多了 等到朴士郡将炸好的鱼带来 大家也就开始美滋滋地享受食物 不一会的功夫 食物就被消灭得所剩无几 牛魔王吃完还喝了一杯蜂蜜番茄汁 第一次品尝了它 当场就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管理者空间中的爱玲自然也没有被落下 看着熊妈妈没有吃饱 孤傲就赶紧扯了一下士郡的衣服 见状他感到十分的抱歉 正要去继续做的时候 转头却看到了很是惊喜的东西 原来是老银狼带着满满的蝗虫尸体回来 有了如此多的食物 熊妈妈和小熊都很是开心 随后熊妈妈就继续吃着阿尔卡带来的食物 而就在这时 朴士郡突然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 看着兔子太太难受的模样 他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竟然是新的兔宝宝要出生了 这也让在场的大家很是慌乱 现在去洞内也来不及 于是朴士郡就让他们去自己的房子中 经过了一段焦急的等待后 朴士郡就打开了小屋的房门 望着下方的情况 大家一时间看入了神 兔子太太顺利地完成了生产 看向三只可爱的兔宝宝 伙伴们一个个都非常开心 而天坑农场再一次迎来了新的成员 小猫第一次见到东直的师傅 却直接让太郡当自己的不祥 最后他们还成为了好朋友 在此之前 朴士郡他们解决了天坑的麻烦后 兔子太太还顺利生下了三只兔子宝宝 而另一边黑塔52层的火焰山脉中 霸占此地已久的火焰野猪 今天遇到了老对手 下方正是毕国的传奇觉醒者太郡 见面的第一时间 火焰野猪便嘲讽到 还以为他早就被诅咒杀死 闻言太郡还击着 你用一只眼睛生活的日子快乐吗 这下火焰野猪顿时就生气了 他当场就直接出手 随着野猪狠狠地向下一排 瞬间就砸碎了结实的地面 但这种小伎俩对太郡明显不奏效 躲开攻击后的他 还拿出了一个太阳南瓜红薯 下一秒便果断地大口吃下 吸收了南瓜红薯后 太郡拥有了强大的火焰抗性 周身染上的火焰更是全部散开 看着这一幕的野猪傻眼了 他感觉此刻的太郡变得有些不同 可不等火焰野猪思考发生什么意外 太郡就已经快速地朝他起来 见状的野猪再一次出手 他不相信眼前的人类能战胜自己 面对怪物发出的巨大火浪 太郡竟然丝毫没有躲避 紧接着就被火焰巨浪直接淹没 以为已经干掉了敌人 火焰野猪止不住地大笑起来 但很快他就瞪大了眼睛 因为太郡毫发无伤地钻了出来 有了火焰抗性了他 野猪的攻击失去了效果 眼看太郡准备近身战斗 火焰野猪也是当即出手 随后他竟真的一把抓住了太郡的身体 见状火焰野猪认为 哪怕火焰失效 自己的力量也能将人类敏碎 不过太郡却淡淡地表示 太久没有打架 都快忘记自己是一个魔法师了 下一秒他的身上出现了一轮魔法阵 在太郡的召唤下 空中萦绕着一颗颗蓝色的魔法球体 听到对手说明了魔法师的身份 火焰野猪也明白他大眼 可惜伴随着一颗颗的魔法球落下的时候 他已经是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了 很快火焰野猪就倒在了太郡的脚下 时隔多年 太郡没想到自己还能成功复仇 这时状态窗口也传来了提示 他击败了52层的首领怪物 而这片因为火焰诅咒一直燃烧的大力 今天也成功得到了恢复 太郡发现身上的诅咒被解除后 他明白自己和脚下的土地一样获得了新生 这一切都多亏了手里的太阳南瓜红薯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吸引了太郡 前方的一只小猫突然惊讶地面长草 这也是小猫太傲和顶级强者太郡的首次见面 发现是一只流浪猫伤人后 太郡立马变得很开心 另一边的小猫咪则是很意外 因为他看到了对方手中的红薯 随即就大声质问太郡 他手上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对此太郡很是耐心地给小猫解释着 过了一段时间后 现在的太傲很是惊讶 没想到眼前的老人竟然是东芷的师父 得知了一切的他 不由地夸赞着东芷真是个了不起的徒弟 对此太郡也很是赞同 解释完的太郡表示 他还得多谢小猫带来的红薯 自己一定会还这个恩情的 怎料太郡刚刚说完 小猫咪就直接开口 让他现在就还自己的恩情 闻言的太郡没有拒绝 随即问到要怎么做 让他没想到的是 太郡却提出要和他签订契约 得知小猫咪让自己做不下后 太郡便拒绝了 因为他不想受到制约 不过在小猫的意志可求下 太郡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成为朋友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会以朋友的身份帮忙的 太郡对朋友这个词感到很新鲜 他想知道什么事都可以吗 对此太郡说着要合理的 很快小猫就决定了当朋友 而他现在就有一件事 然后告诉太郡 和自己一起前往38层 而在天坑农场之中 朴士郡正在做着香喷喷的美食 现在锅中的汤已经熬制了很久 他和小兔子都认为可以了 朴士郡本次料理的食材 是死亡蝗虫的肉 一部分是熬汤 一部分直接是煮来吃的 之前看伙伴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所以他就尝试了一下制作 做了之后朴士郡还收到了塔的提醒 没想到他是第一个 用蝗虫做料理的人 看着盆中香喷喷的肉 小熊的口水都流到了桌子上 朴士郡拿起一块 神似龙虾的蝗虫肉后 便果断地大口咬下去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任凭自己怎么用力 竟然都无法咬下了一块肉 最后更是因为弹性 不小心砸在了墙壁上 听到声音的战士黑兔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朴士郡又收到了新的提醒 他没想到死亡蝗虫的肉竟然有 还好刚刚吃过了解毒大葱 和朴士郡不同的是 小熊吃起来就很轻松了 将食物准备好后 朴士郡就送来给伙伴们 今天的汤也是他特意熬的 看到士郡送来食物 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 非常的感谢他 和大块的肉不同 这是切成小块的肉熬成的汤 里面加入了解毒大葱和力量土豆 所以朴士郡一样也能享用 缓缓地尝了一口汤 朴士郡瞬间激动地站了起来 这也让伙伴们疑惑怎么了 随即小熊询问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朴士郡告诉孤熬 他在这碗死亡蝗虫汤里面 竟然吃出了鸡肉的味道 不过小熊并不知道鸡肉是什么 但听到朴士郡说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孤熬立马表示只要爸爸喜欢的 那自己也喜欢 这也是来到黑塔很多天以来 朴士郡第一次发现了类似鸡肉的肉 惊奇的农夫只是做了一锅番茄汤 却使得伟大的黑龙味之脸红 而在此前 朴士郡喝下自制的蝗虫汤后 就发现其的味道和鸡肉十分类似 时隔数百天第一次尝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他便一碗接一碗地大吃起来 将全部的食物都解决完 朴士郡和伙伴们就舒舒服服地开始躺下休息 但现在他突然感觉不对劲 自己似乎忘记了些什么 就在这时 管理者艾琳的消息适时出现 他表示你终于想起我了吗 原来从朴士郡他们开始吃的时候 艾琳就一直在盯着 见状朴士郡还想解释一番 不过艾琳却是生气地说着 自己帮助了农场度过危险 还准备给朴士郡新的奖励 本以为朴士郡会留一份汤的 一说到这里 艾琳心中就很是委屈 他大声地表示朴士郡太过分 看到管理者的抱怨 农夫瞬间大胆不妙 于是朴士郡赶紧狡辩着是艾琳误会 自己原本是打算单独给你做一份专属的汤 此话一出管理者果然不再扣闹 艾琳疑惑他是有专属的食物吗 朴士郡则是肯定了一下 并表示刚刚的汤只是试验加入大葱能不能解决 而自己一直是有想着艾琳的 听到朴士郡的话 艾琳先是一愣 随后就羞红了脸颊 他没想到士郡一直在想自己 这回朴士郡也开始在给艾琳做新的汤了 健壮管理者缓缓将水晶球放下 他表示会耐心等着他 还要亲眼看着朴士郡制作 看到艾琳说的话 朴士郡脸色当即大变 他明白必须要好好做 不然可就完蛋了 给艾琳做汤的食材 朴士郡选择了小番茄和胡萝卜 还有毕家的解毒大葱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熬之后 他缓缓地摇起一勺品尝 这个味道朴士郡感觉很好 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本次制作的蝗虫小番茄汤 和之前的一样 不仅能在30分钟内提高魔力 还可以获得三小时的饱腹感 之所以用小番茄代替土豆 也是考虑到艾琳最喜欢的是魔力小番茄 盛出一碗后朴士郡就让他先尝尝 不过管理者的窗口却弹出了一个给我 紧接着艾琳就说出了剩下的话 他让朴士郡将锅内的汤全部给自己 很快艾琳就收到了满满的蝗虫小番茄汤 从中散发的香气让他不禁食欲打开 开心地品尝了一口之后 番茄汤的味道让艾琳很是震惊 随即他也大口大口地开始享用 吃的同时 艾琳的尾巴还在不断地来回摆动 一口气喝完了全部的番茄汤 他感到无比的幸福 甚至表示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而且里面加入的不是土豆 是他最喜欢的魔力小番茄 汤里的肉也非常的柔软 果然是郡是在想着自己的 不然不可能会做得这么好 误会后的艾琳小脸愈发的通红 因为魔力提升短暂活跃的龙心更是扑通狂跳 另一边见艾琳迟迟没有反应 朴士俊就询问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变好一点 得到了回应之后 朴士俊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现在他告诉艾琳 刚刚并不是忘记了你 只是好久没有吃到鸡肉的味道 所以有些激动 并且拿出了一大筐的红薯干当作补偿 艾琳告诉他 刚刚的时候因为被疏忽确实有些难过 朴士俊则是说自己永远不会忘了你的 这下可让伟大的黑龙更加胡思乱想 那颗沉寂许久的龙心也在止不住的跳动 下一秒窗口再次弹出 但上面的内容让朴士俊有些意外 因为有新的任务 奖励是能让他获得新的技能 艾琳也表示这个奖励你肯定会喜欢的 随着一大筐的红薯干缓缓消失 窗口就提示了任务完成 本次奖励的技能叫地主 可以让朴士俊拥有指定伙伴的能力 被指定的伙伴将拥有他的职业技能 当伙伴采摘作物的时候 朴士俊能获得1%的补偿 这么特别的技能使得他有些好奇 于是朴士俊就招呼着让小熊过来 调出地主的技能界面后 他就指定孤傲为自己的第一个伙伴 这时小熊也看到了头顶上的窗口 他正好奇是什么的时候 朴士俊突然询问着小熊 能在多少秒内摘到魔力小番茄 文言的孤傲瞬间叙事待发 得到需要100克后 他也是信心满满的保证很快完成 下一秒孤傲如同火箭冲了出去 引起的巨大风力还冲飞了士俊的草帽 就在朴士俊刚刚拿回帽子的时候 状态窗口就瞬间响起 因为小熊已经抵达农场并采摘番茄 发现自己的经验值得到提升后 朴士俊也明白了补偿的1%是什么意思 此前小兔子们和小熊采摘作物的时候 他是无法获得经验的 可如今拥有了地主技能 想必自己的升级又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激动之下的朴士俊找到了还在休息的小兔子 听到叔叔要开始今天的忙碌之后 战士黑兔说着有些困 还想再休息一下 但朴士俊却是手指快速地滑动 然后就让战士黑兔成为了第二个地主伙伴 紧接着招呼大家前去干活 因为困的时候更应该动起来 就在他们前去劳作的时候 农场中却又迎来了危机 没想到此前的堕落怪物竟再次发起了入侵 这一次他们还直接出现在农场的番茄地中 这是一颗被朴士俊遗忘的苹果幼苗 可他却能变换成可爱的小精灵模样 而在此前 朴士俊他们正出发去农场忙碌的时候 就遇到一群数只怪物再次入侵 当他们出现在番茄地附近后 小熊和朴士俊他们就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将树根用火把点燃后 孤熬就果断地扔了出去 随着熊熊燃烧的树根砸入怪物群中 瞬间就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那些原本来是汹汹的小树之怪 遭到火焰的燃烧后 便纷纷停下了前进的步伐 朴士俊和小熊也趁机开始进攻 他们只需要对付那些没有被火烧到的就行 小的树之怪很容易对付 不过紧跟着来的大型怪物 就让朴士俊有些头疼了 好在他的帮手不只有小熊一个 一起过来的战士黑兔这时朝着树魔发起攻击 哪怕体型差距很大 但在小黑兔的锤子面前 许多的大树魔被他直接砸烂了树根 这一次的袭击朴士俊倒也没有很担心 因为熊妈妈也在农场附近 尽管大型树魔的数量不少 可面对强悍的深红巨熊 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都成了漫天的碎血 小黑兔在战斗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强烈 看着伙伴们强大的战力 朴士俊明白有他们也就足够应对了 最时有一只小怪想要偷袭 好在士俊反应过来之后 轻松的挥舞匕首就将其一分为二 今天的战斗之所以很轻松 也多亏了熊妈妈 在怪物们入侵的第一时间 他就率先发现了对方 自从上次的入侵之后 朴士俊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就和熊妈妈商量 想让他们的家搬到农场的附近 到时不仅能更好的保护农场 蝗虫的肉也就可以随时都能吃到 对此熊妈妈和孤傲都很是开心 随后就前去原来的家中收拾行李了 也因此本次的入侵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处理完全部的怪物后 朴士俊便朝着熊妈妈道谢 现在唯一让他操心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战斗完一片凌乱不堪的地面 好在他收拾的时候 牛头怪们正好过来上班 有了他们的帮忙 收拾的速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最近因为这些树膜 新扩张的农田很多都混 朴士俊很可惜 没能好好发挥出地主的能力 就在他继续捡树木的时候 却发现还有一只没有死透的怪物 他并没有被火焰彻底烧 可惜等朴士俊的脚猛然踩下来后 树枝怪也就彻底死亡了 他被这些怪物弄得很是苦恼 接连地被入侵 也让朴士俊愈发地好奇 树枝怪们究竟该怎么根治 而在另外一边的52层中 小猫咪正趴在太郡的头顶上 继续走了一段路后 发现前面被堵死了 于是小猫开始好奇 太郡到底要去哪里 他原本以为眼前的老人和东直一样 是通过活动传送点一步步往上的 结果现在太郡却说着 自己是通过次元根上来的 此话一出瞬间吓了太傲一条 因为其是根据次元碎片的果实所制作的 可由于里面有些邪气 加上一开始不是黑塔里制作出的东西 所以是一种违法的物品 如果遇到的话 是需要向通道管理局申报的 听完小猫咪的话 太郡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以前做的次元根会消失 原因是被居民们发现了 好在这一次前来 他就将次元根给隐藏起来 看着太郡身后的东西 小猫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随着太郡将一块布掀开之后 一株奇异的植物便出现了 其正是能打开通道的次元根 这还是小猫第一次见过这种植物 不过碍于次元根很快就会枯萎 太郡就表示得快点走才行 明白老人想让自己用违规的办法 小猫果断地骄傲拒绝了 见状太郡便拿出了两根猫条 听到小猫还在吹嘘自己不会被诱惑 他就将猫条丢了出去 而本能的反应之下 太郡还是接住了即将落地的食物 可下一秒他却发现 自己接住猫条的位置 正处于次元根的上方 对此太郡得意的一笑 随后他也直接跳入了张开的通道之中 但这对于小猫来说 无疑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太郡脸上已然写满了害怕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里是黑塔38层不死鸟工会的营地 听到树丛中有声音之后 东直就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看到是师傅太郡引起了 他这才放下心来 同时东直还发现了一起来的小猫咪 现在的太郡在经历了次元根的变车后 不仅头晕乎乎的 还有明显的晕车现象 看到小猫和师傅在一起 东直赶紧询问是怎么认识的 还有诅咒有没有成功化解 很快太郡也告诉徒弟 他已经解决了火焰王者 至于小猫是来的路上认识的 太郡则是难受的表示 不要再让自己进入植物里面 听到他的话 东直瞬间明白师傅使用了次元根 可次元根在国家的库存中也没多少 但太郡却不在意 而是转过头想要找小猫咨询一些问题 原来太郡在去52层的路上 多用了一些次元根 目的是确认40层到52层的情况 他问了许多的原住民 有没有别的猎人来过 结果所有的居民给的答案是一样的 除了太郡自己 并没有别的外来者抵达这些层 所以现在太郡想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朴师俊究竟在哪里 此话一出小猫当场就有些结结巴巴 因为他明白大事不好了 自己和士郡的谎言马上就要被揭穿 不过天坑中的朴师俊并不知道小猫的情况 他正在采摘新鲜的魔力小番茄 目前朴师俊采摘技能升级之后 已经能获得B级的魔力小番茄了 在他开心的时候 小兔子们则是呼唤着该做最后一道菜 闻言朴师俊表示马上就来 可就在要走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此前的那只树枝怪让士俊有些不安 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洞内 朴师俊并没有发现奇怪的情况 才走了没有几步 他余光发现了以前做饭的地方 竟然在冒着淡淡的烟雾 朴师俊原本以为火种早就熄灭了 因为有了外面的房子后 就没有流坑内火种的必要 担心新的小兔子们会碰到 他就准备彻底熄灭火种 然而将地面的灰摊开之后 竟然钻出了一颗小小的树苗 在灰烬中诞生的星芽 这使得朴师俊不由得很是震撼 可下一秒他却听到了有人在叫自己主员 那声音直接出现在自己的脑海 随即就吓了士俊一跳 与此同时在小树苗的旁边 竟出现了一双稚嫩的脚丫 这是一个透明小女孩的 他开心地说着自己一直在地下等待着这一天 并告诉士俊他的名字叫做火花 而火花居然是朴师俊当初种下的苹果种子 听完小精灵火花的自我介绍 朴师俊立马也明白了眼前的情况 原来他就是地面上的这颗小树苗